三国演义第三部作者罗冠中,第四十九回七星潭诸葛纪封,三江口周瑜纵火,却说周瑜立于山顶,观望良久,忽然望后而道,口吐鲜血,不省人事。 左右就回帐中,诸将接来动问,进阶恶然相顾约,江北百万之众虎惧惊吞,不争都督如此,躺曹冰一智,如智奈何? 慌忙差人申报吴侯,一面求医调治,却说鲁肃见周瑜卧病,心中忧闷,来见孔明,言周瑜足病之事。 孔明曰,公义为何如? 肃曰,此乃曹操之福,江东之祸也。 孔明孝曰,公谨之病,量亦能医。 肃曰,成如此,则国家万幸,急请孔明同去看病。 肃先入见周瑜,予以被蒙头而握。 肃曰,都督病事若和。 周瑜曰,心腹脚痛,食腹昏迷。 肃曰,曾服何药耳? 瑜曰,心中呕腻,药不能下。 肃曰,事来去望孔明,言能医都督治病。 现在帐外,凡来医治,何如? 于命请入,叫左右扶起,坐于床上。 孔明曰,连日不误君言,何其贵体不安。 于曰,人有旦夕祸福,岂能自保。 孔明孝曰,天有不测风云,人又岂能料乎。 余闻失色,乃作身吟之声。 孔明曰,都督心中似绝凡击否。 于曰,然,孔明曰,必须用良药以解之。 于曰,以服良药,全然无效。 孔明曰,须先礼其气,气若顺,则呼吸之间,自然全可。 于曰孔明必知其意,乃以言调之曰,欲得顺气,当服何药。 孔明孝曰,量有一方,便叫兜督气顺。 于曰,愿先生赐教。 孔明所执笔,平退左右,密书十六字曰。 欲破曹公,一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写避,地宇周于约,此都督病原也。 于见了大经,暗思,孔明真神人也。 早已知我心事,之所以实情告知。 乃孝曰,先生已知我病原,将用何药治之? 是在危急,忘急赐教。 孔明曰,量虽不才,曾遇一人,传授奇门顿甲天书,可以呼风唤雨。 都督若要东南风时,可于南平山建一台,明曰七星潭,高九尺,坐三层,用一百二十人,手执齐帆围绕。 量于台上作法,借三日三夜东南大风,驻都督用兵,何如? 于曰,修道三日三夜,只一夜大风,大事可成矣。 只是事在目前,不可迟缓。 孔明曰,十一月二十日甲子寄封,至二十二日丙吟封兮,如何? 于文言大喜,决然而起。 便传令差五百精壮军士,往南平山筑坛,拨一百二十人,执起手坛,听后使令。 孔明辞别出仗,于鲁肃上马,来南平山相渡帝市,令军士取东南方赤土筑坛。 方圆二十四丈,每一层高三尺,共是九尺。 下一层插二十八秀起,东方七面青起,按脚,抗,视,防,心,卫,机,不苍隆之行。 北方七面造起,按斗,牛,女,须,威,视,碧,做玄武之事。 西方七面白起,按魁,楼,魏,毛,碧,姿,参,距白虎之威。 南方七面红起,按景,鬼,柳,心,张,义,枕,称,朱雀之状。 第二层周围,黄旗六十四面,按六十四卦,分八位而立。 上一层用四人,个人袋数发官,穿造罗袍,凤衣搏带,朱旅方居。 前左立一人,手指长杆,杆肩上用鸡羽为宝。 以朝封信,前右立一人,手指长杆,杆上戏七星浩带,以表封色,后左立一人,捧宝剑,后右立一人,捧香炉。 谈下二十四人,各持荆棋,宝盖,大吉,长歌,黄月,白毛,朱帆,造岛,环绕四面。 孔明于十一月二十日甲子集辰,目与斋戒,身披道医,险足散发,来到坛前。 吩咐鲁肃曰,紫敬自往军中,相助攻颈调兵。 唐亮所其无应,不可有怪。 鲁肃别阙。 孔明嘱咐守坛将士,不许善离方位。 不许交头接耳。 不许失口乱言。 不许失惊打怪。 如为令者斩。 众皆领命。 孔明缓步登坛,观瞻方位已定,焚香余炉,注水余余,仰天暗注。 下坛入帐中少些,令军士更替吃饭。 孔明一日上坛三次,下坛三次。 却并不见有东南风。 且说周瑜请成土,鲁肃一般军官,在帐中伺候,只等东南风起,便调兵出,一面官报孙权接应。 黄盖已自准备火船二十只,船头密布大丁。 船内装在芦苇干柴,灌以鱼油,上铺硫磺,燕消引火之物,各用青布油丹遮盖。 船头上插青龙崖旗,船尾各系走隔,在帐下听后,只等周瑜号令。 甘宁,看则窝盘菜盒,菜中在水寨中,每日饮酒,不放一族登岸。 周围尽是东吴军马,把得水泄不通,只等帐上号令下来。 周围正在帐中作议,探子来报,吴侯船只离寨八十五里停泊,只等督督好音。 与其拆鲁宿便告个部下官兵将士,聚各收拾船只,军器,翻炉等物。 号令一出,时刻修为,堂有为物,急按军法。 重兵将的令,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厮杀。 试日,看看尽夜,天色清明,威风不动。 鱼卫鲁宿曰,孔明之言谬矣。 龙东之时,怎得东南风呼? 宿曰,无料孔明必不谬谈。 将近三更时分,呼听风声响,齐帆转动。 鱼出帐看时,起脚静飘西北。 煞世间,东南风大起,于亥然曰,此人有夺天地造化之法,鬼神不测之术。 若留此人,乃东吾祸根也。 及早杀雀,免生他日之忧。 急换帐前护军,孝玉丁凤,徐胜二将,各代一百人。 徐胜从江内去,丁凤从汉路去,都到南平山七星坛前,修问长短,拿住诸葛亮变形斩首,将首级来请宫。 二将领命。 徐胜下船,一百刀俯手荡开照讲,丁凤上马,一百公弩手各跨征居,往南平山来。 鱼路正迎着东南风起。 后人有诗约,七星坛上卧龙灯,一夜东风江水藤。 不是孔明时妙计,周郎安得逞才能。 丁凤马军先道,见坛上执骑将士,当风而立。 丁凤下马蹄剑上坛,不见孔明,慌问守坛将士。 答约,恰才下坛去了。 丁凤盲下坛寻时,徐胜传已道。 二人距于江边。 小卒报约,昨晚一只快船停在前面滩口。 世间却见孔明批发下船,那船望上水去了。 丁凤,徐胜便分水路两路追袭。 徐胜骄拽起满帆,枪风而始。 遥望前船不远,徐胜在船头上高声大叫,军师休去。 都督有请。 只见孔明立于船尾大笑约,上赴都督,好好用兵,诸葛亮赞回下口,一日再荣相见。 徐胜曰,请赞少住,有谨话说。 孔明曰,无以料定,都督不能容我,必来加害,欲先交赵子龙来相接。 将军不必追赶。 徐胜见前船无棚,只顾赶来。 看看至近,赵云拈弓搭建,立于船尾大叫约,无奈长山赵子龙也。 奉令特来接军师,你如何来追赶? 本带一箭射死你来,显得两家试了和气。 教你知我手段。 言气,箭到处,射断徐胜船上彭锁。 那彭堕落下水,骑船便横。 赵云却教自己,船上拽起满帆,呈顺风而去。 骑船如飞,追之不及。 岸上丁凤焕徐胜船禁案,言曰,诸葛亮神机妙算,人不可及。 更见赵云有万夫不当之勇,辱致他当阳长板是否。 无等之所回报便了。 于是,二人回见周瑜,言孔明欲先曰赵云迎接去了。 周瑜大惊曰,此人如此多谋,使我小业不安逸。 鲁肃曰,且待破曹之后,却在徒之。 于从其言,换及诸将听令。 先骄甘宁,带了蔡忠并祥沿南岸而走, 直达北军旗号,直取乌林地面,正当曹操屯粮之所, 渗入军中,举火为号。 只留下菜和一人在帐下,我有用处。 第二换太史次吩咐,你可领三千兵,直奔黄州地界, 断曹操和肥接应之兵,就逼曹兵放火为号, 只看红旗便是吴侯接应兵道。 这两队兵最远,先发。 第三换吕蒙岭,三千兵去乌林接应甘宁,焚烧曹操寨炸。 第四换灵统岭,三千兵,直接一灵介手,只看乌林火起,以兵应治。 第五换董席岭,三千兵,直取汉阳,从汉川沙本曹操暗中。 看白旗接应。 第六换潘张岭,三千兵,进打白旗,往汉阳接应董席。 六对船只各自分路去了,却令黄盖安排火船,使小族池淑约曹操今夜来降。 一面拨战船四只,随于黄盖船后接应。 第一对领兵军官韩当,第二对领兵军官周太,第三对领兵军官蒋钦钦,第四对领兵军官陈武, 四对各引战船三百只,前面各百列火船二十只。 周瑜自与成谱在大盟冲上督战,徐胜,丁凤为左右护卫,只留鲁肃,共看则极重谋士守战。 成谱见周瑜调军有法,甚相竞服。 却说孙权差使命持兵扶制,说以拆陆逊为先锋,直抵齐,皇帝面进兵,吴侯自为后应。 于右拆人西山放火炮,南平山举号旗。 各个准备停荡,只等黄昏举动。 话分两头。 且说刘玄德在下口砖后孔明回来,呼见一对船道,乃是公子刘奇,自来探听消息。 玄德请上笛楼坐定,说,东南风起多时,子龙去接孔明,至今不见到,无心甚忧。 小校窑窑指返口港上,一帆风送偏州来道,必以军师也。 玄德与刘奇下楼迎接。 须传道,孔明,子龙登岸。 玄德大写。 问候必,孔明曰,且无暇告诉别事。 前者所曰军马战船,借以伴佛。 玄德曰,收拾久矣,指后军师调用。 孔明便与玄德,刘奇声仗坐定,为赵云曰。 子龙可带三千军马,渡江境取乌林小鹿,捡树木芦苇密处埋伏。 今夜四更以后,曹操必然从那条路奔走。 等他军马过,就半中间放弃火来。 虽然不杀他进绝,也杀一半。 云曰,乌林有两条路,一条通南郡,一条取荆州。 不知向那条路来。 孔明曰,南郡试破,曹操不敢往,必来荆州,然后大军投许昌而去。 云岭记去了。 又唤张飞曰,义德可领三千兵渡江,截断宜陵这条路,去湖路谷口埋伏。 曹操不敢走南宜陵,必往北宜陵去。 来日雨过,必然来埋锅造饭。 只看烟起,便就山边放弃火来。 虽然不捉得曹操,亦得这场功调也不小。 飞领记去了。 又唤弥竹、弥芳、刘峰三人各驾船只,绕江矫秦败军,夺取器械。 三人领记去了。 孔明起身,魏公子刘琪曰,武昌遗忘之地。 最为紧要,公子便请回率领所部之兵,臣于暗口。 操一败必有逃来者,久而勤之,却不可清离城郭。 刘琪便此玄德,孔明去了。 孔明魏玄德曰,主公可于反口屯兵,平高而望,坐看今夜周廊成大功也。 施云长在侧,孔明全然不惨。 云长忍耐不住,乃高声曰,关某自随兄长征战,许多年来,未尝落后。 今日逢大敌,军师却不伪用,此事何意? 孔明笑曰,云长勿怪。 某本玉凡族下,把一个最紧要的爱口,怎奈有些为爱,不敢交去。 云长曰,有何为爱? 愿即见欲。 孔明曰,昔日曹操待族下甚后,族下当有以报之。 今日操兵败,必走华荣道,若令族下去时,必然放他过去。 因此不敢交去。 云长曰,军师好心多。 当日曹操果实重贷某,某以斩炎梁,朱文丑,解白马之为,报过他了。 今日壮剑,岂肯放过。 孔明曰,倘若放了时,却如何? 云长曰,愿依军法。 孔明曰,如此立下文书。 云长便与了军令状。 云长曰,若曹操不从那条路上来,如何? 孔明曰,我亦与你军令状。 云长大写。 孔明曰,云长可于华荣小路高山之处堆积柴草,放起一把火烟,引曹操来。 云长曰,曹操望见燕,知有埋伏,如何肯来? 孔明曰曰,岂不闻兵法,虚虚实实之论。 曹虽能用兵,只此刻已瞒过他也。 他见燕起,将为虚张声势,必然投这条路来。 将军休得容情。 云长领了将令,尹官平,周仓并五百教刀手,投华荣到埋伏去了。 宣德曰,吴帝义气深重,若曹操果然投华荣道去时,只孔端地放了。 孔明曰,亮夜观前向,操贼为何身亡? 留着人情,娇云长坐了,亦是美事。 宣德曰,先生神算,事所罕及。 孔明曰与玄德往坊口,看周瑜用兵,留孙前,简庸守城。 却说曹操在大寨中,与众将商议,只等皇盖消息。 当日东南风起甚景。 承玉入告曹操曰曰,今日东南风起,一遇低防。 曹笑曰,冬至一阳生,来复之时,安得无东南风。 何族为怪?军事呼报江东一支小船来到,说有黄盖密疏。 操级换入。 七人承上说。 书中诉说,周瑜官房的锦因此无忌脱身。 今有颇阳湖新运稻粮,周瑜岔盖巡哨,已有方便。 好歹杀江东名将,献首来详。 旨在今晚二更,船上插青龙崖骑者,即凉船也。 曹大喜,遂与众将来水寨中大船上,观望黄盖船道。 且说江东,天色向晚,周瑜换出菜河,令军事赋道。 河教,无罪。 于曰,汝氏河等人,赶来诈降。 无今缺少服务济齐,愿借你守吉。 河抵赖不过,大叫曰,汝家看则,甘宁一层羽毛。 于曰,此乃吾之所实也。 菜河毁之无几。 鱼令桌置江边造道旗下,电酒烧纸,一刀斩了菜河,用血济齐臂,便令开船。 黄盖在第三只火船上,独劈眼心,手提利刃,骑上大叔先锋黄盖。 盖城一天顺风,望赤壁进发。 适时东风大作,波浪汹涌。 曹在中军遥望隔江,看看月上,照耀江水,如万岛金蛇,翻波西浪。 曹迎风大笑,自以为得志。 呼一君只说,江南隐隐一簇翻漫,使风而来。 曹平高望之,报称,皆插青龙崖旗。 内中有大旗,上书先锋黄盖名字。 曹孝曰,功赴来详,此天助我也。 来船渐进。 成玉观望良久,为曹曰,来船避诈。 且修教尽寨。 曹曹曰,何以知之? 成玉曰,良在船中,船臂稳重,金官来船,轻而且浮。 邓间今夜东南风甚紧,唐有诈谋,何以当之? 曹醒悟,便问,谁去指之? 文聘曰,某在水上泼熟,愿请一网。 严毙,跳下小船,用手一指,十数之巡船,随文聘传出。 聘立于船头,大叫,丞相君指,南传且修进寨,就将心抛住。 众军齐鹤,快下了棚。 严未觉,功贤响处,文聘被建设中左臂,倒在船中。 船上大乱,各自奔回。 南传聚操寨只隔二里水面。 黄盖用刀一招,前船一起发火。 火趁风微,风筑火势,船如箭发,烟烟掌天。 二十只火船,撞入水寨,操寨中船只一时静着,又被铁环锁住,无处逃避。 隔江炮响,四下火船齐到,但见三江面上,火烛风飞,一派通红,漫天彻地。 曹操回关岸上迎寨,挤出烟火。 黄盖跳在小船上,背后鼠人驾舟,冒烟突火,来寻曹操。 曹剑是急,方玉跳上岸,呼张辽家一小脚船,扶曹下的船时,那只大船已自着了。 张辽与石树人保护曹操,飞奔暗口。 黄盖望剑穿将红袍者下船,料是曹操,乃催船速箭,手提利刃,高声大叫,曹贼修走。 黄盖在此,操叫苦连声。 张辽拈弓搭箭,去着黄盖叫箭,一箭射去。 此时风声正大,黄盖在火光中,那里听得弓弦响,正中间窝,翻身落水。 正是,火恶圣时遭水恶,磅窗欲后换金窗。 未知黄盖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回,诸葛亮致算华容,关云长义是曹操,却说,当夜张辽一箭射黄盖下水,就得曹操登岸,循着马匹走时,军已大乱。 寒当冒烟突火来宫水寨,呼听得士族报道,后捎舵上一人,高叫将军婊子。 寒当戏听,但闻高叫一宫救我。 当月,此皇宫父也。 急叫就起,剑黄盖附剑这伤,咬出剑杆,剑头陷在肉内。 寒当即位托去十一,用刀弯出剑头,扯其树枝,托自己战袍与黄盖穿了,先令别传送回大寨一帜。 原来黄盖深知水性,故大寒之时,何甲堕江也逃得性命。 却说当日满江火滚,喊声阵地。 左边是寒当,蒋青两军从赤壁西边杀来,右边是周太, 陈吾两军从赤壁东边杀来,正中是周瑜、成土、徐胜、丁峰大队传之都道。 火须兵硬,兵杖火威。 此政是三江水战,赤壁敖兵。 曹军这枪中箭,火焚水逆者,不计其数。 后人有诗曰,魏无争斗绝词雄,赤壁楼船一扫空。 烈火出张兆云海,周郎曾此破曹宫。 又有意绝云。 山高月小水茫茫,追探前朝歌剧茫。 南市无心营卫武,东风有意便周郎。 不说江中熬兵。 且说甘宁令菜中引入曹寨深处, 宁将菜中一刀砍于马下,就草上放起火来。 吕蒙遥望中军火起,也放石树触火,接应甘宁。 潘张,董席分头放火呐喊,四下里鼓声大震。 曹操与张辽引百鱼旗在火林内走,看前面无一处不着。 正走之间,毛借旧的文聘引石树齐道。 曹令军寻陆。 张辽指道,只有乌林地面,空阔可走。 曹靖奔乌林。 正走间,背后义军赶到,大叫曹贼修走。 火光中献出吕蒙旗号。 曹崔军马向前,刘张辽断后,底底吕蒙。 却见前面火把又起,从山谷中拥出义军,大叫,灵统在此。 曹操肝胆皆裂。 胡思协里一飙军道,大叫,丞相修荒。 徐晃在此。 彼此混战一场,夺路望北而走。 胡见一对军马,囤在山坡前。 徐晃出问,乃是袁绍手下将将马颜、张乙, 有三千北地军马,列债在笔。 当夜见满天火起,未敢转动,恰好接着曹操。 曹教二将引一千军马开路,其余留着护身。 曹得这之声立军马,心中烧鞍。 马颜,张乙二将飞骑前行。 不到十里,喊声其楚,一飙军出。 为首一将,大呼曰,无乃东吴,甘兴霸也。 马颜正欲交锋,早被甘宁一刀斩于马下, 张乙挺枪来营,宁大喝一声, 以措手不及,被宁手起一刀,翻身落马。 后军飞报曹操。 操此时,指望合肥有兵就应, 不想孙权在合肥路口,望见江中火光, 知是我军得胜,便叫陆逊举火为号, 太使辞见了,与陆逊合兵一处, 冲杀将来。 操只得望一陵而走,路上撞见张河,操令断后。 纵马加鞭,走至五更,回望火光渐远, 操心方定,问曰,此时何处? 左右曰,此时乌林之西,一都之北。 操见树木丛杂,山川险峻, 乃于马上仰面大笑不止。 诸将问曰,丞相何故大笑? 操曰,吾不笑别人, 单笑周虞无谋,诸葛亮少至。 若是无用兵之时, 欲先在这里服下一军,如之奈何? 说又未了, 两边鼓声震响, 火光静天而起, 惊得曹操几乎坠马。 刺血里一彪军杀出, 大叫,我赵子龙奉军师将令, 在此等候多时了。 操叫徐晃, 张和双敌赵云, 自己冒烟突火而去。 子龙不来追赶, 只顾抢夺旗帜。 曹操得托, 天色微明, 黑云照地, 东南风上不息。 忽然大雨倾盆, 湿透一甲, 操与军士冒雨而行, 诸军皆有积色。 操令军士往村落中截掠粮食, 寻觅火种。 方玉造犯, 后面义军赶到。 操心甚慌, 原来却是离点, 徐楚保护着众谋士来到, 操大喜, 令军马且行, 问, 前面是那里地面? 人报, 一边是南一陵大陆, 一边是北一陵山路。 操问, 那里头南郡将陵去尽? 军士禀曰, 去南一陵过湖路口去醉变。 操教走南一陵, 行至湖路口, 军街积内, 行走不上, 马一困乏, 多有岛鱼路者。 操教前面暂谢, 马上有带的锣锅的, 也有村中略的两米的, 便就山边捡干处, 埋锅造饭, 割马肉烧吃。 进阶脱去诗衣, 于风头吹晒, 马街摘安野放, 咽咬草根。 操作于枢林之下, 仰面大笑。 众官问曰, 是来丞相孝周瑜, 诸葛亮, 引惹出赵子龙来, 又舍了许多人吗? 如今为何又笑? 曹曰, 无效诸葛亮, 周瑜, 毕竟智谋不足。 若是我用兵时, 就这个去处, 也埋伏义标军马, 以义代劳, 我等纵然托的性命, 也不免重商议。 比见不到此, 我是以孝智。 正说间, 前军后军义齐发喊, 曹大惊, 弃甲上马。 众军多有不及收马者, 早见四下火焰不合, 山口义军摆开, 卫手乃阉人张义德, 横毛立马, 大叫, 操贼走那里去。 诸军众将见了张飞, 进阶胆寒。 徐楚岂无安马, 来战张飞。 张辽, 徐皇二将, 纵马也来加攻, 两边军马混战做一团。 曹仙拨马走脱, 诸将各自脱身。 张飞从后赶来, 曹仪里奔逃, 追兵渐远, 回顾众将多以待伤。 正行时, 军士丙曰, 前面有两条路, 请问城乡从那条路去。 曹问, 那条路近。 军士曰, 大路烧平, 却远五十余里。 小路投华荣道, 却近五十余里, 只是地窄路险, 坑坎南行。 曹令人上山观望, 回报, 小路山边有数处烟起, 大路并无动静。 曹教前军, 便走华荣道小路。 诸将曰, 风烟起楚, 必有军马, 何故反走这条路? 曹曰, 岂不闻兵书有云, 虚则实之, 实则虚之。 诸葛亮多谋, 故使人于山辟烧烟, 使我军不敢从这条山路走, 他却扶兵于大路等着。 无料已定, 偏不交中他戒。 诸将皆曰, 丞相妙算, 人不可及。 遂乐兵走华荣道, 此时人皆击倒, 马尽困乏。 焦头烂额者浮策而行, 重见着枪者勉强而走。 一架尸透, 个个不全, 军气齐番, 纷纷不整冒号大半, 皆是宜陵道上被赶得慌, 只骑得突马, 安配衣服, 尽皆抛弃。 正值龙东严寒之时, 其苦何可圣言? 操见前军停马不尽, 问是何故? 回报曰, 前面山辟路小, 因早晨下雨, 坑嵌内积水不流, 泥陷马蹄, 不能前进。 操大怒, 赤曰, 军旅逢山开路, 御水碟桥, 岂有泥命不堪行之礼? 传下号令, 较老弱, 重伤军事再后慢行, 强壮者单土树柴, 搬草运炉, 填色道路。 巫妖及时行动, 如围令者斩。 众军指得都下马, 就路旁砍伐竹木, 填色山路。 操控后军来赶, 令张辽, 徐楚, 徐黄尹百齐直刀在手, 但持慢者便斩之。 此时军以恶伐, 众皆倒地, 操鹤令人马践踏而行, 死者不可生署。 好哭之声, 余路不绝。 操怒曰, 生死有命, 何哭之有? 如再哭者力斩。 三亭人马, 一亭落后, 一亭填了沟壑, 一亭跟随曹操。 过了险郡, 路稍平坦。 操回顾之有三百余七岁后, 并无一甲刨凯整齐者。 操催促行。 众将曰, 马进法矣, 只好少些。 操曰, 赶到荆州江西未迟, 又行不到树里, 操在马上扬边大笑。 众将问, 丞相何又大笑? 操曰, 人皆言周瑜, 诸葛亮足智多谋, 以无关之, 到底是无能之辈。 若使此处服一缕之师, 无等皆束手受负矣。 颜未必, 一声炮响, 两边五百孝刀手摆开, 围手大将观云长, 提清龙刀, 跨斥兔马, 劫主去路。 操军见了, 亡魂丧胆, 面面相去。 操曰, 寄到此处, 只得决一死战。 众将曰, 人纵然不窃, 马力已乏, 安能复战。 承语曰, 某素之云长傲上而不忍下, 欺强而不凌弱, 恩怨分明, 信已诉诸。 丞相旧日有恩于比, 今旨亲自告之, 可托此难。 操从其说, 急纵马向前, 欠身被云长曰, 将军别来无恙。 云长亦欠身答曰, 官某奉军师将令, 等候丞相多时。 操曰, 曹操兵败士威, 到此无路, 望将军以昔日之情为重。 云长曰, 昔日官某虽蒙丞相厚恩, 然以斩炎梁, 诸文丑, 解白马之为, 以奉报矣。 今日之事, 岂敢以私废功。 操曰, 五官斩将之时, 还能计否。 大丈夫以信义为重。 将军申明, 春秋, 岂不知羽公之私, 追子卓如此之适乎。 云长是个义重如山之人, 想起当日曹操许多恩义, 与后来五官斩将之事, 如何不动心。 又见曹军惶惶, 皆欲垂泪, 一发心中不忍。 于是把马头乐回, 为众军约, 四散百开。 这个分明是放曹操的意思。 操见云长回马, 便和众将一起冲江过去。 云长回身时, 曹操已与众将过去了。 云长大喝一声, 众军接下马, 哭败于地。 云长欲加不忍, 正由欲坚张辽纵马而至。 云长见了, 又动故旧之情, 长叹一声, 并皆放去。 后人有诗约, 曹瞒兵败走华荣, 正与关公辖鹿逢, 只为当初恩义众, 放开金锁走蛟龙。 曹操寄托华荣之难, 行至谷口, 回顾所随军兵, 只有二世七起。 笔记天晚, 已进南郡, 火把齐名, 一蹴人马拦路。 曹大惊约, 无命休矣, 只见一群少马冲到, 方认的是曹仁军马。 曹才心安, 曹仁接着, 言, 虽之兵败, 不敢远离, 只得在附近迎接。 曹曰, 鸡鱼辱不相见也, 于是引众入南郡安歇。 随后张辽也道, 说云长之德。 曹典将校, 重伤者极多, 曹皆令江西, 曹仁至久与曹解闷。 众谋士俱在座, 曹乎仰天大痛。 众谋士曰, 丞相于虎窟中逃难之时, 全无拒窃, 今到城中, 人已得食, 马已得料, 正须整顿军马复仇, 何反痛哭。 曹曰, 无哭郭奉孝儿, 若奉孝在, 绝不使吾有此大师也。 遂垂兄大哭曰, 哀哉, 奉孝, 痛哉, 奉孝, 息哉, 奉孝, 众谋士皆漠然自残。 此日, 操唤曹仁曰, 吾今暂回许都收拾军马, 必来报仇。 如可保全南郡, 吾有一计, 密留在此, 非即休开, 即则开治。 依稽而行, 使东吾不敢正视南郡。 人曰, 合肥, 襄阳, 谁可保守? 曹曰, 荆州托辱管理, 襄阳吾已拨下侯敦手把, 合肥最为紧要之地, 吾令张辽为主将, 越晋, 李典为副将, 保守此地。 但有缓急, 废报将来。 曹分波已定, 遂上马隐重奔回许昌。 荆州原将文武各官, 依旧带回许昌调用。 曹仁自遣曹红聚首以灵, 南郡以防周瑜, 却说官云长放了曹操, 隐军自回。 此时诸禄军马, 接得马匹, 器械, 钱梁, 已回下口, 独云长不获一人一骑, 空身回见玄德。 孔明正与玄德作贺, 呼报云长志。 孔明忙离作习, 指碑相迎曰, 且喜将军立此盖世之功, 于普天下除大害。 何以远接庆贺? 云长莫然。 孔明替将军莫非因无等不曾远接, 故而不乐? 回顾左右曰, 如等缘和不先报。 云长约, 官某特来请死。 孔明替, 莫非曹操不曾投华戎道上来。 云长约, 是从那里来。 官某无能, 因此被他走脱。 孔明替, 拿得甚将士来。 云长约, 皆不曾拿。 孔明替, 此事云长 向曹操昔日之恩 故意放了 但既有军令状在此 不得不按军法 遂施武士推出展之 正是 贫江亦死仇之己 致令千秋仰一鸣 为之云长性命如何 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一回 曹仁大战东吴兵 孔明一气周公解 却说孔明欲斩云长 玄德曰 西吾三人结义时 弑同生死 金云长虽犯法 不忍为却前盟 望全记过 容江功赎罪 孔明方才饶了 且说周瑜收军典将 各个续功 申报吴侯 所得降族 进行发赴渡江 大靠三军 遂进兵攻取南郡 钱队临江下债 钱后分五营 周瑜居中 于正与众商议 征进之策 呼报 刘玄德使孙前来 与都督作贺 于命请若 钱师礼弼 言 主公特命钱 拜谢都督大德 有薄礼上限 于问曰 玄德在何处 钱达曰 县宜兵屯游江口 于经约 孔明亦在游江否 钱约 孔明与主公同在游江 于约 足下先回 某亲来向谢也 于收了礼物 发付孙前先回 肃约 却才都督为何诗经 于约 刘备屯兵游江 必有取南郡之意 我等费了许多军马 用了许多钱两 目下南郡凡手可得 逼等心怀不仁 要就献成 须放着周瑜不死 肃约 当用何策退之 于约 无字去和他说话 好便好 不好时 不等他娶南郡 先结果了刘备 肃约 某愿同忙 于是 于鲁肃宿尹 三千青旗 竟投游江口来 先说孙前回见玄德 严周瑜将亲来向谢 玄德乃问孔明曰 来意若何 孔明孝曰 那里为这些薄礼 砍来向谢 只为南郡而来 玄德曰 他若提兵来 何以待至 孔明曰 他来便可如此如此应答 遂于由江口摆开战船 岸上列着军马 人报 周瑜 鲁肃引兵到来 孔明使赵云岭 数其来界 于见军事雄壮 心甚不安 行至营门外 玄德 孔明迎入帐中 葛絮礼弼 设宴相待 玄德举酒 致谢敖兵之事 久之述寻 于月 玉州宜兵在此 莫非有取南郡之意否 玄德与 文都督御取南郡 故来相助 若都督不取 备必取之 于笑语 吴东吴酒欲吞并汉江 金南郡已在掌中 如何不取 玄德约 胜负不可预定 曹操林归 令曹人守南郡等处 必有奇迹 更兼曹人勇不可当 但恐都督不能取耳 于月 吴若取不得 那时任从公取 玄德约 子敬 孔明在此为政 都督修悔 鲁肃愁畜未对 于月 大丈夫一言祭出 何悔之有 孔明约 都督此言 甚是公论 先让东吴去取 若不下 主公取之 有何不可 于素辞别玄德 孔明 上马而去 玄德问孔明约 却才先生教辈如此回答 虽一时说了 辗转寻思 于里未然 我今孤穷一身 无志族之地 欲得南郡 权且容身 若先交周与取了 城池已属东无矣 却如何得住 孔明大孝曰 当初量劝主公取荆州 主公不听 今日却响业 宣德曰 前为景生之地 顾不仁取 尽为曹操之地 礼何取之 孔明约 不须主公忧虑 近着周瑜去厮杀 早晚叫主公 在南郡城中高坐 宣德约 即将安戳 孔明约 只须如此如此 宣德大喜 只在江口屯渣 按兵不动 却说周瑜 鲁肃回寨 宿约 都督如何一许 玄德取南郡 于约 无谈指可得南郡 落得虚作人情 随问帐下将士 谁敢先取南郡 一人应声而出 乃蒋亲也 于约 汝为先锋 徐胜 丁凤为副将 拨五千精锐军马 先渡江 无随后引兵接应 且说曹仁在南郡 吩咐曹红手 宜林 以为脊脚之事 人报 无兵已渡汉江 人曰 坚守物战为上 肖将牛津 愤然禁曰 兵临城下而不出战 使窃也 旷无兵新败 正当重振锐气 某院界精兵五百 决意死战 人从之 令牛津 引五百军出战 丁凤纵马来影 约战四五河 凤诈败 牛津引军 追赶入阵 凤指挥众军 异果为牛津于阵中 金左右冲突 不能得出 曹仁在城上望景牛津 困在该心 遂披甲上马 引挥下 壮士数百几出城 奋力挥刀 杀入无阵 徐胜迎战 不能抵挡 曹仁杀到该心 救出牛津 回顾上有数十骑在镇 不能得出 岁腹翻身杀入 救出重围 正欲蒋亲拦路 曹仁与牛津奋力冲散 人帝曹纯 一引兵接应 混杀一阵 吴军败走 曹仁得胜而回 蒋亲兵败 回见周瑜 于怒欲斩之 众将告免 于己典兵 要亲与曹仁决战 甘宁曰 都督未可造次 今曹仁令曹红聚守仪陵 为己角之事 某愿以精兵三千 敬取仪陵 都督然后可取南郡 于福奇论 先叫甘宁领三千兵攻打仪陵 早有细作报之曹仁 仍与陈角商议 教曰 仪陵有失 南郡亦不可守矣 一速救治 人遂令曹纯与牛津暗地 引兵救曹红 曹纯先使人抱之曹红 令红出城诱敌 甘宁引兵至仪陵 红出与甘宁交锋 战友二世余和 红败走 宁夺了仪陵 至黄昏时 曹纯 牛津兵道 两下相合 围了仪陵 探马非报周瑜 说甘宁困于仪陵城中 于大京 成普曰 可及分兵救治 于曰 此地正当冲药之处 若分兵去救 躺曹人引兵来袭 奈何 于蒙曰 甘兴罢乃江东大将 岂可不救 于曰 无欲自往救之 但留何人在此 代当无任 蒙曰 留灵公祭当之 蒙为前驱 都督断后 不须时日 避奏凯歌 于曰 未知灵公祭 肯暂代无任否 灵统曰 若时日为期 可当之 时日之外 不胜其任意 于大喜 遂流兵万鱼 赋予灵统 即日起 大兵投仪陵来 蒙为余曰 仪陵南辟小路 取南郡即便 可差五百军 去砍倒树木 以断其路 彼军若败 必走此路 马不能行 必弃马而走 无可得其马也 于从之 拆军去弃 大兵将至遗陵 于问 谁可突围而入 已救甘宁 周太愿望 及时抄刀纵马 直杀入曹军之中 尽到城下 甘宁望见周太制 自出城营之 太言 都督自提兵制 宁传令交军 是严装宝石 准备内应 却说曹洪 曹淳 牛津闻周渔兵 将至 先使人往南郡报之曹人 一面奋兵拒敌 即吴兵至 曹兵迎之 笔即交锋 甘宁 周太分两路杀出 曹兵大乱 吴兵四下掩杀 曹洪 曹淳 牛津 果然投小路而走 却被乱债色道 马不能行 进阶弃马而走 吴兵得马 五百余匹 周渔驱兵星夜赶到南郡 正与曹仁军来救夷陵 两军接着 混战一场 天色已晚 各自收兵 曹仁回城中 与众商议 曹洪曰 穆金师的夷陵 是以危急 何不拆成相一记官之 一解此威 曹仁曰 汝言正合无异 遂拆书官之 大喜便传令 交五更造范 平民 大小军马 进阶弃乞城 城上便插京旗 虚张声势 军分三门而出 却说 周渔就出甘宁 陈兵于南郡城处 见曹兵分三门而出 于上江台观看 只见女墙边虚朔惊奇 无人守护 又见军事腰下个束缚包裹 于暗存 曹仁必先准备走路 岁下江台号令 分布两军为左右翼 如前军得胜 只顾向前追赶 直带鸣金 方许退步 命成浦都后军 于亲自引军取城 对阵鼓声响出 曹洪出马诺战 于自至门骑下 使寒当出马 与曹洪交锋 战到三十余河 洪败走 曹仁自出接战 周太纵马相迎 斗尸余河 人败走 阵势错乱 周渔辉两异军杀出 曹军大败 于自引军马 追至南郡城下 曹军接不入城 往西北面走 寒当周太尹前步 尽力追赶 于见城门大开 城上又无人 遂令众军抢城 数十骑当先而入 于在背后纵马加鞭 直入瓮城 陈脚在敌楼上 望见周渔亲自入城来 暗暗喝采道 丞相妙策如神 一声帮子响 两边弓弩齐发 势如咒语 争先入城的 都颠入陷坑内 周渔吉乐马回石 被一弩箭 正射中所住 翻身落马 牛津从城中杀出 来捉周渔 徐胜 丁凤二人 舍命救去 城中曹冰突出 无兵自相践踏 落欠坑者无数 城浦急收军使 曹仁 曹红 分兵两路杀回 无兵大败 幸得灵统 隐义军从此协力杀来 抵住曹冰 曹仁 隐得圣兵进城 城浦收 败军回寨 丁 徐二将救得周渔 到账中 唤行军医者 用铁钳子 拔出箭头 将金疮药敷衍 窗口 疼不可当 饮食俱废 医者曰 此箭头上有毒 急切不能全可 若怒气冲击 骑窗复发 城浦令三军谨守各寨 不许清出 三日后 牛津引军来诺战 城浦按兵不动 牛津骂之日暮方回 次日又来骂战 城浦恐于生气 不敢报之 第三日 牛津直至寨门外叫骂 声声 直到要捉周渝 城浦与众商议 欲暂且退兵 回见吴侯 却在理会 却说周渝虽患疮痛 心中自有主张 已知曹兵常来债钱叫骂 却不见众将来兵 一日 曹人自引大军 泪鼓呐喊 前来诺战 城浦拒住不出 周渝患仲将入仗问曰 何处鼓噪呐喊 众将曰 军中教掩士族 于怒曰 何欺我也 无一知曹兵常来债钱辱骂 承得谋计统掌兵权 何故作事 遂命人请成谱入仗问之 谱曰 无见攻紧病疮 医者言误触怒 故曹兵诺战 不敢报之 于曰 功等不战 逐亦若何 谱曰 众将接遇收兵 赞回江东 戴功见窗平复 在座屈处 于听罢 于床上愤然跃起跃 大丈夫既失君录 当死于战场 以马格果失还 姓也 岂可为我一人 而废国家大事乎 延弃 即披甲上马 诸军中将 无不害然 岁隐数百旗出营前 望见曹兵已不成阵势 曹人自立马于门旗下 扬边大骂曰 周瑜如子 撂臂横腰 再不敢正去我兵 骂游未决 于从群其内突然出约 曹人匹夫 见周狼佛 曹军看见 进阶惊骇 曹人回顾众将曰 可大骂之 众军历声大骂 周瑜大怒 使攀章出战 未及交锋 周瑜呼大叫一声 口中喷血 坠于马下 曹兵冲来 众将向前抵住 混战一场 救起周瑜 回到帐中 城朴问曰 都督贵体若何 于密魏谱曰 此无知即也 谱曰 即将安戳 于曰 无身本无甚痛楚 无所以为辞者 欲令曹兵之我并危 必然欺敌 可使心腹军士 去城中诈降 说无以死 今夜曹人必来结寨 吴却于四下埋伏已应之 则曹人可一鼓而勤也 城朴曰 此祭大庙 随旧杖下举起哀声 众军大惊 晋传言都督 剑窗大发而死 各债 晋皆挂笑 却说曹人在城中 与众商议 严州于怒气冲发 金窗崩裂 以致口中喷血 坠于马下 不久必亡 政论间 呼报 吴寨内有十数个军士来详 中间亦有二人 原是曹兵被掳过去的 曹人忙患入问之 军士曰 今日周于阵前金窗碎裂 归债即死 金中将皆以挂笑举哀 我等接受城朴之辱 故特归降 便报此事 曹人大喜 随即商议 今晚便去结寨 夺周于之师 斩其首级 送赴许都 陈角曰 此计肃行 不可迟悟 曹人遂令牛金为先锋 自为中军 曹红 曹纯为和后 只留陈角领些少军士守城 其余军兵尽请 出更后出城 竟投周于大寨 来到寨门 不见义人 但见虚插骑枪而已 轻之重计 急忙退军 四下炮声齐发 东边寒当 蒋青杀来 西边周太 潘张杀来 南边徐胜 丁凤杀来 北边陈武 吕蒙杀来 曹兵大败 三路军皆被冲散 首尾不能相救 曹人引十数旗杀出重围 正与曹红 随隐败残军马 一同奔走 杀到武庚 离南郡不远 一声鼓响 灵统又引一军拦住去路 截杀一阵 曹人引军刺邪而走 又欲甘宁大杀一阵 曹人不敢回南郡 镜头襄阳大路而行 吴军赶了一城 自回 周于 城朴收住重军 竟到南郡城下 见惊奇不满 敌楼上一将叫约 都督少罪 吴奉军师将令 已取城了 吴乃常山赵子龙也 周于大怒 便命攻城 城上乱箭设下 于命且回军商议 是甘宁引数千军马 竟取荆州 灵统引数千军马 竟取襄阳 然后却再取南郡为耻 正奋波间 忽然探马急来报说 诸葛亮自得了南郡 虽用兵符 星夜炸掉 荆州守城军马来救 却叫张飞洗了荆州 又一探马飞来报说 夏侯敦在襄阳 被诸葛亮 拆人积兵符 炸成曹人求救 又敦引兵出 却叫云长 洗取了襄阳 二处城池 全不费力 皆属留玄得矣 周瑜曰 诸葛亮怎的兵符 成谱曰 他拿住尘角 兵符自然尽数之矣 周瑜大叫一声 金虫蹦裂 正是 其军城池无我分 一场辛苦为谁忙 为之性命如何 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二回 诸葛亮至此鲁肃 赵子龙 寄取贵阳 却说 周瑜见孔明 袭了南郡 又闻他袭了京香 如何不弃 气伤剑窗 半赏方苏 众将再三劝解 于曰 若不杀诸葛村夫 怎惜我心中怨气 成德谋 可助我攻打南郡 定要夺还东吾 正义间 鲁肃治 于魏之曰 吾欲起兵与刘备 诸葛亮 共决雌雄 复夺城池 子敬幸助我 鲁肃曰 不可 方金与曹操相持 尚未分成败 主公献公合肥不下 不争自家互相吞并 躺曹兵成虚而来 其事威矣 旷刘玄德就曾与曹操相后 若逼得紧急 献了城池 一同攻打东吾 如之奈何 于 吾等用计策 损兵马 费钱粮 他去图县城 岂不可恨 肃曰 功金且耐 荣某亲见玄德 将礼来说他 若说不通 那时动兵未耻 诸将曰 子敬之言甚善 于是 鲁肃隐从者 敬头南郡来 到城下轿门 赵云出问 肃曰 我要见刘玄德 有话说 云答曰 吴主与君师 在荆州城中 肃岁不入南郡 敬本荆州 见荆旗整列 君荣甚盛 肃岸献曰 孔明真非常人也 君士暴入城中 说 卢子敬要见 孔明令大开城门 皆宿入雅 将礼弼分兵主而坐 查吧 诉曰 吴主吴侯 与都督攻锦 教某在三身一皇叔 前者 操饮百万之众 名下江南 时欲来图皇叔 幸得东吴 杀退曹兵 救了皇叔 所有荆州九郡 何当归于东吴 荆皇叔用诡计 夺占京香 使江东空吠 前梁军马 而皇叔安寿其力 孔于李未顺 孔明曰 子敬乃高明之事 何故意出此言 常言道 物必归主 京香九郡 非东吴之地 乃留景生之积业 吴主 顾景生之地也 景生虽亡 其此尚在 以书府之而取荆州 有何不可 肃曰 若果戏公子 刘其占据 尚有可解 荆公子在江夏 须不在这里 孔明曰 子敬遇见公子呼 便命左右 请公子出来 只见两从者 从屏风后 浮出刘其 其位肃曰曰 病驱不能失礼 子敬无罪 鲁肃吃了一惊 漠然无语 凉酒 言曰 公子若不在 便如何 孔明曰 公子在一日 守一日 若不在 别有商议 肃曰 若公子不在 须将城池还我东吴 孔明曰 子敬之言 是也 遂涉宴相待 宴霸 肃辞出城 连夜归债 拒言前世 于曰 刘其正青春年少 如何便得他死 这荆州何日的还 肃曰 都督放心 只在鲁肃身上 勿要讨荆香还东吴 于曰 子敬有何高见 肃曰 吴官刘其过于酒色 病入膏肓 现今面色雷兽 弃喘呻血 不过半年 其人必死 那时王取荆州 刘备须无得推顾 周瑜由自奋气未消 呼孙权前使治 于令请若 使曰 主公为合肥 泪战不结 特令都督收回大军 且步兵赴合肥相助 周瑜只得班师回柴桑养兵 令成土部领战船士族 来和肥厅孙权调用 却说刘玄德 自得荆州 南郡 襄阳 心中大喜 商议久远之计 呼见一人 上厅献策 誓之 乃一己也 玄德感其 旧日之恩 十分相敬 坐而问之 几月 要知荆州 久远之计 何不求贤士 以问之 玄德曰 贤士安在 即曰 京乡马氏 兄弟五人并有财名 幼者名肃 自幼长 其最贤者 眉间有白毛 明良 自济长 乡里为之宴曰 马氏五常 白眉最良 功何不求此人 而与之谋 玄德遂命请之 马良智 玄德幽理相待 请问保守京乡之策 梁曰 京乡四面寿 受敌之地 恐不可久守 可令公子 刘其于此养病 招遇旧人 以守之 就表奏公子 为荆州刺史 以安民心 然后南征武陵 长沙 贵阳 零零四郡 积收钱粮 已为根本 此久远之计也 玄德大喜 遂问 四郡当先取何郡 梁曰 湘江之西 零零最近 可先取之 次取武陵 然后湘江之东 取贵阳 长沙为后 玄德 四用马良为从事 一一级赴之 请孔明商 易送刘其 回襄阳 替云长 回荆州 便调兵 取零零 插张飞为先锋 赵云和后 孔明 玄德为中军 人马一万五千 刘云长守荆州 弥竹 刘峰守江陵 却说 玲玲太守 刘渡 文玄德军 马到来 乃与其子 刘贤商议 贤曰 父亲放心 他虽有张飞 赵云之勇 我本周上 将行道荣 力敌万人 可以抵对 刘渡 遂命刘贤 与行道荣 引兵万语 离城三十里 衣衫靠水下寨 判马报说 孔明自引义军到来 道荣便引军出战 两阵队员 道荣出马 首使开山大府 力声高叫 反贼安敢 亲我境界 只见队阵中 一蹴黄其出 其开处 推出一辆四轮车 车中端坐一人 头戴观金 身披荷场 手指与扇 用善招行道荣约 无乃南阳 诸葛孔明也 曹操引百万之众 被无聊师小记 杀得片甲不回 如等岂堪与我对立 我今来昭安如等 何不早降 道荣大笑约 赤壁敖兵 乃周郎之谋也 甘辱何事 赶来狂语 文大府 静奔孔明 孔明便回车 望阵中走 阵门复辟 道荣直冲杀过来 阵势击分两下而走 道荣遥望中央 一蹴黄其 料是孔明 乃指望黄其而赶 摸过山脚 黄其扎住 呼得中央分开 不见四轮车 只见一将挺毛月马 大喝一声 直取道荣 乃张义得也 道荣轮大府来迎 战不属和 气力不佳 拨马便走 义得随后赶来 喊声大阵 两下伏兵齐出 道荣射死冲过 前面一员大将 拦住去路 大叫 认得常山赵子龙否 道荣料敌不过 又无处奔走 只得下马请降 子龙父来寨中 见玄德 孔明 宣德 喝轿 斩首 孔明 极止之 问道荣曰 如若与我捉了流贤 便准你投降 道荣连声愿望 孔明 曰 你用何法捉他 道荣曰 军师若肯放某回去 某自有巧说 今晚军师调兵结寨 某为内应 胡捉流贤 献与军师 流贤祭秦 刘夺自详矣 玄德不信其言 孔明曰 行将军非谬言也 遂放到荣归 道荣得放回债 将前世时速流贤 贤曰 如之奈何 道荣曰 可将计就计 今夜将兵服于债外 债中虚利其番 待孔明来结债 就而勤之 流贤一计 当夜二更 果然有一标军到寨口 每人各带草把 一起放火 流贤 道荣两下杀来 放火军变退 流贤 道荣两军成事追赶 赶了十余里 军皆不见 流贤 道荣大惊 急回本寨 只见火光未灭 寨中突出一将 乃张义得也 流贤教道荣 不可入寨 却去解孔明寨 变了 于是复回军 走不实礼 赵云引一军 赐邪里杀出 一枪赐道荣于马下 流贤及拨马奔走 背后张飞赶来 活捉过马 绑复见孔明 贤告曰 行道荣教某如此 实非本心也 孔明令氏其父 于衣穿了 赐酒押惊 教人送入城说服投降 如其不详 打破城池 满门尽诛 流贤回灵灵 见父刘渡 背数孔明之德 劝赴投降 杜从之 遂于城上竖起将棋 大开城门 鸡棚印寿出城 镜头玄德 大债纳乡 孔明教刘渡 仍为郡守 其子刘贤 赴荆州随军办事 玲玲宜郡居民 尽皆喜悦 玄德入城安府以臂 赏劳三军 乃问众将曰 玲玲宜娶了 贵阳郡何人敢娶 赵云应曰 某愿亡 张飞愤然出曰 非亦愿亡 二人相争 孔明曰 忠视子龙先应 只叫子龙去 张飞不服 定要去取 孔明教念烟 念着的便去 又是子龙念着 张飞怒曰 我并不要人相帮 只独领三千军去 闻取城池 赵云曰 某也只领三千军去 如不得成 愿受军令 孔明大喜 择了军令状 选三千精兵赴赵云去 张飞不服 玄德赫退 赵云领了三千人马 竟往贵阳进发 早有探马报之 贵阳太守赵范 范集聚重商议 管军校尉陈英 暴龙愿领兵出战 原来二人 都是贵阳领山乡猎户出身 陈英会使飞叉 暴龙曾射杀双虎 二人自是永利 乃对赵范月 刘备若来 某二人愿为前部 赵范月 我闻刘玄德乃大汉皇叔 更坚孔明多谋 官张极勇 金领兵来的赵子龙 在当阳长板百万军中 如入无人之境 我贵阳能有多少人马 不可迎敌 只可投降 应曰 谋请出战 若勤不得赵云 那时任太守 投降不迟 赵范傲不过 只得应运 陈英领三千人马 出城迎敌 早望见赵云领军来到 陈英列成阵势 飞马 辍差而出 赵云挺枪出马 则骂陈英曰 吴主刘玄德乃刘景生之地 金府公子刘齐 统领荆州 特来府民 如何敢赢敌 陈英骂曰 我等指伏曹丞相 启顺刘备 赵云大怒 挺枪骤马 直取陈英 英年差来营 两马相交 站到四五合 陈英料敌不过 拨马便走 赵云追赶 陈英回顾赵云马来相近 用飞叉智取 被赵云接住 回至陈英 应急躲过 云马早到 将陈英活捉过马 置于地下 何君是绑父回寨 拜君四散奔走 云入寨 赤陈英曰 量辱安敢敌我 我今不杀辱 放辱回去 说与赵范 早来投降 陈英谢罪 抱头鼠窜 回到城中 对赵范禁言其事 范月 我本欲想 辱强要战 已至如此 遂赤退陈英 鸡捧应寿 饮食数其出 城头大寨纳乡 云出寨迎接 带以宾礼 至酒共饮 纳了应寿 酒之数询 范月 将军姓赵 某义姓赵 五百年前 何时已嫁 将军乃真定人 某一真定人 又是同乡 躺得不弃 结为兄弟 实为万幸 云大喜 各续年更 云与范同年 云长范四个月 范遂拜云为兄 二人同乡 同年 又同姓 十分相得 至晚习散 范此回城 次日 范请云入城安民 云教军事修动 只待五十旗随入城中 居民直相扶道而戒 云安民已闭 赵范邀请入衙饮宴 酒至半憨 范妇邀云入后堂深处 洗斩耕着 云饮危罪 范妇请出一妇人 云把酒 子龙见妇人身穿稿素 有倾国倾城之色 乃问范曰 此何人也 范曰 家扫凡事也 子龙改容敬之 凡事拔斩臂 范令就坐 云辞谢 凡事辞归后堂 云曰 贤帝何必凡令扫举杯也 范小曰 中间有个缘故 起凶物足 先凶器事已三载 家扫寡居 终非了局 地长劝其改嫁 扫曰 若得三剑是坚权之人 我方驾之 第一要文武双全 名闻天下 第二要相貌堂堂 威仪出众 第三要与家凶同性 你到天下那得有这般凑巧的 金尊凶堂堂仪表 明镇四海 又与家凶同性 正合家扫所言 若不嫌家扫茂陋 愿陪嫁资 与将军为妻 劫累事至亲 如何 云文言大怒而起 历声曰 无济于汝结为兄弟 如扫及无扫也 岂可作此乱人 轮之适乎 赵范修惨满面 答曰 我好意相待 如何这般无礼 岁目是左右 有向害之意 云已决 一拳打倒赵范 进出府门 上马出城去了 范结换陈英 暴龙商议 应曰 这人发怒去了 之所以与他厮杀 范曰 但恐赢他不得 暴龙曰 我两个诈祥在他军中 太守却引兵来诺战 我二人就镇上秦枝 陈英曰 必须带些人马 龙曰 五百七足矣 当夜 二人引五百军 敬奔赵云寨来投降 云以心之奇诈 遂教换入 二将到账下 说 赵藩于用美人记转将军 只等将军醉了 浮入后堂谋杀 将头去曹城相处献功 如此不忍 某二人见将军怒出 必连累于某 因此投降 赵云扬喜 至久与二人痛饮 二人大醉 云乃赋于帐中 勤其手下人问之 果是诈祥 云换五百军入 各自九十 传令约 要害我者 陈英 暴龙也 不干众人之事 如等听无行计 借有众赏 众军败谢 江湘将臣 豹二人当时斩了 却叫五百军引路 云引一千军在后 连夜到贵阳城下叫门 城上听时 说臣 豹二将军杀了赵云回军 请太守商议事务 城上将火照砍 果是自家军马 赵范急忙出城 云喝左右桌下 遂入城 安抚百姓已定 非报玄德 玄德与孔明亲父贵阳 云迎接入城 推赵范于阶下 孔明问之 范备言以扫许嫁之事 孔明为云曰 此一美事 功何如此 云曰 赵范既与某结为兄弟 今若娶其嫂惹人唾骂 一也 其父再嫁 史诗大结 二也 赵范出嫁 其心难策 三也 主公心定江汉 枕袭未安 云安敢以妇人而废主公之大事 宣德约 今日大事已定 予如取之 若何 云无 天下女子不少 但恐名誉不利 何患无妻子乎 宣德约 子龙真丈夫也 遂是赵范 仍令为贵阳太守 重赏赵云 张飞大叫约 偏子龙干德功 偏我是无用之人 只拨三千军 与我去取武陵郡 活捉太守 金悬来献 孔明大喜约 义德要去布房 但要一一见事 正是 军师决胜多其策 将士争先立战功 为之孔明说出那一件事来 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三回 关云长义士黄汉生 孙仲谋大战张文远 却说孔明为张飞跃 前者子龙取贵阳俊时 则下军令状而去 今日义德要取武陵 必须也择下军令状 放克领兵去 张飞遂立军令状 欣然领三千军 星夜投武陵戒上来 金悬厅的张飞引兵道 乃吉将校 整点精兵器械 出城迎敌 从事拱之剑约 刘璇德乃大汉皇叔 仁义不于天下 加之张义德骁勇非常 不可迎敌不如纳祥为上 金悬大怒约 如玉与贼通连围内遍业 赫令武士推出展之 仲官皆告约 先斩家人 于君不立 金悬乃赫退拱志 自率兵出 离城二十里 正迎张飞 飞艇毛利马 大赫金悬 悬问部将 谁敢出战 众皆畏惧 莫敢向前 玄自咒马 五刀迎之 张飞大喝一声 浑如巨雷 金悬失色 不敢交锋 拨马便走 飞引众军 随后掩杀 金悬走至城边 城上乱剑射下 玄京是之 剑拱致力于城上约 辱不顺天时 自取败王 无与百姓 自详留矣 颜未必 一剑射中金悬面门 坠于马下 君是割头险张飞 拱志出城纳祥 飞就令拱志鸡印寿 往贵阳见玄德 玄德大喜 遂令拱志带金悬之志 玄德亲至武陵安民币 池书报云长 颜亦得 子龙各得一郡 云长乃回书上请约 文长杀上未取 如兄长不以地位不才 教官某干这件功劳甚好 玄德大喜 遂叫张飞星夜去替云长守荆州 令云长来取长沙 云长既至 入见玄德 孔明 孔明曰 子龙取贵阳 云德取武陵 都是三千军去 今长沙太守韩玄 故不足道 只是他有一员大将 乃南洋人 姓黄 明忠 自汉生 是刘表帐下中郎将 与刘表支支刘盘 共守长沙 后是韩玄 虽今年近六旬 却又万夫不当之勇 不可清敌 云长去 必须多代军马 云长曰 军师何故长别人锐气 灭自己威风 量亿老族 何族道哉 关某不需用三千军 只削本部下五百名孝刀手 决定斩黄中 韩玄之手 献来麾下 玄德苦党 云长不一 只领五百教刀手而去 孔明卫玄德曰 云长轻敌黄中 直恐有失 主公当网接应 玄德从之 随后引兵望长沙进发 却说长沙太守韩玄 平生性急 轻于杀戮 众皆勿之 事实听之云长军道 便换老将黄中商议 终于 不需主公忧虑 凭某这口刀 这张公一千个来 一千个死 原来黄中能开二十利之功 百发百中 颜未必 接下一人应声而出约 不需老将军出战 只就某手中定活捉官某 韩玄是之 乃管军孝魏阳陵 寒玄大喜 遂令杨陵引军一千 飞奔出城 约行五十里 望见尘头起楚 云长军马早到 阳陵挺将出马 立于阵前马战 云长大怒 更不打话 飞马五刀 直取杨陵 领挺枪来迎 不三合 云长手起刀落 砍阳陵于马下 追杀败兵直至城下 寒玄闻之大惊 便叫黄忠出马 玄自来城上观看 忠提刀纵马 引五百骑兵飞过吊桥 云长建议老将出马 知识黄忠 把五百孝刀手 一字摆开 横刀立马而问约 来将莫非黄忠否 忠约 既知我明 焉敢犯我净 云长约 特来取儒首级 严霸 两马交锋 斗一百余和 不分胜负 寒玄恐黄忠有师 明金收军 黄忠收军入城 云长也退军 离城十里下寨 心中暗存 老将黄忠 名不虚传 斗一百合 全无破绽 来日必用拖刀计 被砍赢之 次日早饭必 又来城下诺战 寒玄坐在城上 叫黄忠出马 忠隐数百机杀过吊桥 再与云长交马 右斗五六十和 胜负不分 两军齐声喝彩 鼓声正极时 云长拨马便走 黄忠赶来 云长方欲用刀砍去 忽听得脑后一声响 急回头看时 见黄忠被战马前尸 掀在地下 云长急回马 双手举刀猛赫 曰 我且饶你性命 快换马来厮杀 黄忠急提起马蹄 飞身上马 气入城中 玄京问之 终于 此马久不上阵 故有此事 玄约 如箭百发百中 何不设之 终于 来日再战 必然诈败 又到吊桥边设之 玄以自己所成 一匹青马与黄忠 忠败谢而退 寻死 难得云长如此义气 他不忍杀害我 我又安忍设他 若不设 又恐为了将领 事业愁愁未定 次日天晓 人报云长诺战 终领兵出城 云长两日战黄忠不下 十分焦躁 抖擞微风 雨中骄马 战不到三十余河 终诈败 云长赶来 终想昨日不杀之恩 不忍辩设 带住刀 把弓虚拽闲响 云长急闪 却不见见 云长又赶 忠有虚拽 云长急闪 又无见 直到黄忠不会设 放行赶来 将近吊桥 黄忠在桥上搭建开弓 闲想见到 正设在云长 窥阴根上 前面军奇声寒起 云长吃了一惊 待见回寨 方知黄忠有百步穿扬之能 今日只设窥阴 正是报昨日不杀之恩也 云长领兵而退 黄忠回到城上来见寒玄 玄便喝左右桌下黄忠 忠教曰 无罪 玄大怒曰 我看了三日 如敢欺我 如前日不立战 必有私心 昨日马施 他不杀乳 必有关通 今日两番虚拽弓弦 第三剑却只设他亏鹰 如何不是外通内敛 若不斩辱 必为后患 贺令刀俯首 推下城门外斩之 众将预告 玄曰 但告免黄忠者 便是同情 刚推到门外 恰欲举刀 忽然一将挥刀杀入 砍死刀手 救起黄忠 大叫曰 黄汉生乃长沙之宝藏 金沙汉生 是沙长沙百姓也 韩玄残暴不仁 清闲慢事 当众供给之愿 随我者便来 众是其人 面如众枣 目若朗星 乃一阳人未言也 自襄阳赶留 玄德不着 来头韩玄 玄怪其傲慢少礼 不肯重用 故屈臣于此 当日旧下黄忠 叫百姓同杀韩玄 坦逼一呼 相从者数百余人 黄忠拦当不住 未言之杀上城头 一刀砍寒玄为两断 提头上马 引百姓出城 投拜云长 云长大喜 岁入城 安抚已毙 请黄忠相见 中托并不出 云长即使人去请玄德 孔明 却说玄德自云长来取长沙 与孔明随后催促人马接应 正行间轻其倒卷 一押自北南非 连叫三声而去 宣德约 此应何祸福 孔明就马上秀战一刻 约 长沙郡已得 又主得大将 武士后定见分晓 烧情 建议小孝飞报前来 说官将军已得长沙郡 降降黄忠 未言 专等主公道比 玄德大喜 岁入长沙 云长接入厅上 拒言黄忠之事 玄德乃亲往黄忠家相请 中方出将 求葬韩玄时守于长沙之东 后人有诗赞黄忠曰 将军气概与天参 白发油然困汉男 至死甘心无愿望 临降低手上怀惨 宝刀灿雪张神勇 铁骑临风已战续 千古高明英不敏 长随孤月照相谈 玄德代皇忠甚厚 云长引魏言来见 孔明鹤令刀俯首 推下斩之 玄德经问孔明月 魏言乃有功无罪之人 君师何故欲杀之 孔明曰 拾其路而杀其主 是不忠也 拘其土而献其地 是不亦也 吴官魏言脑后有反骨 久后必反 故先斩之 以绝祸根 宣德曰 若斩此人 恐降者人人自危 望君师数之 孔明指魏言曰 无今饶辱性命 如可尽忠报主 勿生一心 弱生一心 我好歹取如首吉 魏言诺诺连声而退 黄忠建刘表之刘盘 现在优县贤居 玄德取回 教掌长长沙郡 四郡已平 玄德班师回荆州 改由江口为公安 自此前两广盛 贤士归之 将军马四散 屯于爱口 却说周瑜自回 柴桑养兵 令甘宁守八陵郡 令陵桶守汉阳郡 二处分部战船 听后调解 成朴引其余将士 投河肥献来 原来 孙权自从赤壁 熬兵之后 久在河肥 与曹兵交锋 大小石余战 未决胜负 不敢逼城下战 离城五十里屯兵 文成朴兵道 孙权大喜 亲自出营劳军 任暴卢子敬先至 权乃下马力带至 肃慌忙滚安下马失礼 众将剑权如此怠肃 皆大惊义 权请肃上马 并配而行 密卫曰 孤下马相迎 足显攻否 肃曰 未也 权曰 然则何如而后为显业 肃曰 愿民工威德 驾驭四海 总阔九州 克成地业 使肃明书主博 使为嫌疑 全府长大笑 同志帐中 大赦隐验 犒劳敖兵将士 商议破合肥之策 呼报张辽差人来下战书 全差书关闭 大怒曰 张辽岂无太甚 汝文成朴君来 故意使人诺战 来日无不用新军覆敌 看我大战一场 传令当夜五更 三军出寨 望合肥进发 尘时左右 军马行至半途 曹兵已到 两边不成阵势 孙权金盔金甲 披挂出马 左宋谦 右甲华 二将使方天化己 两边护卫 三通古坝 曹军镇中 门起两开 三元将全装灌带 立于镇前 中央张辽 左边离点 右边越近 张辽纵马当先 专诺孙权决战 全辍枪欲自战 镇门中一将 挺枪骤马早出 乃太使此也 张辽挥刀来营 两将战有七八十和 不分胜负 曹镇上离点 未越近越 对面金盔者 孙权也 若捉得孙权 足可与八十三万大军报仇 说由未了 乐金一骑马 一口刀 从此携礼 敬取孙权 如一道电光 飞至面前 手起刀落 宋谦 甲华吉将划几遮架 刀到处 两只几齐断 只将几杆 往马头上打 越近回马 宋谦辍军 是手中枪赶来 离点搭上剑 望宋谦心窝里 便射 应嫌落马 太使辞剑 背后 有人跺马 弃鹊张辽 望本阵便回 张辽成事 掩杀过来 无兵大乱 四散奔走 张辽望见孙权 骤马赶来 看看赶上 此携礼 撞出一军 为首大将 乃成谱也 截杀一阵 救了孙权 张辽收军 自回合肥 成谱保 孙权归大寨 拜君陆陆续回迎 孙权因 剑舌了宋谦 放声大哭 掌使张鸿曰 主公是盛壮之气 轻视大敌 三军之众 莫不寒心 即使斩将千骑 威震将场 以偏将之刃 非主公所遗言 愿意奔 玉之勇 怀王霸之计 且今日 宋谦死于封敌之下 皆主公轻敌之故 今后妾以保障 全曰 事孤之过也 从今当改之 少请 太史辞入障 言 某手下有义人 姓戈 明定 与张辽手下 杨马后曹氏弟兄 后曹被责怀怨 今晚使人报来 举火为号 刺杀张辽 以报送迁之仇 某情引兵为外影 全曰 戈定何在 太史辞曰 已混入和肥城中去了 某愿其五千兵去 诸葛锦曰 张辽多谋 恐有准备 不可造次 太史辞监 只要行 全因伤感送迁之死 即要报仇 遂令太史辞引兵五千 取为外影 却说 戈定乃太史辞相忍 当日砸在军中 随入和肥城 寻见杨马后曹 两个商议 戈定曰 我已使人报太史辞将军去了 今夜必来接应 你如何用事 后曹曰 此间离中军较远 夜间极不能进 只就草堆上放起一把火 你去前面叫反 城中兵乱 就离刺杀张辽 于君子走也 戈定曰 此祭大庙 事业张辽得胜回城 赏劳三军 传令不许结甲诉税 左右曰 今日全盛 无兵远顿 将军何不卸甲安息 辽曰 非也 唯将之道 勿以胜为喜 勿以败为忧 躺无兵度我无备 乘须攻击 何以应之 今夜防备 当比美业更加谨慎 说由未了 后寨火起 一片声叫反 抱着如马 张辽出帐上马 换亲从将校十数人 当道而立 左右曰 喊声甚急 可往官之 辽曰 岂有一成皆反者 此事造反之人 故京军事尔 如乱者先斩 无疑时 离点情歌定 并后曹志 辽寻得其情 立斩于马前 只听得城门外 鸣罗击鼓 喊声大震 辽曰 此事无兵外应 可就计破之 便令人于城门内 放起一把火 中阶叫反 大开城门 放下吊桥 太使此见城门大开 直到那边 挺枪纵马陷入 城上一声炮响 乱剑射下 太使此击退 身中鼠剑 背后离点 乐尽杀出 无兵舍其大半 城市只赶到债钱 陆迅 董西杀出 救了太使此 曹兵自毁 孙权见太使此身带重伤 愈加伤感 张昭请权罢兵 权从之 遂收兵下船 回南徐润州 笔集囤铸军马 太使此病重 权使张昭等问安 太使此大教约 大丈夫生于乱世 当代三尺剑 力不适之功 今所知未遂 奈何死乎 延弃而亡 年四十一岁 后人有诗赞悦 使之权忠孝 东来太使此 姓名昭远塞 攻马镇雄师 北海筹恩日 神庭憨战时 林中言壮志 千古共皆字 孙权闻此死 伤道不已 命后葬于南徐 北顾山下 养其子太使 亨于府中 却说玄德 在荆州整顿军马 闻孙权 合肥兵败 以回南徐 与孔明商议 孔明曰 亮夜观星下 见西北有星坠地 必应折以皇族 正言间 忽抱公子 刘其并亡 玄德闻之 痛哭不已 孔明劝曰 生死分定 主公勿忧 恐伤贵体 切礼大事 可及差人 道比手欲城池 并料理葬事 玄德曰 谁可去 孔明曰 非云长不可 及时便叫云长 前去襄阳保守 玄德曰 今日刘其已死 东吴必来讨荆州 如何对答 孔明曰 若有人来 量自有言对答 过了半月 人报东吴鲁肃特来调丧 正是 先将祭祀安排定 只等东吴使命来 为知孔明如何对答 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四回 吴国太佛寺看新郎 刘皇叔 洞房 续家偶 却说孔明文鲁肃道 与玄德出城迎接 借道攻谢 相见弊 肃曰 主公文令执气势 特具薄礼 钱某前来致祭 周都督再三致意 刘皇叔 诸葛先生 玄德 孔明起身称谢 收了礼物 至酒相待 肃曰 前者皇叔有言 公子不在 极寒荆州 金公子已去世 必然见还 不时几时可以交割 玄德曰 公且饮酒 有一个商议 肃抢饰树杯 又开言相问 玄德未及回答 孔明变色曰 子敬好不通理 直须待人开口 自我高皇帝 斩舌起义 开机立业 传至于今 不幸兼雄并起 各具一方 少不得天道好还 富归正统 我主人乃中山静王之后 孝景皇帝玄孙 经皇上之书 岂不可分毛裂土 旷流景生乃我主之凶也 帝成凶也 有何不顺 如主乃前堂小吏之子 素无功德于朝廷 仅以势力 占据六郡八十一州 上子贪心不足 而予并吞汉土 流逝天下 我主姓流道无分 如主姓孙反要强征 且赤壁之战 我主多富勤劳 众将并皆用命 岂都市辱东吴之位 若非我借东南风 周郎安能斩半仇之功 江南一破 修说二桥 置于同雀宫 虽宫等家小 意义不能保 事来我主人不及答应者 以子敬乃高明之事 不待细说 何宫不察之甚也 一席话 说得卢子敬尖口无言 半赏乃曰 孔明之言 怕不由理 争奈鲁肃身上 甚是不便 孔明曰 有何不便处 夙曰 昔日皇叔当阳受难时 是夙引孔明渡江 见我主公 后来周公紧要新兵取荆州 又是夙挡住 只说代公子去世还荆州 又是夙丹城 金却不应前言 交鲁肃如何回复 我主与周公紧必然见罪 夙死不恨 只恐惹恼东吴 性动干戈 皇叔亦不能安坐荆州 空为天下耻孝儿 孔明曰 曹操同百万之众 动以天子为名 无意不以为意 起去周郎一小而乎 若孔先生面上不好看 我劝主人立旨文书 暂借荆州为本 待我主别徒的城池之时 便交付还东吴 此论如何 肃曰 孔明代夺得何处 还我荆州 孔明曰 中原即未可徒 西川流章安若 我主将徒之 若徒得西川 那时便还 肃无奈 只得听从 玄德亲笔写成文书一纸 压了字 宝人诸葛孔明 也压了字 孔明曰 量是皇叔这里人 难道自家作宝 樊子敬先生也压个字 回见吴侯也好看 肃曰 某只皇叔乃仁义之人 必不相付 遂压了字 收了文书 验霸辞回 玄德与孔明 送到船边 孔明主曰 子敬回见吴侯 善言深意 修生妄想 若不准我文书 我翻了面皮 连八十一周都多了 今只要两家和气 修教曹贼笑话 肃作别下船而回 先到柴桑郡见周瑜 余问曰 子敬讨荆周如何 肃曰 有文书在此 成语周瑜 于顿足曰 子敬中诸葛之谋也 名为芥蒂 时时混赖 他说取了西川便还 知他几时取西川 假如十年不得西川 十年不还 这等文书如何中用 你却与他作宝 他若不还时 必须连累足下 主公见罪奈何 肃文言 呆了半赏 曰 孔玄德不负我 于曰 子敬乃诚实人也 刘备枭雄之辈 诸葛亮奸华之徒 恐不似先生心地 肃曰 若此 如之奈何 于曰 子敬是我恩人 向昔日 只群相赠之情 如何不救你 你且宽心住树日 待江北叹戏的回 别有屈处 鲁肃 局疾不安 过了数日 细作回报 荆州城中 扬起步番 做好事 城外别间心坟 军事各挂校 于经问曰 没了圣人 细作曰 刘玄德 没了甘夫人 即日安排殡葬 于为鲁肃曰曰 无计诚意 使刘备束手救父 荆州 繁长可得 肃曰 即将安出 于曰 刘备丧妻 必将续取 主公有一妹 集其刚勇 势必数百 居长带刀 防中军 气百列变满 虽男子不及 我金尚书主公 叫人去荆州为美 说刘备来入赘 转到南徐 妻子不能勾得 优求在狱中 却使人去讨荆州 换刘备 等他交割了荆州城池 我别有主意 于子敬身上 虚无事也 鲁肃败谢 周瑜写了书城 选快传送鲁肃头男徐建孙权 先说借荆州一事 呈上文书 全曰 你却如此糊涂 这样文书 要他何用 素曰 周都督有书城在此 说用此计 可得荆州 全看毕 点头按喜 寻思谁人可去 猛然醒曰 非吕范不可 遂赵吕范至 未曰 禁闻留玄德丧父 无有一昧 欲昭坠玄德为婿 永结殷亲 童心破曹 以赴汉事 非子恒不可为媒 望及往荆州一眼 范领命 即日收拾船只 带数个从人 往荆州来 却说玄德 自没了甘夫人 昼夜烦恼 一日 正与孔明贤婿 人报东吴 差旅饭到来 孔明笑曰 此乃周瑜之计 必为荆州之故 亮指在屏风后前听 但有甚说话 主公都应成了 留来人在管一中歇 别做商议 玄德教请吕范入 礼必坐定 查罢 玄德问曰 子恒来 必有所欲 范曰 范靖文皇叔师偶 有一门好亲 故不避嫌 特来作媒 为之遵义若何 玄德曰 终年丧妻 大不幸也 骨肉未寒 安忍便亦亲 范曰 人若无妻 如乌无良 岂可忠道而废人伦 吴主吴侯 有一妹 美而闲 勘奉 几周 若两家共结秦 尽之好 则曹贼不敢正视东南也 此事家国两变 请皇叔勿疑 但我国太吴夫人 甚爱幼女 不肯远嫁 必求皇叔到东吴救婚 宣德约 此事吴侯之否 范曰 不先禀吴侯 如何敢造次来说 宣德约 吴年以半百 并法斑百 吴侯之妹 正当妙龄 恐非配偶 范曰 吴侯之妹 身虽女子 至于圣男儿 常言 若非天下英雄 无不适之 金皇叔明文四海 正所谓 淑女配君子 其以年齿上下乡贤乎 宣德约 宫且少留 来日回报 适日设宴相待 留于管舍 至晚 与孔明商议 孔明约 来一量已知道了 世间不易 得一大吉大利之杖 主公便可应允 先交孙前和吕范 回见吴侯 面须已定 择日便去就亲 宣德约 周瑜定计 遇害刘备 岂可以 深倾入危险之地 孔明大笑约 周瑜虽能用计 岂能出诸葛亮之料乎 略用小谋 使周瑜半仇不展 吴侯之妹 又属主公 荆周万无一失 宣德怀疑未绝 孔明竟教孙前往 江南说和亲事 孙前领了言语 与吕范同到江南 来见孙权 权曰 吴愿将小妹招坠玄德 并无一心 孙前拜谢 回荆州见玄德 言 吴侯庄后主公去结亲 玄德怀疑不敢往 孔明曰 吴已定下三条祭策 废子龙不可行也 遂唤赵云进前 富尔言曰 如宝主公入伍 当领此三个锦囊 囊中有三条妙计 依次而行 即将三个锦囊 云贴入收藏 孔明先使人往东吴 那了聘 一切完备 实践安十四年冬十月 玄德与赵长 孙前取快船十支 随行五百余人 离了荆州 前往南徐进发 荆州之事 皆听孔明才楚 玄德心中样样不安 到南徐州 传以报案 云曰 军师吩咐三条妙计 依次而行 今已到此 当先开第一个锦囊来看 于是开囊看了计策 便换五百随行军事 一一吩咐如此如此 众军领命而去 又教玄德先往见乔国老 那乔国老乃二乔之父 居于南徐 玄德千阳丹九 先往拜见 说吕范为美 娶夫人之事 随行五百军事 居披红挂彩 入南徐买办物件 传说玄德入坠东吴 城中人尽之其事 孙权之玄德已道 交吕范相待 且就管设安谢 却说乔国老既见玄德 便入见吴国太何喜 国太曰 有何喜事 乔国老曰 令爱以许刘玄德为夫人 今玄德已道 何故相瞒 国太经曰 老身不知此事 便使人请吴侯问虚实 一面先使人于城中探听 人皆回报 国有此事 女婿已在管议安歇 五百随行军事都在城中买珠洋果品 准备成亲 做媒的女家是吕范 男家是孙前 聚在管议中相待 国太吃了一惊 少请孙权入后堂见母亲 国太垂胸大哭 权曰 母亲何故烦恼 国太曰 你知如此将我看成得如无物 我姐姐临危之时 吩咐你什么话来 孙权施经曰 母亲有话明说 何苦如此 国太曰 男大虚婚 女大虚嫁 古今常礼 我为你母亲 是当禀命于我 你朝留玄德为序 如何瞒我 女儿虚是我的 全吃了一惊 问曰 那里得这话来 国太曰 若要不知 除非莫为 满城百姓 那一个不知 你倒瞒我 乔国老曰 老夫已知多日了 金特来贺喜 全曰 非也 此时周瑜之计 因要去荆州 故将此为名 赚刘备来 拘求在此 要他把荆州来换 若其不从 先斩刘备 此时计策 非时一眼 国太大怒 骂周瑜 曰 如作六郡八十一州 大都督 直嫩无条计策 去取荆州 却将我女儿为名 使美人计 杀了刘备 我女便是望门寡 明日再怎地说亲 虚误了我女儿一事 你们好坐坐 乔国老约 若用此计 便得荆州 也被天下人耻笑 此事如何行的 说得孙权 默然无语 国太不住口地骂周瑜 乔国老劝约 事已如此 刘皇叔乃汉氏宗亲 不如真个招他为序 免得出丑 劝约 年纪恐不相当 国老约 刘皇叔乃当时豪杰 若招得这个女婿 也不辱了令妹 国太曰 我不曾认得刘皇叔 明日曰在甘露寺相见 如不忠我义 认从你们行事 若忠我的义 我自把女儿嫁他 孙权乃大孝之人 见母亲如此言语 随即应成 除外患吕范 吩咐来日甘露寺方丈设宴 国太要见刘备 吕范曰 何不令甲华不领 三百刀俯首 服于两郎 若国太不喜时 一生好举 两边其出 将他拿下 全遂换甲华 吩咐预先准备 只看国太举动 却说乔国老辞 吴国太规 使人去报玄德 言 来日吴侯 国太亲自要见 好生在意 玄德与孙前 赵云商议 云曰 来日此会 多凶少吉 云自引五百军保护 此日 吴国太 乔国老先在甘露四方丈里坐定 孙权 引一般谋士 随后兜道 却叫吕范来管一中请玄德 玄德那批戏凯 外穿棉袍 从人背剑紧随 上马头甘露四来 赵云全装灌带 引五百军随行 来到寺前下马 先见孙权 全官玄德仪表非凡 心中有畏惧之意 二人叙礼毕 岁入方丈见国太 国太见了玄德 大喜为乔国老曰 真无序也 国老曰 玄德有龙凤之姿 天日之表 更坚人德不于天下 国太得此家序 真可庆也 玄德拜谢 贡宴于方丈之中 少客 子龙待见而入 立于玄德之策 国太问曰 此事何人 玄德答曰 常山赵子龙也 国太曰 莫非当阳 长板抱 恶斗者呼 玄德曰 然 国太曰 真将军也 岁次已久 赵云为玄德曰 却才某于廊下巡视 剑房内有刀俯手埋伏 必无好意 可告知国太 玄德乃贵于国太席前 弃而告曰 若杀刘备 就此请诸 国太曰 何出此言 玄德曰 狼下按扶刀扶手 非杀备而合 国太大怒 则骂孙权 今日玄德既为我絮 即我之而女也 何故扶刀扶手于狼下 权推不知 患吕范吻之 范推甲华 国太患甲华则骂 华莫然无言 国太贺令斩之 玄德告曰 若斩大将 于亲不利 被南九居西下矣 乔国老也相劝 国太方斥退甲华 刀俯手接抱头 鼠窜而去 玄德更衣出殿前 剑亭下有一十块 玄德把从者所配之剑 仰天驻曰 若刘备能勾回荆州 成王霸之夜 以剑挥尸为两段 如死于此地 剑堕尸不开 盐气 手起剑落 火光蹦剑 砍尸为两段 孙权在后面看见 问曰 玄德公如何恨此时 玄德约 被年近五旬 不能为国家搅出贼党 心肠自恨 金盟国太昭为女婿 此平生之际欲也 恰才问天买卦 如破曹星汉 砍断此时 竟果然如此 全暗司 刘备莫非用此言瞒我 一撤剑为玄德约 无意问天买卦 若破得曹贼 异一段此时 却暗暗注告约 若再取得荆州 兴望东吴 砍石为两半 手起剑落 巨石一开 至今有十字文 恨石尚存 后人观此圣祭 坐施赞约 宝剑落石山时段 金环响出火光声 两朝旺气皆天数 从此乾坤鼎足成 二人弃剑 相邪入席 又隐述寻 孙前牧师玄德 玄德辞曰 备不胜久力 告退 孙权送出寺前 二人并立 管江山之景 玄德曰 此乃天下第一江山也 至今甘露寺排上云 天下第一江山 后人有诗赞约 江山雨季雍青罗 境界无忧乐最多 昔日英雄宁目处 岩崖依旧抵风波 二人共懒之刺 江风浩荡 红波滚雪 白浪先天 忽见波上一叶小舟 行于江面上 如行平地 玄德探约 男人驾船 北人乘马 信有之也 孙权文言自私曰 刘备此言 戏我不惯成马耳 乃令左右牵过马来 飞身上马 持咒下山 附加宾上领 校尾玄德曰 男人不能成马乎 玄德文言 撩依一跃 跃上马背 飞走下山 赴驰骋而上 二人立马于山坡之上 扬边大笑 至今此处名为驻马坡 后人有诗约 池骤龙居其盖多 二人并配往山河 东无西蜀城王坝 千古游存驻马坡 当日二人并配而回 南徐之民 无不称赫 玄德自回管义 与孙前商议 签约 主公只是哀求 乔国老 早早必因 免生别事 次日 玄德复制 乔国老宅前下马 国老接入 礼帝 查罢 玄德告曰 江左之人 多有要害刘备者 恐不能久居 国老曰 玄德宽心 无为公告国泰 另坐护持 玄德败谢自回 乔国老入建国泰 严玄德恐人谋害 急急要回 国泰大怒约 我的女婿 谁敢害她 及时便交搬入书院赞助 择日必因 玄德自入告国泰约 只恐赵云在外不便 军事无人约束 国泰教尽搬入府中安歇 秀留在管义中 免得生事 玄德暗血 数日之内 大牌延会 孙夫人与玄德结亲 至晚客散 两行红聚 皆引玄德入房 灯光之下 弹剑枪刀促满 是必皆配剑玄刀 利于两磅 得玄德魂不附体 正是 惊看侍女横刀利 一是东吴射伏兵 毕竟是何缘故 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五回 玄德至姬孙夫人 孔明二气周公解 却说 玄德见孙夫人房中 两边枪刀森裂 是必皆配剑 不觉失色 管家颇禁曰 贵人修得京剧 夫人自幼好官武士 居长令士比 姬见为乐 故而如此 玄德曰 非夫人所观之事 无甚心寒 可命赞去 管家婆 禀赴孙夫人曰 房中百列兵器 交客不安 今且去之 孙夫人笑曰 厮杀半生 尚聚兵器虎 命禁撤去 令士比解剑服侍 当夜玄德 与孙夫人成亲 两情欢恰 玄德又将金箔散给士比 以买其心 先交孙前回 荆州报喜 自此连日饮酒 国泰十分爱静 却说孙权差人来柴桑郡报周瑜 说 我母亲立主 已将吴媚嫁刘备 不想弄假成真 此事含妇如何 于文大经 行作不安 乃思一记 修秘书赴来人 迟回见孙权 全差书逝之 书略于 于所谋之事 不想反复如此 既已弄假成真 又荡就此用戒 刘备以枭雄之姿 有官 张 赵云之将 更兼诸葛用谋 必非九屈人下者 于亦莫如软困之于无中 胜为助攻士 以丧其心志 多颂美色完好 以于其耳目 十分开观 张之情 隔远诸葛之气 各之一方 然后以兵积之 大势可定义 今若纵之 恐蛟龙的云语 终非池中物也 愿明东 熟思之 孙权看壁 以书氏张昭 昭曰 功锦之谋 正何于义 刘备起身微墨 奔走天下 未尝受享富贵 今若以华唐大厦 子女金箔 另笔享用 自然疏远孔明 官 张等 使彼各生愿望 然后荆州可吐也 主公可依宫谨之计 而塑行之 全大喜 即日修正东府 广摘花木 承设弃用 请玄德与妹居住 又增女乐数十余人 并金玉锦起完好职务 国太指道 孙权好意 喜不自胜 玄德果然被声色所谜 全不想回荆州 却说赵云与五百军在东府前驻 终日无事 只去城外射箭走马 看看年终 云蒙省 孔明吩咐三个锦囊于我 教我一道南徐 开第一个 诸到年终 开第二个 临到危急无路之时 开第三个 于内有神出鬼没之计 可保主公回家 此时岁已将中 主公贪恋女色 并不见面 何不拆开第二个锦囊 看己而行 岁拆开试制 原来如此神策 即日进到府堂 要见玄德 势必报约 赵子龙有紧急事来报贵人 玄德患入问之 云阳作诗经之状约 主公身居化堂 不享荆州夜 玄德约 有甚是如此精怪 云约 今早孔明使人来报 说曹操要报 赤壁敖兵之恨 其精兵五十万 杀本荆州 甚是危急 请主公辩回 玄德约 必须与夫人商议 云约 若和夫人商议 必不肯交主公回 不如修说 今晚便好启程 持则务事 玄德约 你且暂退 我自有道理 云故意催逼数番而出 玄德入见孙夫人 暗暗垂泪 孙夫人约 丈夫何故烦恼 玄德约 念悲一身飘荡一香 生不能侍奉二亲 又不能祭祀宗族 乃大逆不孝也 金碎淡在耳 使被一样不已 孙夫人曰 你修满我 我已听之了也 方才赵子龙报说 荆州危急 你欲还乡 故推此意 玄德贵儿告曰 夫人既知 备安敢相瞒 备欲不去 使荆州有失 被天下人耻笑 欲去 又舍不得夫人 因此烦恼 夫人曰 妾以弑君 任君所知 妾当相随 宣德曰 夫人之心 虽则如此 争耐国太语 吴侯安肯容夫人去 夫人若可怜刘备 暂时辞别 言必 泪如雨下 孙夫人劝曰 丈夫休得烦恼 妾当苦告母亲 必放妾与君同去 宣德约 纵然国太肯时 吴侯必然阻挡 孙夫人沉吟良久 乃约 妾与君正诞拜贺时 推称江边祭祖 不告而去 若何 宣德又贵而谢约 若如此生死难忘 切勿露谢 两个商议已定 宣德密换赵云吩咐 正诞日 你先引君士出城 于官道等候 吴推济祖 与夫人同走 云领诺 建安十五年春正月元旦 吴侯大会文武于堂上 玄德与孙夫人入败国泰 孙夫人曰 夫主向父母宗祖坟墓 聚在捉郡 昼夜伤感不已 今日欲往江边 望北遥寂 虚告母亲得知 国泰曰 此孝道也 岂有不从 汝虽不识旧姑 可同辱夫前去祭拜 亦见为父之礼 孙夫人同玄德 拜谢而出 此时只瞒着孙权 夫人乘车 只待随身 一应戏软 玄德上马 引述其跟随出城 与赵云相会 五百军士前哲后拥 离了南徐 暂成而行 当日 孙权大罪 左右进士服入后堂 文武皆散 笔及众官探得玄德 夫人头顿之时 天色已晚 要报孙权 全罪不行 急至睡觉 以示武更 次日 孙权文之 走了玄德 急换文武商议 张昭曰 今日走了此人 早晚必生霍乱 可急追之 孙权令陈武 潘张 选五百精兵 无分昼夜 勿要赶上拿回 二将领命去了 孙权深恨玄德 将岸上玉燕 衰为粉碎 程浦曰 主公空有冲天之怒 谋料陈武 潘张 必擒此人不得 全曰 燕敢为我令 浦曰 郡主自幼好官武士 言议刚正 诸将接据 既然肯顺刘备 必同心而去 所追之将 若见郡主 岂肯下手 全大怒 车所配之剑 换蒋亲 周太听令 约 如二人将这口剑 去取吴魅 并留背头来 为令者立斩 蒋亲 周太领命 随后引一千军赶来 却说 玄德加鞭纵陪 攒成而行 当夜余路 暂些两个更次 慌忙起行 看看来到 柴桑借手 望见后面 尘头大起 人报 追兵至矣 玄德慌问赵云曰 追兵济制 如之奈何 赵云曰 主攻先行 某愿当后 转过前面山脚 一标军马 拦住去路 当先两员大将 力声高叫曰 刘备早早下马受负 无奉周都督将领 守候多时 原来周瑜 孔玄德走脱 先使徐胜 丁凤尹三千军马 于冲耀之处 扎营等候 时常令人登高遥望 料得玄德 若投汗路 必经此道而过 当日 徐胜 丁凤了望得 玄德一行人道 葛挫兵器 劫住去路 玄德惊慌乐回 马问赵云曰 前有拦截之兵 后有追赶之兵 前后无路 如之奈何 云曰 主公修荒 军师有三条妙计 多在锦囊之中 一拆了两个 并皆应验 今上有第三个在此 吩咐遇危难之时 方可拆看 今日危急 当拆官之 便将锦囊拆开 献与玄德 玄德看了 即来车前 弃告孙夫人曰 备有心腹之言 至此尽当时速 夫人曰 丈夫有何言语 时对我说 宣德曰 昔日吴侯与周瑜同谋 将夫人招架刘备 时非为夫人计 乃欲忧困刘备 而夺荆州尔 夺了荆州 必将杀备 是以夫人为香尔 而调备也 备不拒万死而来 盖之夫人 有男子之胸襟 必能连备 昨闻吴侯将遇加害 故托荆州有难 以图归继 幸得夫人不弃 同志于此 今吴侯又令人 再后追赶 周瑜又使人 于前结住 非夫人莫结此祸 如夫人不允 被请死于车前 以报夫人之德 夫人怒悦 吴兄既不以我为亲骨肉 我有何面目 众向见乎 今日之威 我当自解 于是 赤丛人推车直出 卷起车帘 亲贺徐胜 丁凤曰 你二人欲造反耶 徐 丁二将荒芒下马 弃了兵器 声诺于车前曰 安敢造反 唯凤周都督将领 屯兵在此 专后留背 孙夫人大怒曰 周瑜逆贼 我东吴不曾亏负你 玄德乃大汉皇叔 是我丈夫 我已对母亲 哥哥说 知回荆州去 几你两个鱼山脚去处 引召军马拦截道路 异域劫掠 我夫妻财务业 徐胜 丁凤 诺诺连声 口称 不敢 请夫人息怒 这不干我等之事 乃是周都督的将领 孙夫人赤语 你只怕周瑜 独不怕我 周瑜杀的你 我岂杀不得周瑜 把周瑜大骂一场 鹤岭推车前进 徐胜 丁凤自私 我等是下人 安敢与夫人为妙 又见赵云十分怒气 只得把君喝住 放条大路交过去 恰才行不得五六里 背后陈武 潘章赶到 徐胜 丁凤 被言其事 臣 潘二将曰 你放他过去 岔了也 我二人 封武侯旨意 特来追捉他回去 于是 四将 和兵一处 攒成赶来 玄德正行间 呼听的背后 喊声大气 玄德 又告 孙夫人曰 后面 追兵又到 如之奈何 夫人曰 丈夫先行 我与子龙当后 玄德先引三百军 往江岸去了 子龙勒马于车磅 将士族摆开 专后来江 四元将见了孙夫人 只得下马 插手而立 夫人曰 陈武 潘章 来此何干 二将答曰 奉主公之命 请夫人 玄德回 夫人正色赤曰 都是你这伙匹夫 离见我兄妹不睦 我已嫁他人 今日归去 须不是与人私奔 我奉母亲辞职 令我夫妇回荆州 便是我哥哥来 也须一礼而行 你二人倚仗兵威 欲待杀害我也 骂得四人面面相去 各自寻思 他一万年也只是兄妹 更兼国太做主 吴侯乃大孝之人 怎敢违逆母言 明日翻过脸来 只是我等不是 不如做个人情 君中又不见玄德 但见赵云怒目睁眉 只待厮杀 因此四将懦懦 临声而退 孙夫人令推车变形 徐胜曰 我四人同去见周都督 告评此事 四人犹豫未定 胡见义军如旋风而来 是之乃蒋亲周太 二将问曰 你等曾见刘备佛 四人曰 早晨过去 已半日矣 蒋亲曰 何不拿下 四人各言孙夫人 发话之事 蒋亲曰 便是吴侯怕到如此 封一口剑在此 叫先杀他妹 后斩刘备 为者力斩 四将曰 去之已远 怎生奈何 蒋亲曰 他忠视些部军 急行不上 徐 丁二将军可飞报都督 叫水路照快船追赶 我四人在岸上追赶 无问水汉之路 赶上杀了 休听他言语 于是徐胜 丁凤飞报周瑜 蒋亲 周太 陈武 攀张四个领兵 沿江赶来 却说玄德一行人马 离柴桑较远 来到流浪谱 心才稍宽 沿着江岸巡渡 一望江水弥漫 并无船只 玄德俯守陈尹 赵云曰 主公在虎口中逃出 今已尽本界 无料军师必有调度 何用游移 玄德听罢 默然想起在无繁华之事 不觉欺然泪下 后人有诗探月 无数成昏辞水寻 明珠不丈无黄金 谁知一女倾天下 寓意留郎顶至心 玄德令赵云望前 绍探传之 呼报后面尘土 冲天而起 玄德登高望之 但见军马盖地而来 探月 连日奔走 人困马乏 追兵诱到 死无地矣 看看喊声渐渐 正慌急间 呼渐江岸边 一字抛着托鹏船 二十余只 赵云曰 天性有船在此 何不宿下 照过对岸 在左驱处 玄德与孙夫人 便奔上船 子龙尹五百军 亦都上船 只见船舱中 一人观金道福 大笑而出 曰 主公且喜 诸葛亮在此等候多时 船中伴坐客人的 皆是荆州水军 玄德大写 不宜时 四将赶到 孔明孝只按上人言曰 无以算定多时矣 如等回去船市周廊 娇羞在时美人举手段 岸上乱建设来 船已开得远了 蒋钦等四将 只好待看 玄德与孔明镇航间 忽然僵升大阵 回头是之 只见战船无数 帅子旗下 周瑜自领冠战水军 左有黄盖 右有寒当 势如飞马 急死流星 看看赶上 孔明教照船投北岸 起了船 进阶上岸而走 车马登城 周瑜赶到江边 一阶上岸追袭 大小水军 尽是不行 只有为首官军骑马 周瑜当先 黄盖 韩当 徐胜 丁凤锦随 周瑜曰 此处是那里 军事达曰 前面是黄州戒手 望见玄德车马不远 于令并礼追袭 正赶之间 一声鼓响 山烟内一标刀手涌出 为首一员大将 乃观云长野 周瑜举止失措 急拨马便走 云长赶来 周瑜纵马逃命 正奔走间 左边黄中 右边魏严 两军杀出 无兵大败 周瑜急急下得船时 岸上军事齐声大叫约 周郎妙计安天下 陪了夫人又折兵 于怒约 可在登岸决意死战 黄盖 寒当立足 于自私曰 无计不成 有何面目去见吴侯 大叫一声 金窗蹦裂 倒于船上 众将急救 却早不省人事 正是 两番弄巧翻成桌 此日寒称却待休 未知周郎性命如何 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六回 曹操大雁 同雀台 孔明三弃周公解 却说 周瑜被诸葛亮 欲先埋伏关公 黄中 魏严三支军马 一击大败 黄盖 寒当即就下船 折却水军无数 摇关玄德 孙夫人车马仆从 都停住于山顶之上 于如何补弃 剑窗未遇 因怒气冲击 窗口崩裂 昏厥余地 众将就行 开船逃去 孔明教修追赶 自和玄德归 荆州庆喜 赏赐众将 周瑜自回柴桑 蒋亲等一行人马 自归南徐报孙权 权不胜愤怒 欲拜成普为都督 起兵取荆州 周瑜又上书 请兴兵血恨 张昭建约 不可 曹操日夜思报 赤壁之恨 因孔孙 刘童心 故未敢兴兵 金主公若以一时之愤 自相吞并 操比程须来功 国事威矣 顾拥曰 许都岂无细作在此 若之孙 刘不牧 草必使人勾结刘备 被拒东吴 必以投曹操 若是 则江南何日得安 为今之计 莫若使人赴许都 表刘备为荆州牧 曹操之之 则拒而不敢加兵于东南 且使刘备不恨于主公 然后使心腹用反奸之计 令曹 刘相公 无成细而图之 思维得尔 全曰 原探之言甚善 但谁可为使 拥曰 此间有一人 乃曹操静慕者 可以为使 全问何人 拥曰 划心在此 何不浅之 全大写 极浅心机表富许多 心领命启程 竟到许都来见曹操 文操会群 陈于叶骏 庆赏同雀台 心乃赴叶骏后见 操自赤壁败后 长思报仇 指一孙 刘病历 因此不敢轻近 实践安十五年春 造同雀台城 操乃大会文 武于叶骏 设言庆贺 其台正临张和 中央乃同雀台 左边一座名玉龙台 右边一座名金凤台 各高十丈 上横二桥相通 千门万户 金笔交辉 时日 曹操头代欠宝金官 身穿绿锦罗袍 玉带诸吕 平高而坐 文武势力台下 操玉官武官笔式弓箭 乃使尽是将西川红锦战袍一领 挂于垂扬之上 下射一剑舵以百步为剑 分武官为两队 曹氏宗族聚穿红 其余将士聚穿绿 各代雕工长剑 跨安勒马 听后指挥 曹传令曰 有能射中剑舵红心者 即以锦袍赐之 如射不中 伐水一杯 号令方下 红袍队中 一个少年将军骤马而出 重视之乃曹修也 修飞马往来 奔驰三次 扣上剑 拽满弓 一剑射去 正中红心 金骨齐鸣 众皆喝彩 曹操于台上望见大喜 曰 此无家千里居也 方玉使人取锦袍与曹修 只见绿袍队中 一起飞出 叫曰 丞相锦袍 和让隐外姓先取 宗族中不宜掺阅 操视其人 乃文聘也 众官曰 且看文仲业设法 文聘年功纵马一剑 意中红心 众皆喝彩 筋骨乱鸣 聘大呼曰 快取袍来 只见红袍队中 又亦将飞马而出 历生曰 文烈先射 如何得争夺 看我与你两个解剑 拽满弓 一剑射去 也中红心 众人齐声喝彩 是其人 乃曹红也 红方欲取袍 只见绿袍队里 又亦将出 阳公叫约 你三人设法 何足为起 看我射来 众事之 乃张和也 何飞马翻身 被射一剑 也中红心 似之剑 齐齐地 存在红心里 众人都道 好射法 何曰 锦袍须 该是我的 言未必 红袍队中 亦将飞马而出 大叫曰 如翻身被射 何足称义 看我多射红心 众事之 乃夏侯渊也 渊州马之借口 扭回身 一剑射去 正在四剑当中 筋骨齐鸣 原勒马暗宫 大叫曰 此剑可夺得锦袍吗 只见绿袍队里 亦将应声而出 大叫 且留下锦袍 与我徐晃 约曰 如更有何射法 可夺我袍 谎曰 如夺射红心 不足为意 看我单取锦袍 年功搭建 遥望柳条射去 恰好射断柳条 锦袍坠地 徐晃飞取锦袍 辟于身上 骤马至台前声诺语 卸成相袍 曹操与众官无不撑现 晃财勒马要回 猛然台边跃出一个绿袍将军 大呼曰 你将锦袍那里去 早早留下于我 众是知 乃徐楚也 谎曰 袍已在此 如何敢强夺 楚更不回答 竟飞马来夺袍 两马相近 徐晃便把弓打徐楚 楚一手按住弓 把徐晃脱离安桥 晃急气了弓 翻身下马 楚一下马 两个揪主四打 操急使人解开 那领锦袍已是扯得粉碎 操令二人都上台 徐晃争眉怒目 徐楚切齿咬牙 各有相斗之意 操笑曰 孤特是功等之永耳 启息一锦袍在 便叫诸将尽都上台 各次赎紧一匹 诸将各个称谢 操命各依为此而作 月声静奏 水路并沉 文官武将轮次拔斩 献筹交错 操顾魏众文官曰 武将既以其设为乐 足显威勇矣 功等皆保学之事 登此高台 可不尽家章 以既一时之胜是乎 众官皆功身而言曰 愿从君命 时有王朗 中瑶 王灿 陈林一般文官 尽献诗章 诗中多有称颂曹操功德巍巍 何当寿命之意 曹操逐一揽毙 笑语 诸功佳作 过于甚矣 孤本于漏 时举笑脸 后执天下大乱 驻京涉于桥东五十里 欲春夏读书 秋冬涉猎 以待天下清平 方出事 不亦朝廷只估为典军校尉 遂更奇异 专欲为国家讨贼立功 徒死后得提木道约 汉故征兮将军曹侯之墓 平生怨足矣 念自讨董卓 缴黄金以来 除元术 破吕布 灭元少 定留表 遂平天下 身为宰相 仁臣之贵 以及 幼父何妄在 如国家无辜一人 正不知几人称帝 几人称王 或见孤权重 妄想存度 遗孤有一心 此大谬也 孤常念孔子称 文王之志德 此言耿耿在心 但欲孤伪军兵重 归咎所封五平侯之国 实不可耳 诚孔一解兵丙 为人所害 孤败则国家轻微 是以不得目虚名 而处石祸也 诸公必无之孤义者 众皆起败约 虽一隐 周公不及丞相矣 后人有诗约 周公恐惧流言日 往往千功下世时 假使当年身辨死 一生真未有谁知 曹操连隐数碑 不觉沉醉 换左右捧过笔焰 依欲坐 同阙台诗 刚才下礼 呼报 东吴使化新 表奏刘备为荆州目 孙权已媚嫁刘备 汉上九郡 大半已属备矣 曹文之 手脚慌乱 头比余地 承玉曰 丞相在万军之中 史诗交功之计 未尝动心 今闻刘备得了荆州 何故如此诗经 曹曰 刘备 人中之龙也 生平未尝得水 生平未尝得水 今得荆州 是困隆入大海已 孤安的不动心在 承玉曰 城乡之化新来意否 操玉 未知 玉曰 孙权本纪刘备 欲以兵弓之 但恐城乡成虚而机 故令化新为始 表见刘备 乃安备之心 以色丞相之望耳 曹典头曰 是也 玉曰 某有一计 使孙 留自相吞并 城乡成兼徒之 一股而二敌拒破 曹大喜 遂问其境 成语曰 东无所遗者 周虞也 丞相今表奏周虞为南郡太守 城朴为江夏太守 刘化新在朝重用之 于碧子与刘备为仇敌 我承其相并而图之 不亦善乎 曹曰 众德之言 正和孤义 遂照化新上台 重加赏赐 当日言散 操集隐文武辉许昌 表奏周虞为总领南郡太守 城朴为江夏太守 封化新为大理少卿 留在许都 使命至东无 周虞 城朴各受执气 周虞既令南郡 御司报仇 遂尚书吴侯 其令鲁肃去讨还荆州 孙权乃命诉曰 如惜宝借荆州与刘备 今备千言不还 等待何时 诉曰 文书上明白写着 得了西川变环 全赤曰 只说取西川 道尽又不动兵 不等老了人 诉曰 某愿往言之 遂成船头 荆州而来 却说玄德与孔明 在荆州 广聚粮草 吊炼军马 远近之时 多归之 忽报 鲁肃道 玄德问孔明曰 紫敬此来何意 孔明曰 左者孙权表主公为荆州目 此事去曹操之计 曹丰周瑜为南郡太守 此欲令我两家自相吞并 他好于终取事业 今鲁肃此来 又是周瑜既受太守之职 要来所荆州之意 宣德曰 何以达之 孔明曰 若肃提起荆州之事 主公便放声大哭 哭到悲怯之处 量子出来解劝 计会已定 接鲁肃入府 礼弼 续作 肃月 今日皇叔做了东吴女婿 便是鲁肃主人 如何敢做 玄德孝曰 紫敬与我旧交 何必太迁 肃乃就作 茶吧 肃月 金凤吴侯君命 专为荆州一事而来 皇叔已借助多时 魏蒙见还 金济两家结亲 当看亲情面上 早早交付 玄德文言 眼面大哭 宿经曰 皇叔何故如此 玄德哭声不绝 孔明从平后出曰 量听之久矣 子敬之吴主人 哭的缘故吗 宿曰 某时不知 孔明曰 有何难见 当初我主人借荆州时 许下取得 西川便还 仔细想来 益州刘彰是我主人之地 一般都是汉朝骨肉 若要新兵去取他 城池时 恐被外人唾骂 若要不取 还了荆州 何处安身 若不还时 余尊旧面上又不好看 事实两难 因此泪出痛场 孔明说罢 触动玄德忠常 真个垂胸顿足 放声大哭 鲁肃劝曰 皇叔且休烦恼 与孔明从长记忆 孔明曰 有凡子敬 回见吴侯 勿兮一言之劳 将此烦恼情节 肯告吴侯 在荣己时 宿曰 躺吴侯不从 如之奈何 孔明曰 吴侯既以亲妹 聘嫁皇叔 安得不从乎 妄子敬善言回复 鲁肃是个宽人长者 见玄德如此哀痛 只得应允 玄德 孔明败谢 燕壁 送鲁肃下船 静到柴桑 见了周瑜 俱言其事 周瑜顿足曰 子敬诱忠诸葛亮之计也 当初刘备一流表示 常有吞并之意 何况西川流张呼 四次推调 未免累积老兄矣 无有一计 是诸葛亮不能出无算终 子敬便当一行 肃曰 愿闻妙策 于曰 子敬不必去见吴侯 再去荆州 对刘备说 孙 刘两家 季节为亲 便是一家 若刘氏不忍去取西川 我东吴起兵去赶 取得西川时 以做嫁资 却把荆州交还东吴 诉曰 西川条地 取之非议 都督此计 莫非不可 于笑语 子敬真长者也 你道我真个去取西川与他 我只以此为名 实欲去取荆州 且叫他不做准备 东吴军马收川 路过荆州 就问他索要钱粮 刘备必然出城劳军 那时成事杀之 夺取荆州 血无之恨 解足下之祸 鲁肃大喜 便再往荆州来 玄德与孔明商议 孔明曰 鲁肃必不曾见吴侯 直到柴桑和周瑜 商量了肾计策 来又我耳 但说的话 主公只看我点头 便满口应成 忌讳已定 鲁肃入见 礼毕 曰 吴侯甚是称赞皇叔圣德 遂与诸将商议 起兵替皇叔收川 取了西川 却换荆州 以西川权当驾资 但军马经过 却望应歇前凉 孔明听了 盲点头曰 难得吴侯好心 玄德拱手称谢曰 此皆子敬善言之力 孔明曰 如雄师道日 即当远皆靠牢 鲁肃暗喜 厌霸辞辞回 玄德问孔明曰 此事何意 孔明大笑曰 周于死日尽矣 这等计策 小儿也瞒不过 玄德又问如何 孔明曰 此乃假徒灭国之计也 虚名牧川 拾取荆州 等主公出城劳军 成事拿下 杀入城来 攻其不备 出其不意也 玄德曰 如之奈何 孔明曰 主公宽心 只顾准备 窝公以擒猛虎 安排香儿以钓鱿鱼 等周于到来 他便不死 也九分无弃 便唤赵云听计 如此如此 其余我自有百步 玄德大写 后人有诗云 周于决策取荆州 诸葛先知低仇 只望长江香而闻 不知暗里钓鱼钩 却说鲁肃回见周于 说着玄德 孔明欢喜一节 准备出城劳军 周于大笑语 原来金藩也中了无戒 便教鲁肃禀报吴侯 并且成仆引军接应 周于此时 剑创以剑平御 身居无事 使甘宁为先锋 自语徐胜 丁凤为第二 灵统 吕蒙为后队 水陆大兵五万 往荆州而来 周于在船中 石副欢笑 以为孔明重计 前军至下口 周于问 荆州有人 在前面接否 人报 刘皇叔使弥竹来见都督 于换至 问劳军如何 弥竹曰 主公皆准备安排下了 于曰 皇叔何在 主岳 在荆州城门外相等 与都督拔斩 于曰 今为儒家之事 出兵远征 劳军之礼 修得轻易 弥竹领了言语先回 战船秘密排在江上 依次而进 看看至公安 并无一只军船 又无一人远接 周于催船塑行 离荆州十余里 只见江面上静荡荡的 少探的回报 荆州城上 插两面白旗 并不见一人之影 于心仪 交把船磅案 亲自上岸乘马 带了甘宁 徐胜 丁凤一班军官 引亲随京军三千人 静往荆州来 既至城下 并不见动静 于勒驻马 令军事叫门 城上问是谁人 吴军答曰 是东吴周都督亲自在此 言未必 呼一声帮子响 城上军一起都竖起枪刀 笛楼上赵云出曰 都督此行 端得为何 于曰 吴涕如主取西川 如起游未知也 云曰 孔明军师已知 都督假徒灭国之计 顾留赵云在此 吴主公有言 孤与刘张 接汉室宗亲 安忍贝义 而取西川 若汝东无端的取蜀 吴当批发入山 不失信于天下也 周于闻之 勒马便回 只见一人打着令自棋 与马前报说 探得四路军马 意骑杀倒 官某从江陵杀来 张飞从子归杀来 黄中从公安杀来 魏严从禅陵小路杀来 四路正不知多少军马 喊声远近阵洞百余里 皆言要捉舟鱼 与马上大叫一声 剑窗覆裂 坠于马下 正是 一朝其高难对敌 几番算定总成空 未知性命如何 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七回 柴三口卧龙吊丧 磊阳县奉处离世 却说周于怒气田凶 坠于马下 左右急救归船 军事传说 玄德 孔明在前山顶上 饮酒取乐 于大怒 咬牙切齿约 你道我取不得西川 无事取之 正恨间 人报无侯浅的孙于道 周于皆若 据言其事 孙于曰 无奉兄命来驻都督 遂令崔君前行 行至八丘 人报上留有流风 官平二人 领军截驻水路 周于遇怒 胡又报孔明 遣人送书至 周于拆封士至 书曰 汉军师中郎将诸葛亮 置书于东吴大都督宫 锦先生麾下 亮子柴桑一别 至今恋恋不忘 文足下欲取西川 亮切以为不可 一周民强地险 刘彰虽暗弱 足以自首 金劳师远征 转运万里 欲收全功 虽无其不能定其归 孙武不能善其后也 曹操失利于赤壁 致其须于旺报仇在 金足下星兵远征 躺操承虚而至 江南积焚矣 量不忍作事 特此告知 性垂照见 周于拦弼 长叹一声 换左右取之笔 做书上吴侯 乃聚众将语 无非不欲尽忠报国 乃天命以绝矣 如等善事吴侯 共成大业 炎气 昏厥 徐徐又醒 仰天长探月 既生鱼 何生亮 连教数生而亡 瘦三十六岁 后人有诗探月 赤壁宜雄烈 青年有俊生 贤歌之雅异 杯酒谢良鹏 曾夜三千湖 长驱十万兵 八丘忠命处 平调欲伤情 周瑜亭丧于八丘 众将将所遗书间 遣人非报孙权 权文于死 放声大哭 差事其书 乃见鲁肃 以自带也 书六岳 予以繁彩 何蒙书裕 委任负心 统裕兵马 赶不解古功之力 以图报效 奈死生不测 修短有命 余智未斩 威躯遗云 疑恨何疾 方今曹操在北 江场未静 刘备纪欲 有四羊虎 天下之事 尚未可知 此正朝是干食之秋 至尊垂律之日也 鲁肃中烈 林氏不苟 可以待鱼之刃 人之将死 其言也善 躺蒙垂溅 与死不休矣 孙权揽毕 哭曰 功仅有王左之才 近乎短命而死 孤何赖在 既遗书特见紫禁 孤感不从之 即日便命 鲁肃为都督 总统兵马 一面叫发 周瑜灵鹫回藏 却说孔明在荆州 夜观天文 见江星坠地 乃笑于 周瑜死矣 至晓 告于玄德 玄德使人探知 果然死了 玄德问孔明曰 周瑜既死 还当如何 孔明曰 待于领兵者 毕鲁肃野 亮观天象 江星聚于东方 亮当已调桑没有 往江东走一遭 就寻贤士 佐助主公 玄德曰 只恐吾中将士 加害于先生 孔明曰 鱼在之日 亮由不惧 金鱼已死 又何换户 乃与赵云引五百军 聚迹礼 下船赴八丘吊丧 鱼路探听的孙权 以令鲁肃为都督 周瑜灵鹫 以回柴桑 孔明静至柴桑 鲁肃以礼迎接 周瑜部将 皆欲杀孔明 因见赵云 带见相随 不敢下手 孔明交涉 祭物于灵前 亲自垫酒 跪于地下 读祭文曰 乌湖宫谨 不幸妖王 修短顾天 人其不伤 我心识痛 泪酒一伤 君旗有灵 向我争长 调君幼学 以交伯福 仗义书才 让涉移民 调君若惯 万里鹏团 定见霸业 歌举江南 调君壮丽 远真八丘 景生怀绿 讨逆无忧 调君风度 加配小桥 汉陈之旭 不愧当朝 调君气概 建祖纳志 使不垂斥 终能奋意 调君颇阳 蒋干来说 挥洒自如 雅量高致 调君红彩 文武筹略 火攻破敌 婉强为弱 向君当年 雄姿应发 哭君早逝 府地流泄 忠义之心 英灵之气 命中三计 名垂百事 哀君情窃 愁长千姐 唯我肝胆 悲无断绝 昊天昏暗 三君创然 主为哀气 有味泪怜 亮也不才 盖祭求谋 筑无聚曹 俯汉安流 脊脚之远 首尾相仇 若存若亡 何虑何忧 乌乎恭敬 生死永别 扑守其真 明明灭灭 浑如有灵 已见我心 从此天下 更无之音 乌乎痛哉 浮为上响 孔鸣寄毙 伏地大哭 泪如永泉 哀痛不已 众将相位曰 人尽道恭敬 与孔明不睦 经观其祭奠之情 人皆虚言也 鲁肃见孔明 如此悲怯 亦为感伤 自私曰 孔明自是多情 乃恭敬 量窄 自取思耳 后人有诗探曰 卧龙南阳睡未醒 有天烈 要下书城 苍天既已生恭敬 臣氏何须出孔明 鲁肃设宴 款待孔明 焉罢 孔明辞毁 方玉下船 只见江边 一人道袍竹冠 躁掏肃旅 一手揪住孔明 大笑曰 辱气死周郎 却又来吊笑 宁其东吴 无人也 孔明 即是其人 乃凤厨先生 庞同也 孔明 一大笑 两人携手登周 葛素心事 孔明乃刘淑 一封鱼统 主曰 无料孙众谋毕 不能重用足下 稍有不如意 可来荆州 共赴玄德 此人宽仁厚德 必不负功 平生之所学 同允诺而别 孔明 自毁荆州 却说 鲁肃送周 于灵鹫 至无虎 孙权接着 枯寂于前 命后葬于本乡 予有两男一女 长男寻 刺男印 全皆后续致 鲁肃曰 肃鹫鹫雍财 物蒙公谨重见 其事不称所值 愿举一人 以助主公 此人尚通天文 下小地理 谋略不检于管 乐 书姬可病于孙 无 往日周公 谨多用其言 孔明亦身符其至 现在江南 何不重用 全文言大喜 便问此人姓名 肃曰 此人乃襄阳人 姓庞 明统 自氏员 道号 凤厨先生 全曰 孤一文 其名久矣 金记在此 可及请来相见 于是 鲁肃邀请庞统 入见孙权 施礼弊 全见其人 浓眉鲜鼻 黑面短然 形容古怪 心中不喜 乃问曰 公平生所学 以何为主 统曰 不必拘持 随机应变 全曰 公之才学 比公锦如何 统孝曰 某之所学 与公锦大不相同 全平生 醉喜周瑜 见统清之 心中欲不乐 乃为统曰 公且退 待有用功之时 却来相请 统长叹一声而出 鲁肃曰 主公何不用庞氏元 全曰 狂氏也 用之何意 肃曰 赤壁敖兵之时 此人增现连环策 成第一功 主公想必知之 全曰 此时乃曹操 自欲定传 未必此从之功也 无事不用之 鲁肃初卫 庞统曰 非肃不见足下 奈吾侯不肯用功 公且耐心 统低头 长叹不语 肃曰 公莫非 无异于无忠乎 统不达 肃曰 公报 框祭之才 何往不利 可是对肃言 将欲何往 统曰 无欲投曹操去也 肃曰 此明朱暗投矣 可往荆州 投留皇叔 必然重用 统曰 统一时欲如此 前言细耳 肃曰 某当作书奉剑 功夫玄德 必令孙 留两家 无相攻击 同利破曹 统曰 此某平生之素质也 乃求肃说 竟往荆州来 见玄德 此时 孔明暗查 四郡未回 门里传报 江南明氏旁统 特来相投 玄德 久闻统明 便叫请入相见 统见玄德 长一不败 玄德 见统茂漏 心中一不悦 乃问统曰 足下远来不易 统不拿出鲁肃 孔明书投诚 但答曰 文皇书昭贤那事 特来相投 玄德曰 京楚烧定 苦无贤之 此去东北一百三十里 有一县名 磊阳县 缺一县在 屈功人之 如后有缺 却当重用 统思 玄德 代我何保 欲以财学动之 见孔明不在 只得勉强 相辞而去 统到磊阳县 不理正事 终日饮酒为乐 依应钱粮辞送 并不理会 有人报之玄德 颜旁统将 磊阳县市 禁费 玄德怒约 树如烟感 乱无法度 遂唤 张飞吩咐 隐从人去 京南诸县巡视 如有不公不法者 就贬 就问 孔虞是有不明处 可与孙前同去 张飞领了言语 与孙前前置 磊阳县 军民官吏 接出郭迎接 独补见县令 非问曰 县令何在 同辽妇曰 庞县令自道人 吉金 将百余日 县中之事 并不理问 每日饮酒 自担吉夜 旨在醉香 今日宿酒未醒 油卧不起 张飞大怒 欲擒之 孙前曰 庞氏员乃高明之人 未可轻忽 且道县问之 如果与礼不当 至罪未晚 非乃入县 正厅上坐定 叫县令来见 统一官不整 服罪而出 非怒语 吴兄以辱为人 另坐县载 辱烟敢尽废县事 同校语 将军已无废了县中和事 非约 辱道任百余日 终日在醉香 安得不费正事 统约 亮百里小县 歇小公事 何难决断 将军少坐 待我发落 随即换功力 将百余日所及公务 都取来铺断 历街芬燃机报案卷上厅 诉词被告人等 还跪接下 同手中批判 口中发落 耳内听词 取之分明 并无分毫差错 民皆叩首拜扶 不到半日 将百余日之事 尽断毙了 头笔余地 而对张飞曰 所废之事何在 曹操 孙权 无事之若 掌上官文 亮此小县 何足介意 飞大经 下席谢曰 先生大才 小子施敬 无当于兄长处 极力举剑 同乃将出 鲁肃剑说 飞跃 先生初剑无凶 何不将出 统约 若便将出 似乎专界剑书 来甘业矣 非故魏孙前约 非公则是一大贤也 遂此统回 经周剑玄德 据说庞统之才 玄德大经约 屈带大贤 无知过也 非将鲁肃剑书成上 玄德差事之 书略约 庞世元非百里之才 使出至终 别价之刃 使当斩其祭足 如以冒取之 恐父所学 终为他人所用 时可惜也 玄德看壁正在接探 呼报孔明回 玄德接入 礼壁孔明先明曰 庞军师近日无恙否 玄德曰 禁至磊阳县 好久费事 孔明笑曰 是元非百里之才 凶中之学 胜量十倍 量曾有剑书在世原处 曾打主功佛 玄德曰 今日方得子敬书 却未见先生之书 孔明曰 大贤若处小刃 往往已久糊涂 眷于世事 玄德曰 若非无地所言 显失大贤 随即令张飞 往磊阳县 敬请庞统到荆州 玄德下接请在 统方将出 孔明所见之书 玄德看书中之义 言奉除道日 已一级重用 玄德喜约 西司马得操言 福龙 奉楚 两人得一 可安天下 今无二人皆得 汉事可兴议 岁拜庞统为副军师中郎将 与孔明共赞方略 教练军事 听后征法 早有人报道许昌 言刘备有诸葛亮 庞统为谋士 招军买马 鸡草屯粮 连接东吴 早晚必兴兵北伐 曹操文之 遂聚众谋士 商议难争 寻忧尽曰 周瑜心死 可先取孙权 赐公刘备 曹曰 我若远征 恐马腾来袭许多 前在赤壁之时 君中有额言 一传西凉入寇之事 今不可不妨也 寻忧曰 以于所见 不若将赵加马腾为 征南将军 食讨孙权 诱辱经师 先除此人 则难征无换矣 曹大喜 即日遣人积诏至 西凉赵马腾 却说腾自受成 汉福波将军马园之后 傅明肃 自子朔 还帝时为天水兰干县位 后师官流落陨西 与枪人杂楚 遂取枪女生腾 腾身长八尺 体貌雄义 秉性温良 人多敬之 临帝末年 枪人多盼 腾招募民兵破智 出兵中年 因讨贼有功 拜征西将军 与镇西将军 韩岁为弟兄 当日奉诏 乃与长子 马超商议约 吴自于董承寿 一代赵以来 与刘玄德约 共讨贼 不幸董承已死 玄德旅败 我又辟除西凉 未能协助玄德 金文玄德 以德荆州 我正欲斩 昔日之志 而曹操返来赵我 当事如何 马超约 操奉天子之命 以赵父亲 今若不枉 彼必以匿命 则我已 当成其来赵 竟往京师 于中取世 则昔日之志 可斩也 马腾兄子 马代建约 曹操心怀叵测 叔父若往 恐遭其害 超约 而愿尽起西凉之兵 随父亲杀入许昌 为天下除害 有何不可 腾约 汝自统枪兵保守西凉 只交次子马修 马铁并指马代 随我同盟 曹操见有汝在西凉 又有寒碎相助 量不敢加害于我也 超约 父亲欲网 切不可倾入京师 当随机应变 观其动静 腾约 无自由处 不必多虑 于是 马腾乃引西凉兵五千 先交马修 马铁为前部 留马代在后接应 以礼望许昌而来 离许昌二十里 囤住军马 曹操听之马腾已到 换门下侍郎黄奎吩咐于 目进马腾南征 无命辱为行军参谋 先至马腾寨中劳军 可对马腾说 西凉路远 运凉甚难 不能多待人马 我当更遣大兵 携同前进 来日交他入城面军 吴就应付粮草与之 魁领命 来见马腾 腾至酒相待 魁就半憨而言曰 吴父黄丸死于李雀 郭四之难 长怀痛恨 不想今日 又与欺君之贼 腾曰 谁为欺君之贼 魁曰 欺君者操贼也 公岂不知之日 而问我业 腾孔是操使来相探 极止之曰 耳目较尽 休得乱言 魁斥曰 公敬望却 一带照护 腾见他说出心事 乃密以实情告之 魁曰 操玉公入城面军 必非好意 公不可轻入 来日当乐兵城下 待曹操出城点军 就点军处杀之 大事记矣 二人商议已定 黄魁回家 恨气未夕 齐齐再三问之 魁不肯言 不料 齐妾李春香 与魁七弟 苗泽私通 则欲得春香 正无忌可施 妾见黄魁愤恨 遂对则曰 黄侍郎今日商议均情回 一身愤恨 不知为谁 则曰 辱可以言挑之曰 人皆说 刘皇叔仁德 曹操奸雄 何也 看他说甚言语 是叶皇魁裹到春香房中 妾以言挑之 魁成罪言曰 如乃妇人 尚之邪政 何况我乎 无所恨者 欲杀曹操也 妾曰 若欲杀之 如何下手 魁曰 吾已约定马将军 明日在城外点兵时杀之 妾告于苗泽 则报之曹操 曹便密换曹洪 徐楚 吩咐如此如此 又换夏侯渊 徐晃吩咐如此如此 个人领命去了 一面先将黄魁一家老小拿下 次日 马腾领着西凉兵马 将刺进城 只见前面一簇红旗 打着丞相旗号 马腾指道 曹操自来点军 拍马向前 胡听的一声炮响 红旗开出 弓弩齐发 一将当先 乃曹洪也 马腾急拨马回时 两下喊声又起 左边徐楚杀来 右边夏侯渊杀来 后面又是徐黄领兵杀制 截断西梁军马 将马腾父子三人困在该心 马腾剑不是头 奋力冲杀 马铁早被乱剑射死 马修随着马腾 左冲右突 不能得出 二人身带重伤 坐下马 又被剑射到 父子二人 具备职 曹操交将 黄奎与马腾父子 一起绑制 黄奎大叫 无罪 曹教苗泽对证 马腾大骂语 术如污我大事 我不能卫国杀贼 是乃天也 操命迁出 马腾骂不绝口 与其子马修及黄奎 一同遇害 后人有诗探马腾跃 父子齐方烈 忠贞住一门 君生屠国难 誓死达君恩 嚼血蒙颜在 朱奸易壮存 西梁推士咒 不愧福波村 辽则告曹曹曰 不愿家赏 只求李春香为妻 曹曹曰曰 你为了一妇人 害了你姐夫一家 留此不义之人何用 便交将辽则 李春香与黄奎一家老小 并斩于世 官者无不叹息 后人有诗探语 辽则因私害进尘 春香未得反伤身 尖雄亦不相容束 网刺图谋作小人 曹曹曹招安息良兵马 御之曰 马腾父子谋反 不干众人之事 一面使人吩咐把祝关爱 修教走了马代 且说马代自引一千兵在后 早有许昌城外逃回军事 报之马代 戴大经 只得弃了兵马 半座客商 连夜逃顿去了 曹曹曹杀了马腾等 便决意难争 忽人报曰 刘备调炼军马 收拾器械 将欲取穿 曹经曰 若刘备收穿 则语意成矣 将何以图之 延未必 阶下一人禁言曰 某有一计 使刘备 孙权不能相顾 江南 西川 皆归丞相 正是 西州豪杰方遭露 南国英雄又受殃 未知献祭者是谁 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十八回 马梦起兴兵血恨 曹阿满 割须气袍 却说献策之人 乃智书是 御使陈群 自常文 曹问曰 陈常文有何良策 群曰 今刘备 孙权皆为纯齿 若刘备 欲取西川 丞相可命上将提兵 会合肥之众 竟取江南 则孙权必求救于刘备 备意在西川 必无心救权 权无救责 立伐兵衰 江东之地 必为丞相所得 若得江东 则荆州 一股可平也 荆州既平 然后徐途西川 天下定义 曹曰 常文之言 正和无异 即使起 大兵三十万 静下江南 令合肥张辽 准备粮草 以为功绩 早有细作报之孙权 全具重将商议 张昭曰 可差人往卢子境处 较急发书到荆州 使玄德同利聚草 此境有恩于玄德 其言必从 且玄德既为东吾之序 意义不容此 若玄德来相助 江南可无唤矣 全宗其言 极浅人欲掳素 使求救于玄德 素领命 随即修书 使人送玄德 玄德看了书中之意 留使者与管舍 差人往南郡请孔明 孔明到荆州 玄德将鲁肃书于孔明看壁 孔明曰 也不消动江南之兵 也不必动荆州之兵 自是曹操不敢正去东南 便回书于鲁肃 较高枕无忧 若但有北兵侵犯 黄树自有退兵之策 使者去了 玄德问曰 今操起三十万大军 会合肥之众 一拥而来 先生有何妙计 可以退治 孔明曰 操平生所律者 乃西梁之兵也 今操杀马腾 其子马超 献统西梁之众 必切齿操贼 主公可作一书 网劫马超 使超兴兵入关 则操又何侠下江南户 玄德大喜 及时作书 潜一心妇人 竟往西梁州投下 却说马超在西梁州 夜赶一梦 梦见身卧雪地 群虎来咬 惊惧而觉 心中疑惑 拒帐下江左 告说梦中之事 帐下一人应声曰 此梦乃不祥之兆也 众是其人 乃帐前 心腹校尉 姓庞 明德 自令明 超问 令明所见若何 得曰 雪地欲虎 孟赵书厄 莫非老将军在许昌有是否 言未必 一人量呛而入 哭败于帝曰 书父与帝皆死矣 超是之 乃马代也 超经问何为 带曰 书父与侍郎 黄奎同谋杀操 不幸嗜谢 皆被斩于是 二帝亦遇遇害 为代半座客商 星夜走脱 超文言 哭倒余地 众将就起 超咬牙切齿 痛恨操贼 呼报荆州流黄书 潜人积书志 超差事志 书略于 拂念汉士不幸 操贼专权 欺君往上 黎民貂残 贝曦与令先军同受密诏 誓诸此贼 今令先军被操所害 此将军不供天地 不同日月之仇也 若能率西梁之兵 以攻操之右 被当举京香之重 以恶操之前 则逆操可擒 兼党可灭 愁辱可报 汉士可兴矣 书不禁言 历代回音 马超看壁 即是挥涕回书 发使者先回 随后便起西梁军马 正欲进发 胡西梁太守 含岁使人 请马超网见 超至岁府 岁将出曹操书士志 内云 若将马超勤赴许都 及封辱为西梁侯 超拜夫于帝约 请叔父 就父安兄弟二人 姐夫许昌 免叔父 哥己之劳 含碎 扶起曰 吴与辱父 结为兄弟 安忍害辱 辱若兴兵 无当相助 马超拜谢 含碎便将操使者 推出斩支 乃点手下八部军马 一同进发 那八部 乃侯选 成尹 李勘 张衡 梁兴 成尹 马丸 杨秋也 八江随着韩岁 和马超手下庞德 马代 共起二十万大兵 杀奔长安来 长安郡守中州 飞报曹操 一面引军拒敌 布阵鱼也 西梁州前部先锋马代 引军一万五千 浩浩荡荡 漫山遍野而来 中州出马达化 带氏宝刀一口 宇宙交战 不义和 宙大败奔走 带提刀赶来 马超 韩岁尹 大军都道 围住长安 中摇上城守护 长安乃西汉 建都之处 成郭坚固 豪剑险身 急切攻打不下 一连围了十日 不能攻破 庞德晋纪约 长安城中 土硬水碱 甚不堪实 更坚无柴 今为十日 军民饥荒 不如暂且收军 只需如此如此 长安唾手可得 马超约 此祭大庙 及时插令自其 船与各部 尽叫退军 马超亲自断后 各部军马 渐渐退去 中宙次日登城看时 军皆退了 直恐有计 令人哨叹 果然远去 方才放心 纵令军民出城打柴取水 大开城门 放人出入 至第五日 人报马超兵又到 军民进奔入城 中宙仍赴必成坚守 却说中摇帝中进 首把西门 约进三更 城门里一把火起 中进急来救使 城边转过一人 举刀纵马大贺曰 庞德在此 中进措手不及 被庞德一刀斩于马下 杀散军孝 斩关断锁 放马超 寒碎军马入城 中宙从东门弃城而走 马超 寒碎得了城池 赏牢三军 中宙退守同关 非报曹操 操之施了长安 不敢负义南征 遂患曹洪 徐晃吩咐 先带一万人马 替中宙仅守同关 如十日内施了关爱 接斩 十日外 不甘辱二人之事 我统大军随后便智 二人领了将领 兴业变形 曹仁建约 洪姓造 诚恐误事 曹月 你与我押送粮草 便随后接应 却说曹洪 徐晃到同关 替中宙坚守关爱 并不出战 马超领军来关下 把曹操三代毁骂 曹洪大怒 要提兵下官厮杀 徐晃建约 此时马超要击将军厮杀 切不可与战 待丞相大军来 必有主化 马超军日夜轮流来骂 曹洪只要厮杀 徐晃苦苦挡住 至第九日 在官上看时 西凉军都弃马在于官前草地上坐 多半困乏 就于地上睡卧 曹洪便叫备马 点起三千兵杀下官来 西凉军弃马抛戈而走 红衣里追赶 施徐晃正在关上点视凉车 闻曹洪下官厮杀 打惊 急引兵随后赶来 大叫曹洪回马 忽然背后喊声大震 马带引军杀志 曹洪 徐晃急回走时 一棒鼓响 山背后两军杰出 左是马超 又是庞德 混杀一阵 曹洪抵挡不住 折军大半 撞出众围 奔到关上 西凉冰随后赶来 洪等弃官而走 庞德直追过同关 撞见曹仁军马 救了曹洪等义军 马超接应庞德上官 曹洪失了同关 奔见曹操 曹曰 与你十日线 如何九日失了同关 洪曰 西凉军兵百般辱骂 阴见笔军懈怠 城市赶去 不想中贼奸计 曹曰 红年又造报 徐晃你须小事 晃曰 累见不从 当日晃在官上点凉车 笔记知道 小将军已下官了 惶恐有失 连忙赶去 以中贼奸计议 曹大怒 贺展曹洪 众官告免 曹洪扶罪而退 曹进兵直扣同关 曹人曰 可先下定债诈 然后打官未迟 曹令砍伐树木 齐立排诈 分左三债 左债曹人 右债下侯渊 曹自居中债 此日 曹引三债大小将校 杀奔关爱前去 正欲西凉军马 两边葛步阵势 曹出马鱼门旗下 看西凉之兵 人人涌见 各个英雄 又见马超生的面如腹粉 唇若抹珠 腰系绑宽 生雄力猛 白袍尹凯 手指长枪 立马阵前 上手庞德 下手马带 曹安安称奇 自纵马未超约 如乃汉朝名将子孙 和顾备反夜 抄咬牙切齿 大骂 操贼 欠军网上 罪不容捉 害我腹地 不供待天之仇 吴当活捉生蛋如肉 说吧 挺枪支杀过来 曹操背后于晋出营 两马交战 斗得八九和于晋败走 张和出营 战二十和一败走 李通出营 超奋为交战 树河之中 一枪刺李通于马下 超把枪望后一招 西凉兵一起冲杀过来 操兵大败 西凉兵来得是猛 左右江左 皆抵挡不住 马超 庞德 马带 引百余旗 直入中军来捉曹操 操在乱军中 只听得西凉军大叫 穿红袍的是曹操 曹就马上急脱下红袍 又听得大叫 常然者是曹操 曹惊慌 撤索配刀断其然 军中有人将曹操 戈然之事告知马超 超碎令人叫拿 短然者是曹操 曹文之 急扯起脚包紧而逃 后人有失约 同观战 败往封逃 梦得创皇脱紧袍 剑戈自然应丧胆 马超声架盖天高 曹操正走之间 背后一起赶来 回头视之 正是马超 曹大惊 左右将孝剑超赶来 各自逃命 只撤下曹操 超力声大叫曰 曹操修走 曹惊的马边坠地 看看赶上 马超从后使枪朔来 曹绕树而走 超一枪朔在树上 急拔下时 曹已走远 曹纵马赶来 山坡边转过一架 大叫 雾伤无主 曹红在此 轮刀纵马 拦住马超 曹的命走脱 红与马超站到四五十和 渐渐刀法散乱 气力不佳 下侯渐引述时期隋道 马超独自一人 恐被所算 乃拨马而回 下侯渐也不来敢 曹操回债 却得曹人死拒定了债诈 因此不曾多折军马 曹入仗探院 无若杀了曹红 今日必死于马超之首也 遂唤曹红 重加赏赐 收拾败军 坚守债诈 深沟高垒 不许出战 超美日引兵来债钱 如骂诺战 曹传令 教军是坚守 如乱动折斩 朱将曰 西凉之兵 尽使长枪 当选弓弩赢之 曹约 战与不战 皆在于我 非在贼也 贼此有长枪 安能辩刺 朱公弹 兼必观之 贼自退矣 朱将 接思想一约 丞相自来征战 一神当先 金败于马超 何如此之弱也 过了几日 细作暴来 马超又添二万生 立兵来助战 乃是枪人部落 操文之大喜 朱将曰 马超天兵 丞相反喜 何也 操曰 代无胜了 却对儒等说 三日后 又报官上 幼天军马 操幼大喜 就于帐中 设宴作贺 朱将 皆暗笑 操曰 朱公孝 我无破 马超之谋 功等 有何良策 徐晃禁曰 经丞相 圣兵在此 贼已全部 献屯关上 此去河西 必无准备 若得 义军 暗度 蒲板金 先劫贼归路 丞相 竟发 河北 机之 贼两不相应 势比威矣 操曰 功名之言 正和无异 便叫 徐晃 引京兵四千 和朱陵 同去 静袭 河西 浮于山谷之中 待我渡河北 同时机制 徐晃 朱陵领命 先引四千军 暗暗去了 操下令 先交曹洪 于蒲板金 安排传法 刘操仁守债 操自领 兵渡魏和 早有细作报纸 马超 超越 金操不攻同关 而使人准备传法 欲渡河北 必将恶无至后也 武当引异军 巡河 巨驻岸北 操兵不得度 不消二十 河东凉进 操兵必乱 却寻河南而积之 操可秦矣 寒岁曰 不必如此 岂不闻兵法有云 兵半渡可积 待操兵渡至一半 辱雀于南岸积之 操兵皆死于河内 超越 叔父之言甚善 即使人探听 曹操几十渡河 却说曹操 整兵已毙 分三停军 前渡渭河 比击人马到河口时 日光初起 曹仙发精兵渡过北岸 开闯迎战 曹自引亲随 护卫军将百人 案件坐于南岸 看军渡河 忽然人报 后边白袍将军到了 重阶任的是马超 一拥下船 河边军 争上船者 声宣不止 操游坐而不动 案件只约休闹 只听的人喊 马斯 蜂拥而来 船上一将 跃身上岸 呼曰 贼致已 请丞相下船 操是之 乃徐楚也 操口内有言 贼致何妨 回头是之 马超已离不得百余步 徐楚脱操下船时 船已离岸 一丈有余 楚赴操一跃上船 随行将士 进阶下水 搬住船边 征御上船逃命 船小将翻 楚彻刀乱砍 傍船守近者 倒于水中 即将船望下水照去 徐楚立于烧上 盲用木高撑之 操伏在徐楚脚边 马超赶到河岸 舰船已留在半河 随年功搭舰 和令萧江绕河设之 史如雨节 楚孔商曹操 以左手举马鞍遮之 马超见不虚发 船上驾舟之人 应闲落水 船中数十人 戒备射到 其船反称不定 于脊水中旋转 徐楚独奋神威 将两腿夹舵遥汉 一手史高撑船 一手举安 遮户曹操 时有魏南县令丁匪 在南山之上 见马超追操甚急 恐伤操命 遂将寨内牛之马体 进去于外 漫山遍野 皆是牛马 西凉兵见之 都回身争取牛马 无心追赶 曹操因此地拖 方到北岸 便把船罚凿沉 朱将听得曹操 在河中逃难 急来救使 操以登岸 徐楚身被仲凯 间接嵌在甲上 仲将保操至野寨中 借败于地儿问安 曹大笑约 我今日几位小贼所困 楚约 若非有人纵马放牛 以幼贼 贼必努力度何以 操问于 幼贼者谁也 有知者答约 为难献令丁匪也 烧请 匪入见 操写于 若非公之良谋 则无被贼所勤矣 虽命为典军校尉 匪曰 贼虽暂去 明日必复来 须以良策拒之 操曰 无以准备了也 虽幻诸将 各分头巡河 筑其勇道 暂为债角 贼若来时 陈兵于勇道外 内须力惊奇 以为宜兵 更言和 绝下豪欠 虚土澎盖 河内以兵又知 贼即来 必献 贼献便可激矣 却说马超 回见寒碎 说 几乎捉住曹操 有意将奋勇 傅曹下船去了 不知何人 岁月 吴文曹操 选及精壮之人 为帐前侍卫 明曰虎卫君 以肖将典为 徐楚领之 典为已死 今就曹操者 必须除也 此人永利过人 人皆称为虎痴 如欲之 不可轻敌 超越 吴义文 其名久矣 岁月 金操渡河 将袭我后 可肃公之 不可令他 创立迎寨 若立迎寨 急难较除 超越 已知于义 还只拒住北岸 十笔不得渡河 乃为上策 岁月 闲职守寨 吴隐军 巡河战操 若和 超越 令庞德为先锋 跟叔父前去 于是 韩岁与庞德 将兵五万 直抵为难 操令 众将于永道 两旁右支 庞德先引 铁骑迁渝 冲突而来 韩生其处 人马居落于 陷马坑内 庞德永身一跳 跃出土坑 立于平地 立杀树人 不行砍出重围 韩岁已被困在该心 庞德不行就之 正遇着曹仁部将曹勇 被庞德一刀砍于马下 夺起马 杀开一条血路 救出韩岁 投东南而走 背后曹兵赶来 马超引军接应 杀败曹兵 附救出大半军马 战至日暮方回 祭典人马 舍了将左承寅 张恒 陷坑中死者二百余人 超于韩岁商议 若千言日久 超于河北利的营寨 难以退敌 不若成今夜 引清旗去解野营 岁月 须分兵前后相救 于是超自为前部 令庞德 马代为后英 当夜便行 却说曹操收兵 屯卫北 唤诸将院 贼欺我未立债鹏 必来解野营 可四散伏兵 虚弃中军 浩炮响时 伏兵尽起 一股可勤也 众将一令 伏兵已毙 当夜 马超却先使 成一引三十起往前哨探 成一剑无人马 进入中军 操军剑西凉兵道 碎放浩炮 四面伏兵皆出 只为的三十起 成一被夏侯渊所杀 马超却自从背后 与庞德 马代兵分三路 蜂拥杀来 正是 纵有伏兵能厚敌 怎当剑将共争先 为之胜负若和 且看夏文分解 第五十九回 徐朱罗一斗马超 曹操抹书间寒碎 却说 当夜两兵混战 直到天明 各自收兵 马超屯兵胃口 日夜分兵 前后攻击 曹操在魏河内 将船法锁链 做浮桥三条 接连南岸 曹人引军 加河立寨 将粮草车辆 穿连 以为屏障 马超闻知 焦军是个 携草一树 带着火种 与寒碎隐军 并立杀到寨前 堆积草靶 放弃烈火 草兵抵敌不住 弃寨而走 车程 浮桥 进北烧毁 西凉兵大胜 截住魏河 曹操立不起迎寨 心中忧惧 寻忧约 可取魏河沙土 筑齐土城 可以坚守 曹波三万军 单土筑城 马超又差庞德 马带各引五百马军 往来冲突 更坚沙土不识 筑齐变道 曹无计可适 时当九月近 天气暴冷 铜云密布 连日不开 曹操在寨中纳门 忽人报约 有一老人来见丞相 欲沉说方略 曹请入 寒碎 一计而行 早有人报之曹操 曹顾贾许曰 无事记忆 问 来日是谁和向我这便 人报约 寒碎 此日 曹隐重将出营 左右围绕 曹独险 一期于中央 寒碎不足 多有不识曹者 出阵观看 曹高教曰 辱诸军御官曹公也 无意犹人也 非有四目两口 但多至谋耳 诸军皆有聚色 曹使人过阵位 寒碎曰 丞相谨请韩将军绘画 寒碎即出阵 剑操并无甲杖 一期一甲 轻扶匹马而出 二人码头相交 各案配对与 曹月 吴与将军之父 同举孝莲 无常以书士志 吴亦与功同登士路 不绝有年矣 将军今年妙龄几何 寒碎达约 四十岁矣 曹月 往日在京师 皆青春年少 何期又终寻矣 安得天下 清平共乐业 只把旧事戏说 并不提起军情 说罢大笑 湘潭有一个时辰 方回马而别 各自归债 早有人将此事报之马超 超忙来问韩岁月 今日曹操镇前所言何事 岁月 只诉京师旧事尔 超曰 安得不言君误呼 岁月 曹操不言 无何独言之 超心甚疑 不言而退 却说曹操回寨 未夹许曰 功之吴阵前 对语之意否 许曰 此意虽妙 尚未足见二人 某有一策 令韩 马自相仇杀 操问其界 甲许曰 马超乃一勇之夫 不识机密 丞相亲笔作一书 丹与韩岁 中间朦胧字样 于要害处 自行涂抹改意 然后封诵与韩岁 故意使马超之之 超必所书来看 若看见上面要紧去处 进阶改模 只猜是韩岁孔超之 甚机密事 自行改模 正合着丹其惠语之仪 以则必生乱 我更暗节 韩岁布下诸将 使互相离间 超可途矣 操约 此计甚妙 随写书一封 将紧邀 触进阶改模 然后时封 故意多浅 从人送过债去 下了书自回 果然有人抱之马超 超心欲移 竟来韩岁处所书看 韩岁将书与超 超见上面有改模字样 问岁约 书上如何都改模糊涂 岁约 原书如此 不知何故 超约 岂有以草稿送与人业 必是书父 怕我知了详细 先改模了 岁约 莫非曹操错 将草稿误封来了 超约 无忧不信 曹操是精细之人 岂有差错 吴与叔父并立杀贼 奈何呼声一心 岁约 如若不信吴心 来日吴在阵前撰操说话 如从阵内突出 一枪刺杀变了 超约 若如此 方见叔父真心 两人约定 此日 韩岁尹侯选 李勘 梁兴 马丸 杨秋武将出阵 马超藏在门营里 韩岁使人到操寨前 高叫 韩将军请丞相攀化 曹乃令曹洪尹数十其境 出阵前与韩岁相见 马离树部 红马上欠身言曰 夜来丞相拜议将军之言 切莫有误 言气便回马 超廷的大怒 挺将咒马 便此韩岁 武将拦住 劝解回寨 岁月 贤之休矣 我无歹心 马超那里肯信 恨怨而去 韩岁与武将商议约 这是如何解释 杨秋约 马超倚仗无勇 常有欺凌主公之心 便胜的曹操 怎肯相让 以某余见 不如暗投曹公 他日不失封侯之位 岁月 吾与马腾结为兄弟 安忍被知 杨秋约 事已至此 不得不然 岁月 谁可以通消息 杨秋约 某愿往 岁乃写秘书 遣杨秋竟来操债 说投降之事 操大喜 许封寒碎为西凉侯 杨秋为西凉太守 其余皆有官决 约定放火为号 共谋马超 杨秋拜辞 回见韩岁 备言其事 约定今夜放火 里应外合 岁大喜 就令军士于中军帐后堆积干柴 武将葛玄刀剑听后 韩岁商议 欲赦宴赚请马超 救袭图之 犹豫未去 不想马超早已探知背戏 便带亲随庶人 仗俭先行 令庞德马代为后应 超前步入韩岁帐中 只见武将与韩岁密语 只听得杨秋口中说道 事不宜迟 可速行之 超大怒 挥剑直入 大贺跃 群贼烟敢谋害我 众皆大惊 超一剑望韩岁面门堕去 随荒一手迎之 左手早被砍落 武将挥刀齐出 超纵不出帐外 武将围绕混杀 超毒挥宝剑 力敌武将 剑光明处 鲜血剑飞 砍翻马丸 堕倒梁星 三将各自逃生 超父入帐中来杀韩岁使 已被左右救去 帐后一把火起 各债兵接动 超连忙上马 庞德 马代一致 虎相混战 超领军杀出时 操兵四至 前有徐楚 后有徐晃 左有夏侯渊 右有曹洪 西凉之兵 自相并杀 超不见了庞德 马代 乃引百余旗 结于魏桥之上 天色微明 只见李勘领 异军从桥下过 超挺枪 纵马逐之 李勘脱枪而走 恰好于晋从马超背后赶来 晋开攻射马超 超听的背后闲响 急闪过 却射中前面李勘 落马而死 超回马来杀于晋 晋拍马走了 超回桥上筑扎 操兵前后大志 虎卫军当先 乱箭 加射马超 超以枪拨之 使节纷纷落地 超令从其往来屠杀 正奈曹兵围果坚后 不能冲出 超于桥上大鹤一声 杀入河北 从其戒备截断 超独在阵中冲突 却被暗弩射倒 坐下马 马超跺于地上 操军逼合 正在危急 湖西北角上 一镖军杀来 乃庞德 马代也 二人救了马超 将军中战马与马超骑了 翻身沙条血路 往西北而走 曹操文马超走脱 传令诸将 无分小业 勿要赶到马 如得首级者 千金赏 万户侯 升货者 封大将军 众将得令 各要真功 以礼追袭 马超顾不得人马困乏 只顾奔走 从其渐渐皆散 步兵走不上者 多被秦去 只剩的三十余起 与庞德 马代望 陵西临逃而去 曹操亲自追至安定 知马超去远 方收兵回长安 众将必接 韩岁已无左手 做了残疾之人 操教就于长安歇马 受西凉侯之旨 杨秋 侯选 接封列侯 另守胃口 下令班师回许多 梁州参军杨复 自一山 竟来长安建草 操问之 杨复曰 马超有吕不知勇 深得羌人之心 金丞相若不成事搅决 他日养成气力 笼上朱郡 非赴国家之有也 望丞相且修回兵 操远 吴本玉流兵争之 乃中原多士 南方未定 不可久留 君当为孤宝之 傅领诺 又保健为康为 梁州刺史 同领兵屯继成 以防马超 傅临行 请于操曰 长安必留重兵 以为后援 操曰 吴以定下 辱旦放心 赴辞而去 众将接问曰 出贼据铜关 未以北道缺 丞相不从河东 积逢义 而反守铜关 千言日久 而后北渡 利盈固守 何也 操曰 出贼守铜关 若无出道 便取河东 贼必以各债 分手诸渡口 则何兮不可度矣 无故圣兵 接据于铜关前 使贼进南守 而何兮不准备 故徐晃 诸灵得度也 吴然后引兵北渡 连车树炸为涌道 驻兵成 欲贼之无弱 以交其心 使不准备 无乃巧用反剑 处士族之力 以胆击破之 正所谓 急雷不急掩耳 兵之变化 故非一道也 众将又请问曰 丞相美文贼 夹兵天众则有喜色 何也 草曰 观中边远 若群贼各依贤祖 争之非一二年不可平复 今皆来聚一处 其众虽多 人心不一 亦于离间 一举可灭 无故喜也 众将败远 丞相神谋 众不及也 草曰 义赖辱众文武之力 遂众赏诸君 刘夏侯渊屯兵长安 所得祥兵 奋波各部 夏侯渊宝举逢一高龄人 姓张 明记 自得荣 为京赵尹 与渊同守长安 草班师回都 县地排卵架出锅迎戒 赵曹赞败不明 入朝不屈 剑履上殿 如汉象萧何故事 自此威震中外 这消息拨入汉中 早惊动了汉宁太守张鲁 原来张鲁乃配国疯人 其祖张灵 在西川古明山中造作道书以祸人 人皆敬至 灵死之后 其子张衡行至 百姓带有学道者 驻米无斗 士号米贼 张衡死 张鲁行至 鲁在汉中自号为师君 其来学道者皆号为鬼族 为首者号为祭酒 领众多者号为智头大祭酒 勿以诚信为主 不许欺诈 如有病者 即涉谈使病人居于静世之中 自私已过 当面沉守 然后为之祈祷 主祈祷之事者 号为奸令祭撒 祈祷之法 输病人性命 说福罪之义 作文三通 名为三观守书 一通放于山顶以奏天 一通埋于地以奏地 一通沉于水以深水关 如此之后 但并全可 将弥武斗为谢 又盖一舍 舍内泛米 柴火 肉施齐备 许过往人量时多少 自取而识 多取者受天诛 境内有犯法者 避数三次 不改者 然后施行 所在并无官长 尽数祭久所管 如此雄距汉中之地已三十年 国家以为 德远不能征伐 就命鲁维镇南中狼将 领汉宁太守 通进贡而已 当年文操破西梁之众 威震天下 乃巨重商一约 西梁马腾遭路 马超新败 曹操必将亲我汉中 我欲自称汉宁王 督兵具曹操 诸君以为何如 严谱曰 汉川之民 护出十万余众 财富粮足 四面显顾 金马超新败 西梁之民 从子五谷奔入汉中者 不下数万 于一亿州 刘章荤弱 不如先取西川 四十一州为本 然后称王位持 张鲁大喜 遂与帝张魏 商议起兵 早有戏作暴入川中 却说 义州刘章 自继欲 及刘燕之子 汉鲁公王之后 张帝元河中 喜风敬陵 知数 殷居于此 后燕官 致义州目 兴平元年 患病居而死 周大力 赵伟等 共保张 为义州目 张曾杀张鲁母吉弟 因此有仇 张使庞熙 为巴西太守 以聚张鲁 石龙熙探知张鲁 欲兴兵取川 急报之刘章 张平生懦弱 闻得此信 心中大忧 极具重观商议 胡义仁昂然而出约 主公放心 某虽不才 凭三寸不烂之舌 使张鲁不敢正眼来去西川 正是 只因蜀地谋尘尽 致引荆州豪杰来 未知此人是谁 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回 张永年返南扬休 庞世元 异曲西蜀 却说 那禁忌于刘章者 乃一周别嫁 姓张 明松 自永年 其人生的讹绝头奸 鼻江齿路 身短不满无耻 言语有若同中 刘章问曰 别嫁有何高见 可解张鲁之威 松月 某文许都曹操 扫荡中原 吕布 二元皆为所灭 近右破马超 天下无敌 主公可被尽县之物 松亲王许都 说曹操兴兵取汉中 以图张鲁 则鲁据敌不暇 何敢负亏蜀中业 刘章大喜 收拾金珠锦起 为尽县之物 遣张松为使 松乃暗化西川地里图 本藏之 代从人树起 取鹿赴许都 早有人暴入荆州 孔明便使人入许 都打探消息 却说 张松到了许都管役中注定 每日去乡府伺候 求见曹操 原来曹操自破马超回 奥逆得志 每日饮宴 无事少出 国政皆在乡府商议 张松后了三日 方得通姓名 左右近视先要贿赂 却才引入 操作于堂上 松拜毕 操问曰 如主刘章连年不进贡 何也 松曰 为路途艰难 贼寇窃发 不能通敬 操斥曰 无扫清中原 有何盗贼 松曰 南有孙权 北有张鲁 西有刘备 至少者一代甲十余万 岂得为太平业 操先见张松人物为所 五分不喜 幽闻语言冲撞 随拂袖而起 转入后堂 左右则松曰 辱为使命 何不知礼 以为冲撞 兴得成乡 看如远来之面 不见罪责 辱可急急回去 松曹曰 无穿中无周宁之人也 忽然接下一人大鹤鱼 如穿中不会产命 无中原 岂有产命者呼 松观其人 单眉戏眼 冒白神清 问其姓名 乃太位杨彪之子杨修 自得祖 现为丞相门下掌库主部 此人博学能言 至实过人 松之修是个蛇变之事 有心难知 修意自是其才 小去天下之事 当时见张松言语讥讽 遂邀出外面书院中 分宾主而坐 为松曰 蜀道齐驱 远来劳苦 松曰 奉主之命 随赴汤蹈火 俯赶此也 修问 蜀中风土何如 松曰 蜀为西郡 古号一周 路由锦江之险 地连剑阁之雄 回环二百八成 纵横三万余里 鸡鸣犬肺相闻 市井驴言不断 田肥的茂 遂无水汉之忧 国富民风 时有管弦之悦 所产之物 富如山姬 天下莫可及也 修又问曰 蜀中人物如何 宋曰 闻有相儒之父 吾有福波之才 亦有重景之能 不有君平之隐 九流三教 出乎其类 跋乎其翠者 不可圣计 岂能尽数 修又问曰 方金流济玉手下 如公者 还有几人 宋曰 闻武全才 智勇足辈 忠义慷慨之事 动以百数 如松不才之辈 车在斗梁 不可生计 修曰 功进居何止 宋曰 滥冲别嫁之任 甚不称之 敢问功为朝廷何官 修曰 现为丞相府主部 宋曰 九文功世代三英 何不利于庙堂 辅佐天子 乃区区坐相府门下一立户 杨修文言 满面修残 抢言而答曰 某虽居下辽 丞相为以君政前梁之众 早晚多蒙丞相教会 极有开发 故就此之耳 宋孝曰 宋文曹丞相文不明孔 孟之道 五不达孙 无知机 专物强霸而居大位 安能有所教会 以开发民工业 修曰 宫居边于 安之丞相大财户 无事令公官之 忽左右于妾中 取书一卷 以示张松 松关其提约 梦得新书 从头至尾 看了一遍 共一十三篇 皆用兵之药法 松看碧 问曰 宫以此为何书也 修曰 此事丞相卓谷准金 仿孙子十三篇而作 宫妻丞相无才 此堪已传后是否 宋大孝曰 此书无蜀中三尺小铜 亦能暗颂 何为新书 此事战国时无明事所作 曹丞相盗窃已为己能 只好满足夏儿 修曰 丞相密藏之书 虽已成至 未传于世 宫言蜀中 小而暗颂如流 何相欺乎 宋曰 宫如不信 无事送至 虽将梦得新书 从头至尾 朗颂一遍 并无一次差错 修大经曰 宫过目不忘 真天下奇才也 后人有诗赞曰 古怪形荣义 清高提茂书 语清三峡水 目视诗行书 胆量亏稀蜀 文章冠太虚 百家并诸子 一揽更无语 当下张松玉辞回 修曰 公且暂居管设 荣某载禀丞相 领功面君 松谢而退 修入见曹曰 事来丞相和曼张松呼 曹曰 言语不逊 无故慢智 修曰 丞相上荣一弥横 何不纳张松 草曰 弥横文章 拨于当今 无故不忍杀志 松有何能 修曰 且无论其口四悬河 便才无碍 事修以丞相所传 梦德新书 是知 笔官一变 即能按诵 如此博文强计 事所涵有 松言此书乃战国时 无明事所作 蜀中小儿 皆能熟记 曹曰 莫非古人与我暗何否 令扯碎其书烧之 秀曰 此人可使面君 叫见天朝气象 曹曰 来日我于西教场典君 如可先引他来 使见我君荣之圣 叫他回去传说 无极日下的江南 便来收穿 修领命 至次日 与张松同志西教场 操点虎卫雄兵五万 步于教场中 果然盔甲鲜明 衣袍灿烂 金谷震天 割毛耀日 四方八面 各分队伍 惊奇阳彩 人马腾空 松邪目试制 良久 操唤松旨而誓约 如川中曾见此英雄人物否 松曰 无蜀中不曾见此兵级 但以仁义制人 操变色是之 松全无巨义 杨修贫以目视松 操卫松曰 无是天下蜀辈有草芥儿 大军到处 战无不胜 攻无不取 顺无者生 逆无者死 如知知乎 松曰 丞相驱兵到处 战必胜 攻必取 松义速之 昔日濮阳宫旅不知时 晚成战张秀之日 赤壁玉州郎 华戎逢官宇 各须气袍于铜官 夺船必见于渭水 此皆无敌于天下也 曹大怒曰 恕如怎敢皆无短处 贺令左右推出斩之 杨修贱曰 松虽可斩 奈从蜀道而来入贡 若斩之 恐失远人之意 操怒气未息 寻遇意见 操方免其死 令乱棒打出 松规管设 连夜出城 收拾回串 松自思域 无本玉县西川周郡与曹操 谁想如此慢人 我来施于刘章之前 开了大口 今日样样空回 须被蜀中人所孝 无闻荆州刘玄德 仁义远拨久矣 不如静游那条路回 试看此人如何 我自有主见 于是城马隐仆 从望荆州界上而来 前至隐州借口 忽见一队军马 约有五百余旗 为首一员大将 轻装软扮 勒马前问曰 来者莫非张别驾护 松曰 然也 那将荒芒下马 圣惹曰 赵云等候多时 松下马搭理曰 莫非常山赵子龙户 云曰 然也 某奉主公刘玄德之命 为大夫远舍路途 安马驱驰 特命赵云辽凤九十 严霸 君士贵凤九十 云静尽之 松自思曰 人言刘玄德宽任爱客 经过如此 遂与赵云饮了数杯 上马同行 来到荆州借首 十日天晚 前到管义 建议门外百余人势力 击鼓相接 一将与马前施礼约 奉兄长将令 魏大夫远舍封尘 令关某洒扫一亭 以待歇宿 松下马 与云长 赵云同入管舍 讲理续作 须语 排上九言 二人殷勤相劝 隐至更兰 方使霸袭 诉了一笑 此日早善毕 上马行不到三五里 只见一簇人马到 乃是玄德引着福龙 奉厨 亲自来接 姚剑张松 早先下马等候 松一荒芒下马相见 玄德约 九闻大夫高明 如雷贯耳 恨云山遥远 不得听教 金文回都 转此相见 躺蒙不弃 到荒州暂些片时 以叙可养之思 实为万幸 松大喜 遂上马并配入城 至府堂上各个序礼 分宾主 依次而作 设宴款待 饮酒间 玄德只说闲话 并不提起西川之事 松一言挑之约 金黄疏守荆州 还有几郡 孔明达约 荆州乃暂界东吴的 美美使人取讨 今我主因是东吴女婿 故权且在此安身 宋约 东吴聚六郡八十一州 民强国父 有且不知足也 庞统约 吴主汉朝皇叔 反不能占据周郡 其他皆汉之毛贼 却都是强侵占地土 为智者不平焉 宣德约 二宫修演 吴有何德 敢多忘乎 宋约 不然 民宫乃汉氏宗亲 仁义冲涩乎四海 修道占据周郡 便待正统而居地位 亦非分外 宣德拱手谢约 公言太过 备何敢当 自此一连流张松 饮宴三日 并不提起川中之事 宋辞去 宣德于十里长亭 设宴送行 宣德举酒卓宋约 盛何大夫不外 留许三日 今日相别 不知何时再得听教 言罢 潜然泪下 张松自私 玄德如此宽人爱事 安可舍之 不如说之 另取西川 乃言曰 松义司招募趋势 恨未有辩耳 松关荆州 东有孙权 长怀虎拒 北有曹操 美誉惊吞 亦非可酒恋之地也 宣德约 故知如此 但未有安济之所 宋约 一周显塞 卧也千里 您因国父 智能之事 久慕皇叔之德 若其京香之众 长驱西指 霸业可成 汉事可兴矣 宣德约 被安敢当死 刘益州异地是宗亲 恩则不蜀中久矣 他人岂可得而动摇呼 宋约 某非卖主求荣 金玉民工 不敢不霹雳肝胆 刘继玉虽有一周之地 秉性暗弱 不能任贤用能 加之张鲁在北 十四钦犯 人心离散 私得民主 宋此一行 专玉纳款于操 何欺逆贼 自称奸雄 奥贤曼氏 故特来见民工 民工先取西川围基 然后北途汉中 收取中原 匡正天朝 名垂青史 宫莫大焰 民工果有取西川之意 宋院师全马之劳 以为内应 为之君亦若和 宣德约 深感君之后裔 奈刘继玉 与被同宗 若攻之 恐天下人唾骂 宋约 大丈夫处事 当努力建功立业 着边在先 今若不取 为他人所取 悔之晚矣 宣德约 被闻数到齐驱 千山万水 车不能方轨 马不能连配 虽欲取之 用何良策 宋于秀中 取出意图 帝宇玄德约 深感民工盛德 感献此图 但看此图 便知蜀中道路矣 玄德略展示之 上面尽写着地理行程 远近阔辖 山川险要 府库前两 一一聚在明白 宋约 民工可肃图之 宋有心腹 弃有二人 法正 孟达 此二人必能相助 如二人到荆州时 可以心事共义 玄德拱手谢约 青山不老 绿水长存 他日誓成 必当后报 宋约 宋玉民主 不得不尽情相告 岂敢妄报乎 说罢作别 孔明明云长等 护送数十里方回 张宋回忆周 先见有人法正 正自孝旨 又浮风 没人也 贤是法真之子 宋建政 被说曹操 清贤傲事 只可同忧 不可同乐 无以将一周 许留皇叔矣 专誉与兄共矣 法正曰 无料留章无能 已有心见 留皇叔久矣 此心相同 又何以焉 少请孟达志 达自子庆 与法正同乡 达入 见政与松密语 达约 无以至二公之义 将欲献一周也 松曰 事欲如此 凶士猜之 何献与谁 达约 非留玄德不可 三人府长大笑 法正为松曰 兄明日见刘章 当若何 松曰 无见二公为始 可往荆州 二人应远 次日 张松见刘章 张问 干事若何 松曰 操乃汉贼 欲窜天下 不可为言 彼有取川之心 张曰 似此如之奈何 松曰 松有一谋 使张鲁 曹操必不敢 侵犯西川 张曰 何戒 松曰 荆州刘皇叔 与主公同宗 仁慈宽厚 游掌者风 赤壁熬兵之后 操文之而胆裂 何况张鲁乎 主公何不前使皆好 使为外援 可以聚曹操 张鲁乙 张曰 无以有此心久矣 谁可为始 松曰 非法证 孟达 不可亡也 张吉赵二人入 修书一封 令法证为始 先通行好 赐遣孟达领精兵五千 迎权得入川为援 正商一间 一人自外突入 汗流满面 大叫曰 主公若听张松之言 则四十一周郡 已属他人意 松大经 是其人 乃兮浪中八人 姓黄 明权 自公衡 现为刘张府下主部 张问曰 玄德与我同宗 无故劫之为缘 辱何出此言 全曰 某宿之刘备 宽以待人 柔能克刚 英雄莫敌 远得人心 尽得民望 兼有诸葛亮 庞统之智谋 官 张 赵云 黄忠 魏延为语义 若照到蜀中 以不取代之 刘备安肯 伏堤作小 若以克里代之 又一国不容二主 今听陈言 则悉俗有泰山之安 不听陈言 主公有雷卵之威义 张松卓从荆州过 必与刘备同谋 可先斩张松 后绝刘备 则西传万幸也 张约 曹操 张鲁道来 何以拒之 劝曰 不如毕竟绝塞 深沟高磊 以待时轻 张约 贼兵犯戒 有烧眉之急 若待时轻 则是慢计也 遂不从其言 遣法正行 又一人祖曰 不可 不可 张适之 乃仗前 从事官王 泪也 泪顿手 言曰 主公斤听 张松之说 自取其货 张约 不然 无解好 刘玄德 实欲拒 张鲁也 泪 语 张鲁犯戒 乃选戒之急 刘备入川 乃心腹之大患 旷刘备 既刘备 世之枭雄 先是曹操 便思谋害 后从孙权 便夺荆州 心术如此 安可同处乎 今若照来 西川修矣 张赤鱼 再修乱道 玄德是我同宗 他安肯夺我基业 便叫福二人出 遂命法证便行 法证离义州 静取荆州 来见玄德 参拜已毙 呈上书信 玄德拆封侍之 书曰 足弟刘彰 在败至书于 玄德宗兄将军麾下 九福殿天 蜀道齐驱 未及鸡贡 甚且惶愧 张文及兄相救 患难相扶 朋友尚然 旷宗足户 今张鲁在北 但兮兴兵 侵犯张界 甚不自安 专人谨奉齿书 尚起军厅 唐念同宗之情 全手足之意 即日兴师剿灭狂寇 勇为纯齿 自有众仇 书不禁言 专后车气 玄德看毕大喜 设宴相待法证 九国朔寻 宣德平退左右 秘魏正约 久仰孝之英明 张别价多谈圣德 今或听教 甚为平生 法正谢约 蜀中小利 何足道哉 盖文马逢伯乐 而思 人欲知己而死 张别价昔日之言 将军富有异呼 宣德约 被一身济客 未尝不伤感而叹息 长思交疗上存一知 狡兔游藏三窟 何况人呼 蜀中风鱼之地 非不欲取 奈刘济玉系被同宗 不忍相图 法正约 一周天府之国 非治乱之主 不可拘也 今刘济玉不能用闲 此夜不久必属他人 今日自赋予将军不可措施 岂不闻竹吐仙德之语乎 将军欲取 某当孝死 玄德拱手谢约 上荣商议 当日习散 孔明亲送法正规管设 玄德独坐沉吟 庞统晋约 事当绝而不绝者 于人也 主公高明 何多一夜 玄德问曰 以公之义 当父何如 统曰 荆州东有孙权 北有曹操 难以得志 一周户口百万 图广财富 可资大业 金姓张松 法正为内住 此天赐也 何必一再 玄德曰 金与无水火相敌者 曹操也 曹以吉 无以宽 曹以报 无以仁 曹以绝 无以忠 每与曹相反 事乃可成 若以小利而失信 异于天下 无不仁也 唐统孝曰 主公之言 虽和天理 乃离乱之时 用兵争强 顾飞一道 若拘之常理 寸步不可行以 宜从全辩 且兼若功魅 逆取顺手 汤 武之道也 若试定之后 报之以义 封为大国 何复于信 今日不取 终被他人取耳 主公姓 孰思宴 玄德乃恍然 月 金石之言 当名肺腑 于是遂经孔明 同意起兵西行 孔明月 荆州重地 必须分兵守之 玄德月 吴宇旁事远 黄忠 魏延 前往西川 军师可与 关云长 张义德 赵子龙守荆州 孔明英云 于是孔明总守荆州 关公距襄阳要路 当清泥爱口 张飞领四郡寻江 赵云屯江陵 镇公安 玄德令黄忠为前部 魏延为后军 玄德自语刘峰 关平在中军 庞统为军师 马步兵五万 启程西行 临行时 胡廖化引义军来降 玄德便叫廖化 辅佐云长 以聚曹操 逝年冬月 引兵望西川进发 行不述程 孟达接着 拜见玄德 说留义州令 谋领兵五千元来迎接 玄德使人入义州 先报刘张 张便发书告报 沿途周郡 攻击前两 张玉自出浮城 亲接玄德 集下令 准备车程账满 惊其铠甲 勿咬鲜明 主部黄泉入剑约 主公此去 必被刘备之害 某实陆多年 不忍主公中他人奸计 望三四支 张松约 黄泉此言 书间宗族之意 滋长寇道之威 实无异于主公 张乃赤泉约 无异已决 辱何逆无 拳扣手流泄 尽前口弦张一而剑 张大怒扯一而起 拳不放 顿落门崖两个 张鹤左右 推出黄泉 拳大哭而归 张玉行 一人叫约 主公不纳黄公横中严 乃欲自救死地也 浮于阶前而剑 张世之 乃剑宁于原人也 姓李 明辉 叩首剑约 妾闻君有正臣 父有正子 皇公横中一之言 必当听从 若容刘备入川 是由迎虎于门也 张约 玄德是吴宗兄 安肯害武 在言者必斩 赤左右推出礼徽 张松约 金属中文官各顾妻子 不复为主公孝吏 诸将士公骄傲 各有外义 不得刘皇叔 则嫡公于外 民公于内 必败之道也 张约 公所谋 身于吴有义 次日 上马出于桥门 人报从事王类 自用绳索倒掉于城门之上 一手直剑章 一手杖剑 口称如剑不从 自割断其绳索 撞死于此地 刘章教却所直见张官之 其略于 一周从事陈王类 气血肯告 窃闻良药苦口利于病 忠言逆而利于行 西楚怀王 不听屈原之言 惠盟于武官 为秦所困 金主公清离大郡 欲迎刘备于浮城 恐有去路 而无回路已 倘能斩张松于世 绝刘备之约 则蜀中老幼姓慎 主公之姬业亦姓慎 刘章关闭 大怒约 吾与人人相会 如青之兰 辱何树 五余无业 王类大叫一声 自割断其索 撞死于地 后人有失探约 盗挂城门捧建张 拼将一死抱刘章 黄泉舌尺中降备 使劫何如王类刚 刘章将三万人马往浮城来 后军装载资粮建博一千余量 来接玄德 却说玄德前军已到殿疆 所到之处 一者是西川攻击 二者是玄德号令严明 如有望举百姓一物折斩 于是所到之处秋毫无犯 百姓辅老邪幼 满路沾官 焚香礼拜 玄德皆用好言辅慰 却说法正密为庞统约 尽张松有秘书到此 言于浮城相会留章 便可图之 机会切不可示 统约 此意且误言 待二流向见 成便图之 若欲走谢 于众有变 法证乃密而不言 浮城离成都三百六十里 张已道 使人迎接玄德 两军皆屯于浮江之上 玄德入城 与刘璋相见 各叙兄弟之情 礼璧 挥泪肃告钟情 尹燕璧 各回寨中安谢 张未重官曰 可孝皇权 王位等辈 不知宗兄之心 妄想猜疑 无今日见之 真人意之人也 无得他为外援 又何律曹操 张鲁燕 非张松 则失之矣 乃托索穿绿袍 并黄金五百两 令人往成都赐予张松 石部下江左流归 灵包 张仁 邓贤等 一般文武官曰 主公且修欢喜 刘备柔中有刚 其心未可测 还宜防之 张笑曰 如等皆多虑 吴兄岂有二心在 众皆皆探而退 却说玄德归到寨中 庞统入剑约 主公今日席上剑 留纪御动静呼 玄德吴 纪御真诚实人也 统约 纪御虽善 其臣留归 张润等 皆有不平之色 其间吉凶未可饱也 一统之计 莫若来日设宴 请纪御复喜 于逼中埋伏刀俯首一百人 主公至卑为号 就沿上杀志 一拥入成都 刀不出鞘 功不上弦 可作而定也 宣德约 纪御是无同宗 诚心待无 更坚无出道蜀中 恩信未立 若行此事 上天不容 下民意愿 公此谋 虽霸者亦不为也 统约 此非统之谋 是法孝职的张松秘书 严是不宜迟 只在早晚当徒之 严未以 法正入见 约 某等非为自己 乃顺天命也 宣德约 刘继玉与无同宗 不仁取之 正约 民公诧矣 若不如此 张鲁渔蜀有沙母之仇 必来攻取 民公远设山川 驱驰是马 寄到此地 尽则有功 退则无义 若知狐疑之心 千言日久 大为师计 且恐 积谋一谢 反为他人所算 不若成此 天与人归之时 出其不义 早立基业 实为上策 彭统意在三项劝 正是 人主几番存厚道 财臣一亿尽全谋 为之 玄德心下如何 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一回 赵云杰将夺阿斗 孙权遗书退老蛮 却说 庞统 法政二人 劝玄德 救习奸杀流张 西川 唾手可得 玄德约 无出入蜀中 奔信未利 此事绝不可行 二人再三说之 玄德 只是不从 此日 赋予刘章 燕于城中 彼此戏续终取 情好甚密 久之半憨 庞统与法政 商议约 事已至此 由不得主公了 便将魏严登堂 武剑 成事杀刘章 严遂拔剑禁约 严间无以为乐 愿武剑为戏 庞统 便换重武士入 列于堂下 只待魏严下手 刘章手下诸将 见魏严武剑 严前 又见阶下武士 首按刀把 直视堂上 从事张任 一撤剑武约 武剑必须有队 某愿与魏将军同武 二人对武于严前 魏严目视刘风 风义拔剑驻武 于是刘归 林包 邓贤各撤剑出约 我等当群武 以助一笑 玄德大经 急撤左右 索佩之剑 立于席上约 吴兄弟相逢痛饮 并无一记 又非鸿门会上 何用武剑 不弃剑者力斩 刘章义赤约 兄弟相聚 何必带刀 宁侍卫者 进去配剑 众皆纷然下唐 玄德 宦珠将士上唐 以九次之 约 吴弟兄 同宗骨穴 共义大事 并无二心 如等物疑 诸将皆拜谢 刘彰执 玄德之首而弃约 吴兄之恩 誓不敢忘 二人欢饮 至瓦而散 玄德归债 则庞统约 功等奈何欲献 背于不义也 今后断物为此 统皆探而退 却说刘章归债 刘归等约 主弓剑 近日席上光景祸 不如早回 免生后患 刘章约 吴兄刘玄德 非比他人 众将约 虽玄德无此心 他手下人 皆欲吞并西川 以图富贵 张约 如等无见 无兄弟之情 遂不听 日语 玄德欢絮 呼报张鲁 整顿兵马 将犯家蒙官 刘章便请 玄德网拒之 玄德凯然领诺 即日引本部兵 望家蒙官去了 众将劝刘章 令大将谨守 咳出关爱 以防玄德兵变 张出师不从 后因众人苦劝 乃令白水都督杨怀 高配二人 手把拂水官 刘章自回成多 玄德道 加盟官 严禁军事 广市恩惠 以收民心 早有细作暴露东吴 吴侯孙全会文武商议 雇佣禁曰 刘备分兵远设 山险而去 为亦网还 何不差一军 先劫窗口 断气归路 后进其东吴之兵 一鼓而下京香 此不可失之机会也 全曰 此祭大庙 正商一间 胡平封后 一人大鹤而出曰 尽此记者可斩之 遇害吴女之命也 众经是之 乃吴国太也 国太怒曰 吴一生唯有一女 嫁与刘备 尽若动兵 吴女性命如何 殷斥孙全曰 如掌父兄之夜 坐领八十一周 上字不足 乃顾小利 而不念骨肉 孙全诺诺连声 答曰 老母之训 岂敢有为 遂赤退众官 国太恨恨而入 孙全立于宣夏 自私 此机会已失 京香何日可得 正臣吟间 只见张昭入问曰 主公有何优移 孙全曰 正思世间之事 张昭曰 此即一也 金叉心腹将一人 只带五百君 潜入荆州 下一封密书与郡主 只说国太病危 遇见亲女 娶郡主星夜 回东吴 玄德平生 只有一子 就交代来 那时 玄德定把荆州 来换阿斗 如其不然 一任动兵 更有和爱 全曰 此即大庙 吴有义人 姓周 明善 最有胆量 自幼川防入户 多随吴兄 尽可拆他去 昭曰 切勿露谢 只此便令起行 于是密遣周善将五百人 伴为商人 分坐五船 更诈修国书 已被盘结 船内暗藏兵器 周善领命 去荆州水路而来 船破江边 善自入荆州 令门力报孙夫人 夫人命周善入 善城上密书 夫人见说国太病危 撒泪动吻 周善拜诉于 国太好生病重 但兮只是思念夫人 躺去的池 恐不能相见 就教夫人戴阿斗 去见一面 夫人曰 皇叔引兵远出 我今欲回 须使人之惠君师 方可以行 周善曰 若君师回言道 须报之皇叔 后了回命 方可下船 如之奈何 夫人曰 若不辞而去 恐有祖当 周善曰 大江之中 已准备下船之 至今便请夫人 上车出城 孙夫人听之母病危急 如何不慌 便将七岁孩子 阿斗 载载车中 随行带三十余人 各跨刀剑 上马离荆州城 便来江边上船 府中人预报时 孙夫人已到沙头镇 下载船中了 周善方欲开船 只听得岸上有人大叫 且修开船 容与夫人践行 是之 乃赵云也 原来赵云寻哨方回 听得这个消息 吃了一惊 只待四五骑 旋风般沿江赶来 周善守之长歌 大贺曰 汝和人 敢当主母 赤令军士 一起开船 各将军气出来 百列在船上 风顺水急 船皆随流而去 赵云沿江赶叫 任从夫人去 只有一句话败饼 周善不踩 只催船速进 赵云沿江赶到十余里 忽见江滩斜揽 一只渔船在那里 赵云砌支枪 跳上渔船 至两人驾船前来 望着夫人所坐大船追赶 周善交军事放箭 赵云以枪拨支 箭接纷纷落水 离大船悬隔仗鱼 吴兵用枪乱刺 赵云弃枪在小船上 车所佩清刚箭在手 分开枪朔 望吴船涌身一跳 早登大船 吴兵进阶惊倒 赵云入舱中 剑夫人抱恶斗于怀中 贺赵云约 何故无礼 云叉剑生诺约 主母欲何往 何故不令军师之会 夫人约 我母亲病在危堵 无暇抱之 云约 主母探病 何故带小主人去 夫人约 阿斗是无子 留在荆州 无人看去 云约 主母猜矣 主人一声 只有这点骨血 小将在当阳长满坡 百万军中救出 今日夫人 却预报将去 是何道理 夫人怒约 良辱只是帐下一五夫 安敢管我家事 云约 夫人要去便去 只留下小主人 夫人贺曰 辱半路 折入船中 必有反义 云约 若不留下小主人 纵然万死 亦不敢放夫人去 夫人贺势必 向前揪索 被赵云推倒 就怀中夺了阿斗 抱出船头上 欲要报案 又无帮手 欲要行凶 又恐碍于道理 进退不得 夫人贺势必夺阿斗 赵云一手抱定阿斗 一手仗剑 人不敢进 周扇 在后捎协助舵 只顾放船下水 风顺水急 望中流而去 赵云鼓掌难鸣 只护得阿斗 安能一周报案 正在危急 忽见下流头港内 依字使出十余之船来 船上摩奇雷骨 赵云自私 今翻中了东吴之计 只见当头船上一员大将 手指长矛 高声大叫 早早留下折去 原来张飞寻哨 听的这个消息 急来游江甲口 正撞着吴船 急忙截住 当下张飞提剑 跳上吴船 周扇见张飞上船 提刀来迎 被张飞手起一剑砍倒 提头至于孙夫人前 夫人大惊约 叔叔何故无礼 张飞约 嫂嫂不以俺哥哥为重 私自归家 这便无礼 夫人约 吴母病重 甚是危急 若等你哥哥回报 虚误了我事 若你不放我回去 我情愿投降而死 张飞与赵云商议 若逼死夫人 非为臣下之道 只护着阿斗过船去罢 乃魏夫人曰 俺哥哥大汉皇叔 也不辱莫嫂嫂 今日相别 若思哥哥恩义 早早回来 说罢 报了阿斗 自与赵云回船 放孙夫人五支船去了 后人有诗赞子龙月 昔年旧主在当阳 今日飞身向大江 船上无兵皆胆裂 子龙英勇士无双 又有诗赞亦得月 长满桥边怒气腾 一声唬哭退曹兵 今朝江上扶为主 清始英传万载名 二人欢喜回船 行不述礼 孔明引大队船之接来 见阿斗已夺回 大喜 三人并马而归 孔明自申文书 往家门关 报之玄德 却说孙夫人回吾 据说张飞 赵云杀了周善 结江夺了阿斗 孙权大怒 孙权大怒约 今吾媚已归 与彼不侵 杀周善之仇 如何不报 换及文武 商议起军攻取荆州 正商议调兵 胡报曹操起军四十万 来报赤彼之仇 孙权大京 且暗下荆州 商议拒敌曹操 人报长使张红 此即回家 今已病故 又哀书上城 全差事之 书中 劝孙权千居莫领 言莫领山川 有帝王之气 可诉迁于此 以为万事之业 孙权揽书大哭 魏众官曰 张子刚劝吾千居莫领 吾如何不从 即命千至建业 驻石头城 吕蒙禁曰 曹操兵来 可于如须水口 驻物已拒之 诸将皆曰 上岸鸡贼 险足入传 何用驻城 猛曰 兵有利盾 战无必胜 如粗然欲敌 不齐相簇 人上不暇积水 何能入传乎 全曰 人无远虑 必有近忧 子明之见甚远 便拆君 数万 诸如虚物 小叶并宫 客妻告倦 却说曹操 在许都 微服日甚 掌使 董昭 晋曰 自古以来 仁臣 未有如 丞相之功者 随周公 屡望 莫可及也 智风暮雨 三十余年 扫荡群凶 与百姓除害 使汉室复存 岂可与诸臣 载同列呼 何受魏公之位 驾九夕以张功德 拟到那九夕 一 车马 大路 荣路各一 大路 金车也 荣路 兵车也 玄母二四 皇马八匹 二 一 辅满 满冕之福 赤系赋言 满冕 王者之福 赤系 诸吕也 三 乐玄 月玄 王者之乐也 四 诸户 聚诸户 鸿门也 五 纳臂 纳臂一登 臂 戒也 六 虎奔 虎奔三百人 守门之君也 七 辅月 辅月各一 辅 即辅也 月 辅属 八 公使 同宫一 铜石柏 铜 赤色也 卢公石 卢石千 卢 黑色也 九 聚唱归赞 聚唱义友 归赞赴咽 聚 黑鼠也 唱 香酒 灌地以求身于音 由 忠尊也 归赞 宗庙祭器 以四仙王也 世中寻遇于 不可 丞相 本兴义兵 匡扶汉士 当禀忠贞之志 守千退之劫 君子爱人以德 不宜如此 曹操文言 勃然变色 董昭曰 岂可以 一人而祖众望 最上表请 尊操为卫功 加九息 寻遇探曰 吾不想 今日 见此事 操文 深恨之 以为不住吉野 建安十七年冬十月 曹操兴兵下江南 就命寻遇同行 欲以知操有杀己之心 脱病止于寿春 胡曹操使人送饮十亿和志 和尚有操亲笔封记 开和誓之 并无遗物 欲会其意 遂浮毒而亡 年五十岁 后人有诗探语 文若才华天下文 可怜诗族在全门 后人休把刘侯比 临眉无言见汉君 其子寻运 法哀书报曹操 操身懊悔 命后葬之 誓约静侯 且说曹操大军 置如虚 先拆曹洪岭 三万铁甲马军 哨至江边 回报云 遥望沿江一带 齐帆无数 不知兵具何处 操放心不下 自领兵前进 就如虚口排开军阵 操领百余人上山坡 遥望战船 各分队伍 依次百列 齐分五色 兵器鲜明 当中大船上 青罗伞下 坐着孙权 左右文武 势力两边 操以鞭指约 生子当如孙众谋 若留景生儿子 屯拳尔 忽一声响动 南传一骑飞奔过来 如须雾内 右翼军出 冲动曹兵 曹操军马退后便走 只喝不住 忽有千百骑赶到山边 为首马上一人 碧眼子然 众人认得正是孙权 全自引一队马军 来击曹操 曹大京 集回马时 东吴大将 韩当 周太 两骑马直 冲江上来 曹背后 徐楚纵马五刀 敌住二将 曹操得托归债 徐楚与二将战 三十和方回 曹回债 重赏徐楚 责骂重将 临敌先退 错无锐气 后若如此 进阶斩首 事业二更时分 胡寨外 喊声大震 曹吉上马 见四下里火起 却被无兵 截入大寨 杀至天明 曹兵退 五十余里下寨 曹心中郁闷 闲砍兵书 成语曰 丞相既知兵法 岂不知兵贵神速乎 丞相起兵 千言日久 故孙权得意准备 家如须水口为物 难于攻击 不落且退兵还许多 别做良途 曹不应 成语说 曹福己而卧 胡闻潮声汹涌 如万马 征奔之状 曹吉士之 见大江中 推出一轮红日 光滑射目 仰望天上 又有两轮太阳对照 忽见江心 那轮红日 直飞起来 坠于债前山中 齐声如雷 猛然惊觉 原来在帐中 做了一梦 帐前军报道武师 曹操叫备马 引武师于其 敬奔出寨 至梦中所见 落日山边 正看之间 忽见一簇人马 当先一人 金亏金甲 曹氏之 乃孙权也 权见曹智 也不慌忙 在山上勒住马 以鞭指曹曰 丞相坐镇中原 富贵以及 何故贪心不足 又来亲我江南 曹大曰 汝为臣下 不尊王室 无奉天子诏 特来陶汝 孙权孝曰 此言岂不羞乎 天下岂不知 你携天子令诸豪 无非不尊汉朝 正欲讨如以正国加尔 曹大怒 赤诸将上山捉孙权 呼一声鼓响 山背后两标军出 右边韩当 周太 左边陈武 潘张 四元将带三千公弩手乱射 史如雨发 曹吉隐重将回走 背后四将赶来甚及 赶到半路 徐楚引重虎卫军敌注 救回曹操 无兵齐奏凯歌 挥如虚去了 曹桓迎自私 孙权飞等闲人物 红日之鹰 久后必为帝王 于是心中有退兵之意 又恐东吴耻笑 进退魏绝 两边又相聚了岳鱼 战了数场 互相胜负 直至来年正月 春雨连绵 水港皆满 军事多在泥水之中 困苦异常 曹心甚忧 当日正在寨中 与众谋士商议 或劝曹收兵 或云木金春暖 正好相持 不可退归 曹犹豫未定 忽报东吴游史基书道 曹启士智 书略曰 孤与丞相 彼此皆汉朝陈载 丞相不思报国安民 乃妄动干戈 残虐生灵 岂人人之所为在 即日春水方生 功当素去 如其不然 富有赤壁之祸以 功以自私焰 书背后又披两行云 足下不死 孤不得安 曹操看壁 大笑约 孙仲谋不欺我也 仲上来使 岁下令班师 命卢江太守 朱光镇守晚城 自引大军回许昌 孙权义收军回莫陵 全宇众将商议 曹操虽然北去 刘备尚在加盟关未还 何不隐聚曹操之兵 以取荆州 张昭献纪曰 且未可动兵 谋有一计 使刘备不能再还荆州 正是 孟德雄兵方退北 众谋壮志又图难 不知张昭说出圣迹来 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二回 取福官阳高授手 攻落成皇位征攻 却说张昭献纪曰 且休要动兵 若一兴师 曹操必复制 不如修书二封 一封与刘张 言刘备接连东吴 共取西川 使刘张心仪而攻刘备 一封与张鲁 交进兵向荆州来 卓刘备首尾不能就应 我然后起兵取之 是可协议 全从之 即发誓二处去弃 且说玄德在加盟关日久 甚得民心 忽皆的孔明文书 知孙夫人 已回东吴 又闻曹操兴兵犯如虚 乃与庞统一约 曹操姬孙权 操胜必将取荆州 全胜亦必取荆州已 为之奈何 庞统曰 主公勿忧 有孔明在彼 料想东吴不敢犯荆州 主公可持书 去刘张处 只推曹操攻击孙权 全球就于荆州 吴与孙权 纯齿之邦 不容不相援 张鲁自首之贼 绝不敢来犯戒 吴金玉乐兵回荆州 与孙权会同破曹操 耐兵少粮缺 望推同宗之意 速发精兵三 四万 行粮十万胡相助 请勿有误 若得军马前粮 却另做商议 玄德从之 遣人往成都 来到关前 杨淮 高配文之此事 遂叫高配守官 杨淮同使者入成都 见刘张呈上书信 刘张看壁 问杨淮 为何一同来 杨淮曰曰 专为此书而来 刘备自从入川 广布恩德 以收民心 其意甚是不善 今求军马前粮 切不可语 如若相助 是把心助活也 刘张约 吴宇玄德 有兄弟之情 岂可不助 依人出曰 刘备枭雄 久留于蜀而不浅 是纵虎入事矣 今更助之以军马前粮 何以于虎天异护 众是其人 乃林林征阳人 姓刘明八 自子出 刘张文刘八之言 犹豫未决 黄泉又赴苦见 张乃亮波老若君四千 弥万胡 发书前史报玄德 仍令杨淮 高配 谨守关爱 刘张使者到加盟关键玄德 呈上回书 玄德大怒曰 无为辱欲敌 费力劳心 如今姬才令赏 何以使士族孝命护 遂扯毁回书 大骂而起 使者逃回成都 庞统曰 主公只以仁义为重 近日毁书发怒 前情尽弃矣 宣德曰 如此 当若何 庞统曰 某有三条计策 请主公自责而行 宣德问 那三条计 统曰 至今遍选精兵 昼夜间到静西成都 此为上计 杨淮 高配乃蜀中名将 各仗强兵聚守关爱 金主公杨以回荆州为名 二将闻之 必来相送 就送行处 请而杀之 夺了关爱 先去浮城 然后却向成都 此重计也 退还白帝 连夜回荆州 徐途进取 此为下计 若沉吟不去 将至大困 不可就矣 宣德曰 军师上计太足 下计太缓 众计不吃不及 可以行之 于是发书至刘章 只说曹操令部将乐进 引兵至清泥阵 众将抵敌不住 无当亲往拒之 不及面会 特殊相辞 书至成都 张松听得说 刘玄德 遇回荆州 指道是真心 乃修书一封 御令人 宋宇玄德 却执亲兄 广汉太守张素道 松吉藏书于秀中 与宋相陪说话 宋建松 神情恍惚 心中疑惑 宋取酒 与宋共饮 献愁之间 忽落此书余地 被宋从仁识德 习散后 从仁以书成素 素开试之 书略曰 松卓尽言于皇书 并无虚谬 何乃迟迟不发 逆取顺手 古人所贵 金大士 已在掌握之中 何故欲弃此 而回荆州乎 史松闻之 如有所施 书成到日 急速进兵 松当为内应 万物自物 张素建了 大经约 无地做灭门之事 不可不守 连夜江书建 刘张 据炎帝张松 与刘备同谋 遇险西川 刘张大怒约 无平日 未尝搏待他 和故欲谋反 岁下令捉张松全家 尽斩于事 后人有诗探约 一览无一事所惜 谁知书信谢天机 为官玄德兴王业 先向成都携染医 刘章记斩张松 聚集文武商议约 刘备欲夺无基业 当如之和 黄泉约 事不宜迟 即便差人告报 各处关爱 天兵把守 不许放荆州 一人一起入关 张松其言 星夜持席各官去弃 却说玄德提兵回福城 先令人报上福水关 请杨怀高培出关相别 杨 高二将文报 商议约 玄德此回若和 高培约 玄德何死 我等各藏利刃在身 就送行处赐之 以绝无主之患 杨怀曰 此祭大庙 二人只待随行二百人 出关送行 其余并留在关上 玄德大军进发 前至浮水之上 庞统在马上为玄德曰 杨怀高培若欣然而来 可提防之 若比不来 便起兵径取其关 不可迟缓 郑说间 呼起一阵旋风 把马前率自棋吹倒 玄德问庞统曰 此何赵也 统曰 此景报也 杨怀 高培二人 必有行刺之意 一善防之 玄德乃身批仲凯 自配保健防备 人报扬 高二将前来送行 玄德令军马歇令 庞统吩咐魏言 黄中 但官上来的军事 不问多少 马步军兵 一个也休放回 二将得令而去 却说杨怀 高培二人身边 可藏力刃 带二百军兵 迁阳送酒 直至军前 简兵无准备 心中安息 以为重计 入至帐下 见玄德正与 庞统坐于帐中 二将声惹约 闻皇叔远回 特聚薄礼相送 遂敬酒劝玄德 玄德约 二将军守官不义 当先饮此杯 二将饮酒毙 玄德约 吾有密室 与二将军商议 闲人退毙 遂将带来二百人 竟赶出中军 玄德赤曰 左右与吾 捉下二贼 战后刘峰 官平 应声而出 杨 高二人 急待争斗 刘峰 官平 各捉住一人 玄德赫曰 吾与如主 是同宗兄弟 汝二人 何故同谋 离间亲情 庞统赤左右 搜其身判 果然各搜出 利刃一口 捅便赫斩二人 玄德还有 魏决 统约 二人本意欲杀无主 罪不容诛 碎赤刀俯首 斩杨怀 高配于仗前 黄中 魏言早将二百丛人 仙字捉下 不曾走了一个 玄德换入 各赐九压经 玄德约 杨怀 高配离 兼无兄弟 又藏利刃行刺 故行诸禄 尔等无罪 不必惊疑 众个败谢 庞统约 吴金 即用如等引路 代吴军取官 各有重赏 众皆应允 事业二百人先行 大军随后 前军至官下教约 二将军有急事回 可速开关 城上听的是自家军 急事开关 大军一拥而入 兵不血刃 得了服官 蜀兵皆降 玄德各家重赏 遂及分兵前后手把 次日劳军 设宴于宫厅 玄德九憨 故庞统约 今日之会 可为乐乎 庞统约 伐人之国而以为乐 非人者之兵也 玄德约 无闻昔日武王伐咒 坐乐相公 此亦非人者之兵于 汝言何不合道理 可速退 庞统大笑而起 左右一拂 玄德入后堂 睡至半夜 酒醒 左右以逐庞统之言 告之玄德 玄德大悔 次早川医生堂 请庞统谢罪曰 昨日酒醉 言语触犯 姓武挂怀 庞统谈笑自若 玄德约 昨日之言 唯武有失 庞统约 君臣俱师 何读主公 玄德一大笑 其乐如初 却说刘张文玄德杀了羊 高二将 习了拂水官 大经约 不料今日国有此事 遂据文武 问退兵之策 黄泉约 可连夜浅兵屯落线 赛逐咽喉之路 刘备虽有精兵猛将 不能过也 张遂令刘归 灵包 张仁 邓贤典五万大军 星夜王首落线 以拒刘备 四将行兵之次 刘归约 吴文锦平山中有一亿人 道号子须上人 知人生死贵贱 吴被今日行军 正从锦平山过 何不是网问之 张仁约 大丈夫行兵拒敌 岂可问于山野之人乎 归约 不然 圣人云 智诚之道 可以前之 吴等问于高明之人 当屈及避凶 于是 四人引武六十旗 至山下 问敬侨夫 侨夫指高山 绝顶上 便是上人所居 四人上山至安前 见一道同出营 问了姓名 引入安中 只见子须上人 坐于扑敦之上 四人下拜 求问前程之事 子须上人曰 贫道乃山野废人 岂之修旧 刘归再三拜问 子须遂命道 同取执笔 写下八句言语 赋予刘归 七文曰 左龙右凤 飞入西川 除凤坠地 卧龙升天 亦得一失 天术当然 见机而坐 勿丧九全 刘归又问曰 我四人气数如何 子须上人曰 定术难逃 何必再问 归又请问时 上人眉垂木合 恰似睡着的一般 并不答应 四人下山 刘归曰 先人之言 不可不信 张任曰 此狂守也 听之何意 遂上马前行 既之落县 分吊人马 手把 咯出关爱口 刘归曰 落成乃成都之保障 誓此则成都难保 无四人公义 着二人守城 二人去落县前面 衣衫傍险 扎下两个寨子 误使敌兵临城 领包 邓贤约 某愿往接寨 刘归大喜 分兵二万 雨灵 邓二人 离城六十里下寨 刘归 张任守护落成 却说玄德 既得拂水关 与庞统商议 进取落成 人报 刘彰 波四将前来 即日领包 邓贤岭二万军 离城六十里 扎下两个大寨 玄德 巨仲将问曰 谁敢见头功 去取二将债诈 老将黄忠 应声出曰 老夫愿望 宣德曰 老将军 率本部人马 前至落成 如取得灵包 邓贤迎债 必当重赏 黄忠大喜 吉林本部兵马 谢了要行 胡帐下一人出曰 老将军 年纪高大 如何去得 小将不才愿望 玄德是之 乃是魏言 黄忠曰 我已领下将令 你如何敢掺阅 魏言曰 老者不以筋骨为能 吴文灵包 邓贤乃蜀中名将 血气方刚 孔老将军尽他不得 岂不误了主公大事 因此愿相替 本是好意 黄忠大怒曰 汝说吴老 敢与我比试五一吗 魏言曰 就主公之前 当面比试 赢得的便去 何如 黄忠岁 驱不下阶 便叫小孝 将刀来 玄德 极止之曰 不可 无今提兵取川 权杖辱二人之力 尽两虎相斗 必有一伤 虚误了我大事 无与你二人劝解 修得争论 庞统曰 如二人不必相争 集金灵包 邓贤下了两个迎债 金如二人自领本部军马 各打一债 如先夺得者 便为投工 于是分定皇中 打灵包债 未言打邓贤债 二人各领命去了 庞统曰 此二人去 孔于路上相争 主公可自引军为后应 玄德 刘庞同守城 自语刘峰 关平 引五千军 随后进发 却说皇中归债 传令来日四更造范 五更结束 平民进兵 取左边山谷而进 未言却暗使人探听皇中 甚时起兵 探使人回报 来日四更造范 五更起兵 未言暗喜 吩咐众军士 二更造范 三更起兵 平民要到邓贤债边 军士得令 都饱餐一顿 马斋领 人贤眉 卷齐树架 暗地去结债 三更前后 离债前进 到半路 未言马上寻死 只去打邓贤债 不显能处 不如先去打零包债 却将得胜兵 打凳贤债 两处功劳 都是我的 就马上传令 焦军士兜头 左边山路里去 天色威明 离林包债不远 焦军士少些 排阻筋骨齐帆 枪刀气泻 早有福禄小军 飞报入寨 灵包已有准备了 一声炮响 三军上马 煞将出来 未言纵马提刀 与灵包接战 二将交马 站到三十和 川兵分两路来袭汉军 汉军走了半夜 人马立伐 抵挡不住 退后便走 未言听得背后阵脚乱 撇了灵包 拨马回走 川兵随后赶来 汉军大败 走不到五里 山背后古声阵地 邓贤引一彪军 从山谷里截出来 大叫 未言快下马受降 未言策马飞奔 那马呼式前蹄 引足跪地 将未言先将下来 邓贤马奔道 挺枪来刺未言 枪位到处 弓贤响 邓贤倒撞下马 后面灵包方欲来救 一员大将 从山坡上跃马而来 吏声大叫 老将黄忠在此 武刀直取灵包 灵包抵敌不住 望后便走 黄忠城市追赶 川兵大乱 黄忠一支军救了魏严 杀了邓贤 只赶到债前 灵包回马 与黄忠再战 不到石鱼和 后面军马雍将上来 灵包只得气的左债 引败军来投右债 只见债中 旗帜全别 灵包大惊 兜住马看使 当头一员大将 金甲锦袍 乃是刘玄德 左边刘峰 右边关平 大贺道 寨子无以夺下 如玉和王 原来玄德引兵 从后接应 便成事夺了邓贤寨子 灵包两头无路 取山辟小径 要回落城 行不到石里 狭路扶兵呼起 大勾齐举 把灵包活捉了 原来却是 未言自知犯罪 无可解释 收拾后军 令蜀兵引路 扶在这里 等个正着 用所付的灵包 解头玄德寨来 却说玄德 立起免死旗 但川兵倒戈蟹甲者 并不许杀害 如伤者偿命 由玉众降兵曰 如川人 皆有父母妻子 愿降者充军 不愿降者放回 于是欢声动地 黄中安下债角 竟来见玄德 说魏延为了军令 可斩之 玄德急召魏延 魏延解灵包治 玄德曰 言非有罪 此功可赎 令魏延谢黄中 救命之恩 今后无德相争 魏延顿守服罪 玄德重赏黄中 使人压灵包到帐下 玄德去其父 赐酒压惊 问曰 如肯相否 灵包曰 既蒙免死 如何不想 刘归 张人与某为生死之交 若肯放某回去 当即招二人来降 就先落城 玄德大喜 便此衣服安玛 另回落城 魏延曰 此人不可放回 若脱身一去 不复来矣 玄德曰 无以仁义待人 人不负我 却说 灵包地回落城 见刘归 张人 不说捉去放回 只说 被我杀了十余人 夺得马匹逃回 刘归忙遣人 往成都求救 刘彰听支折了邓贤 大惊 慌忙聚众商议 张子刘寻晋约 而愿领兵前去守落城 张月 既吾尔肯去 当前谁人为辅 一人出曰 某愿往张世之 乃旧事无意也 张月 得尊就去最好 谁可为副将 无以宝无兰 雷同二人为副将 点二万军马来到落城 刘归 张人接着 巨言前世 无以曰 兵临城下 难以拒敌 如等有何高见 灵包约 此间一带 正靠浮江 江水大吉 前面债战山脚 骑行最低 某其五千军 各代敲出前去 绝浮江之水 可尽淹死刘备之兵也 无以从其计 即令灵包前往绝水 乌兰 雷同 引兵接应 灵包领命 自去准备绝水器械 却说 玄德令皇忠 魏严各守一寨 自回福城 与军师庞统商议 细作报说 东吴孙权 遣人结好 东川张鲁 将遇来 攻加盟官 玄德经约 若加盟官有失 截断后路 无尽退不得 当如之和 庞统魏梦答约 攻乃属中人 多知地理 去守加盟官如何 大约 某宝一人 与某同去守官 万无一事 玄德问何人 大约 此人曾在 荆州流表部下 为中郎将 乃南郡之江人 姓霍 明郡 子仲苗 玄德大喜 及时前蒙达 霍郡 首加盟官去了 庞统退归管设 门里呼报 有客特来向访 统出迎接 见其人身长八尺 行貌甚伪 头发截短 屁于颈上 衣服不慎其整 统问曰 先生何人也 其人不答 静登唐仰卧床上 统慎一致 再三请问 其人曰 且消停 无当于辱说之天下大事 统闻之欲疑 命左右近九十 其人起而变时 并无谦逊 饮食甚多 食罢又睡 统疑或不定 使人请法正是之 恐是细作 法正慌忙到来 统出迎接 为正曰 有一人如此如此 法正曰 莫非彭勇言呼 生皆是智 其人越起曰 孝之别来无辞 正是 只为川人逢旧时 遂令浮水西红流 毕竟此人是谁 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三回 诸葛亮痛哭彭统 张义德意识严言 却说法正与那人相见 各府长而笑 彭统问之 正曰 此功乃广汉人 姓彭 明阳 自永延 蜀中豪杰也 因直言 处武刘张 被张坤前为徒利 因此短发 同乃以宾礼待之 问养从何而来 样语 吴特来就辱数万人性命 见刘将军方可说 法正忙报玄德 玄德亲自夜见 请问其故 样语 将军有多少军马在前债 玄德时告 有魏严 黄中再比 样语 唯将之道 岂可不值得礼乎 前债仅靠福江 若决动江水 前后以兵赛之 一人无可讨也 玄德大悟 彭样语 刚兴在西方 太白淋于此地 当有不急之事 窃宜慎志 玄德 击败彭样为木兵 使人密报魏严 黄中 叫招募用心寻警 以防绝水 黄中 魏严商议 二人各轮一日 如遇敌军到来 互相通报 却说 灵包见当夜风雨大作 引了五千军 竟寻江边而尽 安排绝江 只听到后面 喊声乱起 灵包只有准备 急急回军 前面魏严引军赶来 川兵自相践踏 灵包正奔走间 撞着魏严 骄马不束河 被魏严活捉去了 笔及吴兰 雷同来接应时 又被黄中义军杀退 魏严解灵包到福官 玄德则之曰 无以仁义相待 放辱回去 何敢背我 尽刺难饶 将灵包推出斩支 重赏魏严 玄德设宴管带彭样 呼报荆州诸葛亮军师 特遣马良奉书至此 玄德诏入问之 马良礼必曰 荆州平安 不劳主公幽念 遂承上军师书信 玄德差书官至 略曰 亮夜算太已术 今年遂赐鬼祀 刚兴在西方 又观前相 太白淋于落成之分 主将率身上多凶少急 切以谨慎 玄德看了书 便叫马良先回 玄德语 无将回荆州 去论此事 庞统暗思 孔明怕我娶了西川 成了公 故意将此书相足耳 乃对玄德约 统一算太已术 已知刚兴在西 应主公格的西川 别不主凶事 统一战天文 见太白淋于落成 先斩蜀江灵包 以英雄赵义 主公不可疑心 可急进兵 玄德见庞统再三催促 乃引军前进 黄忠同魏延 接入寨去 庞统问法正曰 前至落成 有多少路 法正画地作图 玄德取张松 所遗图本对之 并无差错 法正言 山北有条大路 正取落成东门 山南有条小路 却取落成西门 两条路皆可进兵 庞统魏玄德曰 统令魏延为先锋 取南小路而进 主公令黄忠坐先锋 从山北大路而进 并到落成取齐 宣德曰 吴自幼属于公马 多行小路 军师可从大路 去取东门 吴取西门 庞统曰 大路必有军妖兰 主公引兵当之 同举小路 宣德曰 军师不可 无业梦一神人 手指铁棒 鸡无右臂 绝来游子必疼 此行莫非不驾 庞统曰 壮士临阵 不死待伤 礼之自然也 何故以梦寐之事 疑心忽 宣德曰 无所遗者 孔明之书也 军师寒守福官 如何 庞统大孝曰 主公被孔明所获以 比不欲令统 独成大功 故作此言 以主公之心 心仪则智梦 何凶之友 统肝脑涂地 方称本心 主公再物多言 来早准行 当日传下号令 军师武庚造范 平民上马 皇忠 魏严领军先行 宣德在与庞统约会 忽坐下马眼生前尸 把庞统先将下来 宣德跳下马 自来龙柱纳马 宣德曰 军师何故乘此列马 庞统曰 此马成久 不曾如此 宣德曰 临阵眼生 误人性命 无所及白马 性极迅俗 君师可骑 万无一失 列马无自成之 遂与庞统 更换所骑之马 庞统谢曰 深感主公厚恩 随万死亦不能报也 遂各上马取落而尽 宣德见庞统去了 心中甚觉不快 样样而行 却说落成中无意 刘归听之舌的灵包 遂与众商议 张人曰 城东南山辟有一条小路 最为要紧 某次引一军守之 诸公谨守落成 勿得有失 呼报汉兵分两路前来攻城 张人急引三千军 先来抄小路埋伏 见魏延兵过 张人叫进放过去 羞得惊动 后见庞统军来 张人军是摇指军中大将 其白马者必是刘备 张人大喜 传令叫如此如此 却说庞统一礼前进 抬头见两山逼窄 树木丛杂 又直下末秋初 枝也茂盛 庞统心下肾疑 勒住马问 此处是何地 树内有新祥军事 直到此处地名落凤坡 庞统经约 吴道号凤楚 此处名落凤坡 不利于无 令后军击退 只听山坡前一声炮响 剑如飞黄 只望其白马者射来 可怜庞统静 死于乱剑之下 十年止三十六岁 后人有诗探语 古县香莲子翠堆 誓原有宅邦山威 儿童观世护旧曲 驴相曾文斩祭采 预计三分平刻销 长驱万里独徘徊 谁知天狗流星坠 不使将军依锦回 先是东南有同摇云 一奉并一龙 向江道蜀中 才到半路里 凤死落坡东 风送雨 雨随风 龙汉兴时蜀道通 蜀道通时只有龙 当日张刃射死旁统 汉军庸塞 进退不得 死者大半 前军飞报魏延 魏延忙乐兵迂回 奈山路逼窄 厮杀不得 又被张刃截断归路 在高附处 用强弓硬弩射来 魏延心慌 由新祥蜀兵约 不如沙奔落城下 取大路而尽 严从其言 当先开路 杀奔落城来 尘埃其处 前面异军杀志 乃落城守将 吴兰 雷同也 后面张刃引兵追来 前后加攻 把魏延围在该心 魏延死战 不能得脱 但见吴兰 雷同后军自乱 二将击毁马去救 魏延成事赶去 当先一将 五刀拍马大叫 文长 吴特来救炉 是之 乃老将 黄忠也 两下加攻 杀败吴 雷二将 直冲至落城之下 刘赞引兵杀出 却得玄德 在后当主接应 黄忠 魏延 翻身便回 玄德军马 笔迹奸到寨中 张任军马 又从小路里劫出 刘归 吴兰 雷同 当先赶来 玄德 守不住二寨 且战且走 奔回福关 蜀兵得胜 以礼追赶 玄德 人困马乏 那里有心厮杀 且只顾奔走 将近福关 张任义军 追赶至紧 杏德 左边刘峰 右边关平 二将领三万升 立军杰出 杀腿张任 还敢二十里 夺回战马 极多 玄德 一行军马 载入福关 问庞统消息 有落凤 泼逃的性命的军士 报说军师连人带马 被乱箭 射死于泼前 玄德文言 忘惜痛哭不已 摇尾招魂设计 诸将揭阔 黄忠远 今翻折了庞统军师 张任必然来攻打福关 如之奈何 不若差人往荆州 请诸葛军师来商议收穿之计 正说之间 人报张人 引军直林 城下诺战 黄忠 魏言 皆要出战 玄德约 锐气心措 一坚守以代军师来道 黄忠 魏言领命 只谨守城池 玄德写一封书 较官平吩咐 你与我往荆州 请军师去 官平领了书 兴夜往荆州来 玄德自首扶官 并不出战 却说孔明在荆州 时当栖息佳节 大会众官夜宴 共说收穿之事 只见正西上一兴 其大如斗 从天坠下流光四散 孔明诗经 智悲于地 眼面枯曰 哀哉 痛哉 众官荒问其故 孔明曰 无前者算 今年刚兴在西方 不利于军师 天狗犯于无军 太白淋于落成 以拜书主公 较谨防之 谁向今夕西方兴坠 庞氏原命必修矣 言罢 大哭曰 今无主丧仪必矣 众官皆经 未信其言 孔明曰 数日之内 必有消息 是西九不静欢而散 数日之后 孔明与云长等正座间 人报官平道 众官皆经 官平入 承上玄德书信 孔明试之 内言本年七月初七日 唐军师被张任在 洛凤 颇前建设 身故 孔明大哭 众官无不垂来 孔明曰 既主公在 辅官进退 两难之际 量不得不去 云长曰 军师去 谁人保守 荆州 荆州乃重地 干系非清 孔明曰 主公书中 虽不明言其人 无以知其义了 乃将玄德书 与众官看约 主公书中 把荆州拖在 吴身上 叫我自两才为用 虽然如此 今教官平积书前来 其亦与云长 公当此重任 云长想桃源 结义之情 可竭力保守此地 责任非清 公仪免之 云长更不推辞 凯然领诺 孔明设宴 交割应寿 云长双手来借 孔明请着应曰 这干系都在将军身上 云长曰 大丈夫继领重任 处死方休 孔明见云长 说个死字 心中不悦 欲待不语 其言已出 孔明曰 躺曹操引兵来到 当如之河 云长曰 以利拒之 孔明又曰 唐曹操 孙权 起起兵来 如之奈何 云长曰 分兵拒之 孔明曰 若如此 荆州威矣 吾有八个字 将军牢记 可保守荆州 云长问 那八个字 孔明曰 北拒曹操 东河孙权 云长曰 军师之言 当名肺腑 孔明遂与了印寿 令文官马良 一级 向朗 弥竹 武将弥方 廖化 官平 周仓 一般辅佐 云长 同守荆州 一面亲自捅兵入川 先波精兵一万 叫张飞不领 去大陆 沙本八州 落城之西 先道者为头功 又波异之兵 叫赵云为先锋 速将而上 会于落城 孔明随后 尹简雍 蒋碗等起行 那蒋碗自公演 零零香香人也 乃京香名士 献为书记 当日 孔明引兵一万五千 与张飞同日起行 张飞临行时 孔明主妇曰 西川豪杰甚多 不可清理 鱼路戒约三军 勿得掳掠百姓 以施民心 所到之处 并已存续 勿得自成鞭挞士族 望将军早会落城 不可有误 张飞欣然领诺 上马而去 以礼前行 所到之处 但降者秋毫无犯 竟取汉川路 前置八郡 细作回报 八郡太守严严 乃蜀中名将 年纪虽高 精力未衰 善开硬弓 使大刀 有万夫不当之勇 拒住成锅 不数将起 张飞叫离城 十里下寨 差人入城去 说与老匹夫 早早来降 饶你满城百姓性命 若不归顺 即踏平成锅 老幼不留 却说严言在八郡 文刘章插法 正请玄德入川 俯心而探约 此所谓独坐穷山 引虎自卫者也 后文玄德 巨注福官 大怒 屡欲提兵网站 又恐这条路上有兵来 当日文之张飞兵道 便点起本部五六千人马 准备迎敌 获献纪约 张飞在当阳长板 一生贺退曹兵百万之众 曹操一闻风而避之 不可清理 金之仪深沟高垒 坚守不出 彼军无良 不过一跃 自然退去 更见张飞幸如烈火 专要鞭挞士卒 如不与战 必怒 怒则必以暴力之气 待其军事 军心一变 城市击之 张飞可勤也 严严从其言 叫军事尽数上城守护 呼见一个军事 大叫 开门 严严叫放入问之 那军事告说 是张将军拆来的 把张飞言语一指便说 严严大怒 骂 匹夫怎敢无礼 吴严将军 起降贼者呼 借你口说与张飞 唤武士把军人割下耳鼻 却放回寨 军人回见张飞 哭告奄奄 如此悔骂 张飞大怒 咬牙争目 披挂上马 引数百击来八郡 乘下诺战 乘上众军百般痛骂 张飞性急 几番杀到吊桥 要过护城河 又被乱箭射回 到晚全无一个人出 张飞忍一肚气还债 此日早晨 又引军去诺战 那炎炎在成敌楼上 一箭射中张飞头盔 飞指而恨曰 若拿住你这老匹夫 我亲自食你肉 到晚又空回 第三日 张飞引了军 严惩去骂 原来那座城子是个山城 周围都是乱山 张飞自城马登出 下识城中 见军士进阶披挂 分裂队伍 浮在城中 只是不出 又见民夫来来往往 搬砖运石 相助守城 张飞叫马军下马 步军皆坐 引他出敌 并无动静 又骂了一日 依旧空回 张飞在寨中自私 终日叫骂 彼此不出 如之奈何 猛然四得一计 叫众军不要前去诺战 都结束了在寨中等候 却只叫三五十个军士 直去城下叫骂 引颜颜军出来 便与厮杀 张飞摩拳擦掌 只等敌军来 小军连骂了三日 全然不出 张飞眉头一纵 又生一计 传令骄军士 四散砍打柴草 寻觅路径 不来诺战 严严在城中 连日不见张飞动静 心中疑惑 着十数个小军 扮作张飞砍柴的军 前递出城 砸在军内 入山中探听 当日诸军回寨 张飞坐在寨中 顿足大骂 炎炎老匹夫 枉气杀我 只见仗前三四个人说道 将军不须心交 这几日打探得一条小路 可以偷过八郡 张飞故意大脚约 既有这个去处 何不早来说 众英约 这几日 却才少探得处 张飞约 事不宜迟 只见二更造饭 趁三更明月 拔债兜起 人贤眉 马去灵 悄悄而行 我自前面开路 如等依次而行 传了令 便满债告报 叹戏的军厅的 这个消息 近回城中来 暴雨延延 严大喜约 我算定这匹夫 忍耐不得 你偷小路过去 须是粮草 自重在后 我截住后路 你如何得过 毫无谋匹夫 重无我之计 及时传令 焦军是准备覆敌 今夜二更也造饭 三更出城 浮渝树木 从杂去处 只等张飞 过咽喉小路去了 车障来时 只听鼓响 意气煞出 传了号令 看看近夜 严严全军进阶宝石 披挂停荡 悄悄出城 四散辅助 只听鼓响 严严自引十数皮匠 下马赴于林中 约三更后 遥望见张飞 亲自在前 横毛纵马 悄悄引军前进 去不得三四里 背后车障人马 陆续进发 严严看得分晓 一骑雷鼓 四下伏兵进气 正来抢夺车杖 背后一声啰响 一镖军演道 大鹤 老贼修走 我等得你恰好 严严猛回头看时 为首一员大将 抱头还演 烟河虎须 使杖八毛 骑身乌马 乃是张飞 四下里 罗声大阵 众军杀来 严严见了张飞 举手无措 骄马战不适合 张飞迈个破绽 严严一刀砍来 张飞闪过 撞将入去 扯住严严乐甲韬 升擒过来 置于地下 众军向前 用锁绑附住了 原来先过去的是 假张飞 料到严严击鼓为号 张飞却叫明金为号 今想诸军祈祷 川兵大半 弃甲倒戈而降 张飞杀到八郡城下 后军已自入城 张飞叫修杀百姓 出榜安民 群刀手把严严推至 飞坐于厅上 严严不肯下跪 飞怒目咬牙大赤约 大将到此 何为不降 而敢拒敌 严严全无巨色 回斥飞约 如等无意 亲我周郡 但有断头将军 无祥将军 飞大怒 喝左右斩来 炎炎鹤曰曰 贼匹夫 坦头便砍 何怒也 张飞见炎炎声音雄壮 面不改色 乃回尘作喜 下节喝退左右 亲节其父 取依依之 伏在正中高作 低头便拜约 事来言语貌读 性无贱责 无素之老将军 乃豪杰之事也 炎炎感其恩义 乃祥 后人有诗赞炎炎远 白发居西蜀 清明镇大邦 忠心如脚跃 好气卷长江 宁可断头死 安能屈膝降 八周年老将 天下更无双 又有赞张飞诗月 生获炎炎永绝伦 为平义气服军民 至今妙貌留八蜀 涉酒鸡屯日日春 张飞请问入川之计 炎炎曰 拜君之将 何蒙厚恩 无可以报 愿失全马之劳 不须张公指剑 竟取成都 正是 只因一将清新后 致使连城拓手降 为知其技如何 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四回 孔明定计捉张任 杨父借兵破马超 却说张飞问济于炎炎 炎曰 从此取落成 反守欲关爱 都是老夫所管 官君接触于掌握之中 精感将军之恩 无可以报 老夫当为前部 所到之处 尽皆换出败降 张飞称谢不已 于是炎炎为前部 张飞领军随后 凡到之处 尽是炎炎所管 都换出投降 有迟疑未觉者 炎曰 我尚且投降 何况辱乎 自是望风归顺 并不曾厮杀一场 却说 孔明已将启程日期申报 玄德 叫都会聚落成 玄德与众官商议 今孔明 亦得分两路曲川 会于落成 同入成都 水路周车 已于7月20日启程 此时将即带到 今我等便可进兵 黄忠约 张人每日来诺战 见城中不出 比军懈怠 不做准备 今日夜间分兵结战 胜如白昼厮杀 玄德从之 叫黄忠引兵取左 魏延引兵取右 玄德取中路 当夜二更 三路军马齐发 张人果然不做准备 汉军拥入大寨 放起火来 烈焰腾空 蜀兵奔走 连夜只赶到落成 城中兵接应如去 玄德还中路下寨 次日 引兵直到落成 围住攻打 张人按兵不出 攻到第四日 玄德自提异军 攻打西门 令黄忠 魏延在东门攻打 留南门北门 放军行走 原来南门一带 都是山路 北门有浮水 因此不为 张人望见玄德在西门 骑马往来 指挥打城 从陈志伟 人马渐渐立法 张人叫吴兰 雷同二将引兵出北门 转东门 敌黄中 魏延 自己却引军出南门 转西门 单迎玄德 城内进波民兵上城 雷鼓助喊 却说 玄德见红日平息 叫后军先退 军事方回身 城上一片声寒起 南门内军马突出 张人竟来军中捉玄德 玄德军中大乱 黄中 魏延 又被吴兰 雷同敌住 两下不能相过 玄德敌不住张人 拨马往山辟小路而走 张人从背后追来 看看赶上 玄德独自一人一马 张人引述其赶来 玄德正望前尽力加鞭而行 呼山路一军冲来 玄德马上叫苦曰 前有伏兵 后有追兵 天王我也 只见来军当头一员大将 乃是张飞 原来张飞与炎炎 正从那条路上来 望见尘埃起 只与川兵交战 张飞当先而来 正撞着张人 便就交马 站到石鱼河 背后炎炎引兵大进 张人火速回身 张飞直赶到城下 张人退入城 拽起吊桥 张飞回见玄德约 军师夙将而来 尚且未到 反被我夺了头功 玄德约 山路险祖 如何无军祖当 长驱大进 先到于此 张飞约 鱼路关爱四十五处 接出老将炎炎之功 因此鱼路并不曾费分豪之力 遂把义士炎炎之事 从头说了一遍 引炎炎见玄德 玄德谢约 若非老将军 吴帝安能到此 其脱身上黄金锁子甲已赐制 炎炎拜谢 正代安排燕饮 忽闻少马回报 黄中 魏延和川将吴兰 雷同交锋 城中无异 刘归又引兵驻战 两下加攻 我军抵敌不住 为 黄二将败阵头冬去了 张飞听得 便请玄德分兵两路 煞去救援 于是张飞在左 玄德在右 煞奔前来 无异 刘归见后面喊声起 荒退入城中 乌兰 雷同只顾引兵追赶 黄中 魏延 却被玄德 张飞 截住归路 黄中 魏延 又回马转攻 乌兰 雷同撂敌不住 只得将本部军马前来投降 玄德准其降 收兵进城下寨 却说张仁失了二将 心中忧虑 无异 刘归曰 兵势甚微 不决一死战 如何得兵退 一面差人去成都见主攻告急 一面用计敌之 张仁曰 无来日领异军落战 诈败引转城北 城内在以异军冲出 截断其中 可获胜也 无以约 刘将军相辅公子守城 我引兵冲出驻战 约会已定 次日 张仁引数千人马 摇旗呐喊 出城落战 张飞上马出营 更不打话 与张仁交锋 战不失于和 张仁诈败 绕城而走 张飞尽力追之 无以异军截住 张仁引军赴回 把张飞围在该心 进退不得 正没奈何 只见一队军从江边杀出 当先一员大将 挺枪越马 与无以交锋 只一和 生擒无意 暂退敌军 救出张飞 誓之 乃赵云也 飞问 军师何在 云曰 军师已至 想此时已与主公相见了也 二人秦无意回寨 张仁自退入东门去了 张飞 赵云回寨中 见孔明 简雍 蒋满已在帐中 飞下马来参军室 孔明 孔明经问曰 如何得先道 玄德 巨树亦是严言之事 孔明赫曰 张将军能用谋 皆主公之红福也 赵云谢无意 见玄德 玄德曰 辱将佛 吴义曰 我既被捉 如何不祥 玄德大喜 亲解其父 孔明问 城中有几人守城 吴义曰 有刘继玉之子刘荀 辅将刘归 张润 刘归不打紧 张人乃属俊人 极有胆略 不可轻敌 孔明曰 先捉张润 然后取落城 问 城东这座桥名为何桥 吴义曰 金燕桥 孔明遂城马至桥边 绕河看了一遍 回到寨中 换黄忠 魏延听令约 离金燕桥南五六里 两岸都是芦苇兼家 可以埋伏 魏延引一千枪 手扶于左 单戳马上将 黄忠引一千刀 手扶于右 单砍坐下马 杀散彼君 张润毕头 山东小路而来 张义德引一千军 扶在那里 就笔触秦之 又换赵云符于金燕桥北 待我引张任过桥 你便将桥拆断 却乐兵于桥北 摇违之势 使张任不敢往北走 退投南去 却好中计 调前已定 军师自去右敌 却说 刘张插卓英 张义二将 前置落城驻战 张任叫张义 与刘归守城 自与卓英为前后二队 认为前队 英为后队 出城退敌 孔明引一队 不整不齐军 过金燕桥来 与张任对战 孔明乘四轮车 观金与善而出 两边摆于其促捧 摇指张任约 曹操以百万之众 文武之名 望风而走 进入何人 敢不投降 张任看见孔明 军武不齐 在马上冷笑约 人说诸葛亮 用兵如神 原来有名无实 把枪一招 大小军孝骑杀过来 孔明骑了四轮车 上马退走过桥 张任从背后赶来 过了金燕桥 剑玄德军在左 严严军在右 冲杀将来 张任之事迹 急回军时 桥已拆断了 御投北去 只见赵云 义军隔岸百开 虽不敢投北 竟往南绕河而走 走不到五七里 早到芦苇从杂处 魏严一军从炉中呼起 都用长枪乱戳 黄中义军 扶在芦苇里 用长刀指夺马蹄 马军尽到 皆被执父 步军那里赶来 张任隐数十起 往山路而走 正撞着张飞 张任方玉退走 张飞大喝一声 众军齐上 将张任活捉了 原来卓英见张任重计 以投赵云军前降了 一发兜倒大寨 玄德赏了卓英 张飞解张任志 孔明亦坐于帐中 玄德为张任曰 蜀中诛将 望风而降 辱何不早投降 张任睁目怒叫曰 忠臣岂肯是二主乎 玄德约 辱不识天时耳 将即免死 任约 今日辩将 久后也不详 可诉杀我 玄德不忍杀志 张任力声高骂 孔明命斩之以全其名 后人有失赞悦 烈士起甘从二主 张军中永死游生 高明正似天边月 夜夜流光 赵洛成 玄德感叹不已 令收其失守 葬于金燕乔策 以表其中 次日 令炎炎 无义等一般属中将 将为前部 直至洛成 大叫 早开门受降 免疫成生灵受苦 刘归在城上大骂 炎炎方代 取剑设之 呼见城上一将 拔剑砍翻刘归 开门投降 玄德军马入洛成 刘寻开西门走脱 投成都去了 玄德出榜安眠 杀刘归者 乃五洋人张义也 玄德得了洛成 重赏诸将 孔明曰 洛成已破 成都只在墓前 唯恐外周郡不宁 可令张义 无意引赵云府外水江阳 前围等处所属周郡 令炎炎 卓英引张飞府巴西德阳 所属周郡 就伟官暗置平静 及乐兵回成都取齐 张飞 赵云领命 各自引兵去了 孔明问 前去有何处关爱 蜀中降将约 指缅竹有重兵守裕 若得缅竹 成都唾手可得 孔明便商议进兵 法证曰 落成既破 蜀中威矣 主公欲以仁义服众 且勿进兵 某作义书上刘张 陈说厉害 张自然将矣 孔明曰 孝直之言最善 便令写书 潜人静往成都 却说刘寻逃回贱妇 说落成已县 刘张荒聚重观商议 从事正度献策月 今刘备虽功成夺地 燃兵不甚多 势重卫富 野谷势资 均无资重 不如禁区巴西子同民 过浮水以西 其苍蝇野谷 进阶烧除 深沟高垒 静以待之 彼之请站 勿许 久无所资 不过百日 彼兵自走 我成须积之 贝可勤也 刘张曰 不然 无闻拒敌以安民 未闻动民以贝敌也 此言非保全之计 正义间 人报法正有书制 刘张换入 承上说 张差开示之 其旅曰 昨蒙浅 拆解好荆州 不义主公左右 不得其人 已知如此 今荆州 眷念旧情 不忘足矣 主公 若得 幡然归顺 量不博代 望三思才是 刘张大怒 撤毁七叔 大骂 法正卖主求荣 望恩 备义之贼 朱祺使者出城 即使遣 七帝废官 提兵前去守把棉株 费官举保南阳人姓李 明言 自正方 一同领兵 当下费官 李延点三万军来守棉株 义州太守董和 自幼崽 南郡之江人也 尚书与刘张 请往汉中借兵 张月 张鲁与吴氏仇 安肯相救 何月 虽然与我有仇 刘备军在洛城 是在危急 淳亡则耻寒 若以利害说之 必然肯从 张乃修书前史 前赴汉中 却说马超 自兵败入枪 二载有余 结好枪兵 攻拔 陵西周眷 所到之处 尽皆归降 为继承 攻打不下 此事为康 类遣人求救于下侯渊 冤不得曹操言语 未敢动兵 维康剑救兵不来 与众商议 不如投降马超 参军杨复枯剑约 超等叛军之徒 岂可降之 康约 逝世至此 不降何待 父苦见不从 维康大开城门 投拜马超 超大怒约 如今世纪请降 费一真心也 将维康四十余口 尽斩之 不留一人 有人言杨复劝 维康修祥 可斩之 超约 此人手艺 不可斩也 父用杨复为参军 父见梁宽 赵渠二人 超尽用为军官 杨复告马超约 父亲死于林桃 起告两个月嫁 归葬其七遍回 马超从之 杨复过历程 来见府一将军将绪 绪父是孤表兄弟 绪之母是父之孤 十年以八十二 当日 杨复入江绪内宅 拜见其孤 哭告约 父守城不能保 主王不能死 溃无面目见孤 马超叛军 妄杀俊首 益州市民 无补恨之 尽无凶作剧历程 尽无讨贼之心 此起人臣之礼乎 言罢 泪流出险 序母闻言 患将绪入 则之曰 为使君遇害 一耳之罪也 又未赴曰 辱继祥人 且施其路 何故又兴心讨之 赴曰 无从贼者 欲留残生 于主报冤也 续曰 马超英勇 极难图治 赴曰 有勇无谋 亦图也 无以暗曰 下梁宽 照去 凶弱肯兴兵 二人必为内应 序母曰 辱不早图 更待何时 谁不由死 死于忠义 死得其所也 勿以我为面 如若不听 一山之言 吾当先死 以绝辱念 续乃于 统兵校尉 尹凤 赵昂商议 原来赵昂之子赵月 献随马超为匹将 赵昂当日应允 归见其七王誓约 吾今日与江绪 杨父 尹凤一处商议 欲报为康之仇 吾翔子赵月 献随马超 今若行兵 超比先杀吾子 奈何 其七历声曰 雪君父之大尺 虽丧身亦不息 何况亦子乎 君若固子而不行 吾当先死矣 赵昂乃绝 次日一同起兵 将续 杨父屯历成 尹凤 赵昂屯齐山 王氏乃尽将首室资伯 亲自往齐山军中 赏牢军事 以力其重 马超文江绪 杨父会和尹凤 赵昂举世 大怒 即将赵月斩之 令庞德 马带尽起军马 杀本力成来 江绪 杨父引兵出 两阵原处 杨父 江绪一白袍而出 大骂约 叛军 无意之贼 马超大怒 冲江过来 两军混战 江绪 杨卓 如河底的马超 大败而走 马超驱兵赶来 背后喊声 齐楚 尹凤 赵昂杀来 超几回时 两下加攻 首尾不能相顾 正斗间 赐协理大队 军马杀来 原来是夏侯淵得了 曹操军令 正领军来破马超 超如何当得三路军马 大败奔回 走了一夜 笔记平民 道得一城叫门时 城上乱箭射下 梁宽 赵渠立在城上 大骂马超 将马超七阳士 从城上一刀砍了 撇下尸手来 又将马超幼子三人 并至亲十余口 都从城上一刀一个 堕江下来 超气耶色兄 几乎坠下马来 背后夏侯淵引兵追赶 超剑士大 不取恋战 与庞德 马代 杀开一条路走 前面 又撞见江旭 杨复 杀了一阵 冲得过去 又撞着尹凤 赵昂 杀了一阵 零零落落 胜得五六十起 连夜奔走 四更前后 走到历城下 守门者 直到江旭兵回 大开门接入 超从城南门边杀起 尽喜城中百姓 至江旭宅 拿出老母 母权无聚色 指马超而大骂 超大怒 自取剑杀制 尹凤赵昂全家老幼 亦尽被马超所杀 昂七王室 因在军中 得免于难 次日 夏侯渊大军制 马超弃城杀出 忘息而逃 行不得二世里 前面一军百开 为首的是杨复 超切齿而恨 拍马挺枪刺制 副宗帝七人 一起来驻战 马代 庞德 敌驻后军 宗帝七人 皆被马超杀死 副身中武枪 油燃死战 后面夏侯渊大军赶来 马超碎走 只有庞德 马代武七齐后 随而去 夏侯渊自行安抚 拢西诸州人民 并将续等各个分手 用车在杨复复许都 见曹操 曹封复为关内侯 复此曰 复无汉难之功 又无死难之劫 于法当诸 何言受之 曹家之 足语之绝 却说马超与庞德 马代商议 竟往汉中投张鲁 张鲁大喜 以为得马超 则西可以吞义舟 东可以去曹操 乃商议 欲以女招超为序 大将杨伯建约 马超妻子遭惨祸 皆超之遗害也 主公起 可以女语之 鲁聪其言 遂罢招续之意 或以杨伯之言 告之马超 超大怒 有杀杨伯之意 杨伯之之 与兄杨松商议 亦有图马超之心 正值刘章 前使求救于张鲁 鲁不从 呼报刘章 又遣黄泉道 权仙来见杨松 说 东西两川 实为纯齿 西川若破 东川一南薄矣 金若肯相救 荡以二十周相朝 松大喜 急引黄泉来见张鲁 说纯齿厉害 更以二十周相限 卢喜其力 从之 巴西言谱见约 刘章与主公是仇 金氏吉求救 乍许割地 不可从也 胡阶下一人禁约 某虽不才 怨起一缕之师 生擒刘备 物要割地已还 正是 方看真主来西蜀 又见精兵出汗中 未知其人是谁 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五回 马超大战加盟官 刘备自领 义周末 却说严谱正劝 张鲁误助刘章 只见马超挺身出约 超赶主公之恩 无可上报 愿领义军攻取加盟官 圣亲刘备 物要刘章 割二十周 奉还主公 张鲁大喜 先遣黄泉 从小路而回 随即点兵二万余马超 此时庞德卧并不能行 留于汉中 张鲁令 杨伯监军 超与帝马带 选日启程 却说 玄德军马在洛城 法政所拆下书人回报说 正度劝刘章 尽烧野谷 并各处仓里 率巴西之民 必于浮水溪 深沟高垒而不占 玄德 孔明文之 皆大经约 若用此言 无事微矣 法政孝约 主公勿忧 此计虽读 刘章必不能用也 不一日 人传刘章 不肯牵动百姓 不从正度之言 玄德文之 方是宽心 孔明曰 可速尽兵取棉竹 如得此处 成都亦取矣 遂见黄中 魏延领兵前进 费官听之 玄德兵来 拆李延出营 延领三千兵 也各部阵丸 黄中出马 与李延战四五十和 不分胜败 孔明在阵中 较明金收军 黄中回阵 问曰 正代要请李延 军师何故收兵 孔明曰 无以见李延武艺 不可力取 来日再战 如可诈败 引入山域 出其兵以圣志 黄中领戒 次日 李延再引兵来 黄中又出战 不适合诈败 引兵便走 李延赶来 以李赶入出狱 猛然醒悟 急待回来 前面魏延引兵摆开 孔明自在山头 唤约 公如不响 两下以伏强弩 欲无旁视缘 报仇已 李延荒下 马屑甲投降 军师不曾伤害一人 孔明引李延 见玄德 玄德 代之甚好 言曰 费官虽是 刘盖州亲戚 于某甚密 当往说之 玄德急命 李延回城 招降费官 言入眠竹城 对费官赞玄德如此仁德 今若不讲 必有大祸 官从其言 开门投降 玄德岁入眠竹 商议分兵取成都 忽留兴马急报 严孟达 霍郡首家盟官 今被东川张炉 前马超与杨伯 马代领兵攻打甚急 就持则关爱休矣 玄德大经 孔明曰 须是张 赵二将 方可与离 玄德曰 子龙引兵 在外未回 义得已在此 可及前之 孔明曰 主公且物言 容量机制 却说张飞闻马超公关 大叫而入约 辞了哥哥 便去战马超也 孔明杨作不闻 对玄德曰 金马超 侵犯关爱 无人可敌 除非往荆州取关云常来 方可与敌 张飞曰 君师何故小去乌 无曾独具曹操百万之兵 其仇马超一匹夫户 孔明曰 亦得聚水断桥 此因曹操不知虚实而 若知虚实 将军启得无事 金马超之勇 天下皆知 魏桥六战杀得曹操歌须气袍 几乎丧命 非等闲之笔 云长且未必可上 飞跃 我知今便去 如胜不得马超 甘当军令 孔明曰 继而肯写文书 便为先锋 请主公亲自去一遭 流量守眠竹 带子龙来 却做商议 魏言曰 某亦愿望 孔明令魏言带五百少马先行 张飞第二 悬得后队 妄加盟官紧发 魏言少马先到官下 正与杨伯 魏言与杨伯交战 不适合杨伯败走 魏言要夺张飞投攻 成事赶去 前面异军摆开 为首乃是马带 魏言指导是马超 五刀跃马赢之 与戴战不适合 戴败走 严赶去 被戴回身一剑 中了魏言左臂 严急回马走 马带赶到官前 只见一将喊声如雷 从官上飞奔至面前 原来是张飞出到官上 听得官前厮杀 便来看使 正见魏言中剑 阴咒马下官 救了魏言 飞贺马带曰 辱是何人 先通姓名 然后厮杀 马带曰 无奈西凉马带事业 张飞曰 你原来不是马超 快回去 飞无对手 只令马超那私自来 说到阉人张飞在此 马带大怒曰 辱焉敢小驱我 挺将越马 直取张飞 战不适合 马带败走 张飞欲带追赶 官上一骑马到来 叫兄弟且羞去 飞回是之 原来是玄德到来 飞遂不敢 一同上官 玄德曰 恐怕你性造 过随后赶来到此 既然胜了马带 且歇一销 来日战马超 次日天明 官下古生大阵 马超兵道 玄德在官上看时 门其营里 马超纵其持枪而出 尸亏受贷 银甲白袍 一来杰树非凡 二者人才出众 玄德探阅 人言谨马超 名不虚传 张飞便要下官 玄德极止之约 且休出战 先当碧其锐 官下马超 单诺张飞出马 官上张飞 恨不得平吞马超 三五番 皆被玄德当助 看看五后 玄德望见 马超镇上人马 接卷 遂选五百几 跟着张飞 冲下官来 马超见张飞君道 把枪望后一招 约退军有一箭之地 张飞君马一起扎住 关上军马 陆续下来 张飞挺枪出马 大呼 认得阉人张义德马 马超约 吴家吕氏公侯 岂是村爷匹夫 张飞大怒 两马骑出 二枪并举 约战百余河 不分胜负 玄德官之 探约 真虎将也 孔张飞有诗 即明金收军 两将各回 张飞回到镇中 略先马片使 不用头盔 直裹包金上马 又出镇前 诺马超厮杀 超又出 两个再战 玄德孔张飞有诗 自披挂下官 直至镇前 看张飞与马超 又斗百余河 两个精神备佳 玄德教 明金收军 二将分开 各回本阵 时日天色已晚 玄德为张飞约 马超英勇 不可轻敌 且退上官 来日再战 张飞杀的兴起 那里肯休 大叫约 誓死死不回 玄德约 今日天晚 不可战意 飞约 多点火把 安排夜战 马超义换了马 再出镇前 大叫约 张飞 敢夜战吗 张飞兴起 问玄德换了坐下马 抢出镇来 叫约 我诸你不得 事不上官 超约 我胜你不得 事不回寨 两军呐喊 点起千百火把 照耀如同白日 两将又向阵前 熬战 到二十余和 马超 拨回马便走 张飞大叫约 走那里去 原来马超 剑迎不得张飞 心生一计 诈败杨书 转张飞赶来 暗撤铜锤在手 扭回身去着 张飞便打将来 张飞见马超走 心中也提防 笔及铜锤打来时 张飞一闪 从耳朵边过去 张飞便乐回马走时 马超却又赶来 张飞带住马 拈弓搭剑 回射马超 超却闪过 二将各自回战 玄德自于阵前教约 无以仁义待人 不失绝诈 马梦启 你收兵歇息 我不成事赶你 马超闻言 亲自断后 诸军见退 玄德一收军上官 次日 张飞又欲下官 战马超 任报军师来到 玄德接着孔明 孔明曰 亮闻梦启士之虎将 若与义得死战 必有一伤 故令子龙 汉生守住棉竹 我兴夜来此 可用条小计 令马超归降主公 宣德于 无见马超英勇 甚爱之 如何可得 孔明曰 亮闻东川张鲁 欲自立为汉明王 手下谋士杨松 挤一贪贿赂 主公可差人 从小路径投汉中 先用金银 结好杨松 后进书与张鲁 云武与刘张 争西川 事与辱报仇 不可听信 离间之语 试定之后 保辱为汉明王 令其撤回马超兵 待其来撤时 便可用计 招响马超义 宣德大喜 即是修书 拆孙前击金珠 从小路径至汉中 先来见杨松 说之此事 送了金珠 宋大喜 先引孙前见张鲁 沉言方便 鲁曰 玄德指示左将军 如何保得 我为汉明王 杨松曰 他是大汉皇叔 正和宝奏 张鲁大喜 便拆人交马超罢兵 孙前只在杨松家听回信 不一日 使者回报 马超言 未成功 不可退兵 张鲁又遣人去换 又不肯回 一连三次不至 杨松曰 此人肃无信行 不肯罢兵 其意必反 遂使人刘言云 马超义欲夺西川 自为蜀主 与父报仇 不肯沉于汉中 张鲁闻之 问济于杨松 宋曰 一面拆人去说于马超 汝济于成功 汝汝一月献 要依我三件事 若依得 便有赏 否则必诛 一要取西川 二要留张首吉 三要退京周兵 三件事不成 可献头来 一面叫张卫典军手把关爱 防马超兵便 鲁从之 拆人到马超寨中 说这三件事 超大京约 如何变得嫩的 乃与马带商议 不如霸兵 杨松又留言约 马超回兵 必怀疑心 于是张卫分七路军 坚守爱口 不放马超兵入 超进退不得 无计可适 孔明为玄德 孔明为玄德约 金马超正在进退两难之际 亮平三寸不烂之舌 亲往超寨 说马超来想 玄德约 先生乃无知 古功心腹 唐有疏愚 如之奈何 孔明 一间一要去 玄德再三不肯放去 正愁出间 呼报赵云 有书见西川一人来详 玄德照入问之 其人乃见宁于原人也 姓李明辉 自得昂 玄德约 向日文 功苦见流张 今何故归我 辉约 吴文良秦 相目而期 贤臣 择主而是 前见流义舟者 以尽人臣之心 既不能用 知必败矣 金将军 仁德不予蜀中 知事必成 故来归尔 玄德约 先生此来 必有异于刘备 辉约 金文马超 在进退两难之际 辉熙在隆熙 与彼有一面之交 愿往说 马超归降 若何 孔明曰 正欲得一人 替吴一网 愿文公之说辞 李辉于孔明尔盼臣说 如此如此 孔明大喜 及时潜行 辉行至超债 先使人通信后 马超曰 无知李辉乃便是 金必来说我 先换二十刀俯手 拂于帐下 主曰 令如砍 即砍为肉将 须于 李辉昂然而入 马超端坐 杖中不动 斥礼辉约 辱来为何 辉约 特来做说客 超约 无暇中 宝剑心魔 如是言之 其言不通 便请示剑 辉笑约 将军之祸 不原意 但恐心魔之剑 不能视无之头 将欲自视也 超约 无有何祸 辉约 无闻月之息子 善回者不能避其美 其之无言 善美者不能掩其丑 日中则则 月满则亏 此天下之常理也 金将军与曹操 有杀父之仇 而冗熙又有 妾齿之恨 前不能救刘张 而退荆州之兵 后不能至杨松 而见张鲁之面 目下四海南戎 一身无主 若赴有魏桥之败 继承之师 何面目见天下之人乎 超顿手谢约 功言极善 但超无路可行 辉约 功既听无言 仗下何故扶刀扶手 超大残 尽赤退 辉约 刘皇叔李贤下士 无知其必成 故舍刘张而归之 功之尊人 昔年曾与皇叔约 共讨贼 功何不备案投名 以图上报复仇 下立功名乎 马超大喜 急换杨伯入 一箭斩之 将首级贡辉 一同上官来 降玄德 玄德亲自接入 带以上兵之礼 超顿手谢约 金玉明主 如波云雾而见青天 十孙前已回 玄德复命霍郡 梦达守官 便撤兵来取成都 赵云 皇忠 接入免竹 仁报 蜀将刘骏 马汉 引军道 赵云约 某愿往 擒此二人 严弃 上马引军出 玄德在城上 管带马超吃酒 未曾安息 子龙以斩二人之头 陷于严前 马超一惊 倍加敬重 超越 不须主公军 马厮杀 超自换处 刘章来降 如不肯将 超自与帝马带 去成都 双手奉献 玄德大喜 适日尽欢 却说 败兵回到益州 报刘章 张大经 闭门不出 人报城北 马超 救兵道 刘章方 赶登城望之 见马超 马带 立于城下 大叫 请刘继遇答话 刘章在城上问之 超在马上 以边指约 吴本领张鲁兵来救一州 谁想张鲁听信杨松谗言 反欲害我 今已归降 刘皇说 功可纳事拜祥 免致生灵受苦 如获执迷 吴仙功成矣 刘章经的面如土色 祈祷于城上 中官就行 张曰 吴之不明 悔之何及 不若开门投降 已救满城百姓 董和曰 城中尚有兵三万余人 钱伯粮草 可治一年 奈何便祥 刘章曰 吴父子 再数二十余年 吴恩德 以家百姓 攻占三年 血肉捐于草野 借我罪业 我心何安 不如投降 以安百姓 众人闻之 皆堕赖 忽一人禁曰 主公之言 正和天意 是之 乃巴西西 中国人也 姓桥明州 自允南 此人 素晓天文 张问之 周曰 某夜观前相 见群星 距于蜀郡 其大星光如浩月 乃帝王之相也 旷易在之前 小儿摇云 若要吃心饭 须待先主来 此乃玉照 不可逆天道 黄泉 刘八文言 接大怒 欲斩之 刘章挡住 呼报 蜀郡太守许静 于成出降义 刘章大哭归服 此日 人报 刘皇叔 遣木斌 简庸 在城下换门 张令 开门接入 雍坐车中 傲逆自若 呼一人 彻见大鹤鱼 小辈得志 旁若无人 如敢藐视 无属中人物也 雍荒下车迎致 此人乃广汉 绵竹人也 兴秦明秘 自此赤 雍孝鱼 不失贤凶 姓武贱责 遂同入见刘章 据说玄德宽宏大度 并无向害之意 于是 刘章绝迹投降 后代简庸 次日 亲机印寿文集 与简庸同车 出城投降 玄德出寨迎接 握手刘涕曰 非无不行人意 乃是不得已也 共入寨 交割印寿文集 并马入城 玄德入城都 百姓香花登竹 迎门而接 玄德到宫厅 升堂坐定 郡内诸官 借败于堂下 唯黄泉 刘巴 闭门不出 众将愤怒 欲望杀志 玄德慌忙传令约 如有害此二人者 灭其三足 玄德亲自登门 请二人出事 二人敢宣得恩礼 乃出 孔明请约 今西川平定 南戎二主 可将刘章送去荆州 宣德约 吴方得蜀郡 未可令寄遇远去 孔明约 刘章施基业者 借因太若耳 主公若以妇人之人 灵事不绝 恐此土难以长久 宣德从之 设一大宴 请刘章收拾财物 配领镇威将军应寿 并将妻子梁健 禁赴南郡公安助歇 即日起刑 宣德自领 一周目 其所降文武 进阶重赏 定你明觉 严严为前将军 法政为蜀郡太守 董和为长军中郎将 许敬为左将军长使 旁一为营中司马 刘八为左将军 黄泉为右将军 其余吴义 费官 彭昂 卓英 李延 吴兰 雷同 李辉 张义 秦密 乔州 吕义 霍俊 邓之 杨红 周群 费一 费师 孟达 文武投降官员 共六十余人 并接卓用 诸葛亮为军师 关云常为荡寇将军 汉寿亭侯张飞为征辱将军 新亭侯赵云为镇远将军 黄忠为征兮将军 魏延为杨武将军 马超为平兮将军 孙前 简庸 弥竹 弥芳 刘丰 吴班 官平 周苍 廖化 马良 马素 蒋婉 一己 及旧日 京湘一班文武官员 进劫升上 前使鸡黄金五百斤 白银一千斤 钱五千万 输紧一千匹 赐予云长 七官将 给赏有差 杀牛仔马 大响士族 开仓镇计百姓 军民大约 益州既定 玄德玉江成都有名田宅 分此诸官 赵云建约 益州人民 屡遭冰火 田宅皆空 尽当归还百姓 令安居父业 民心方福 不宜夺之为私赏也 宣德大喜 从其言 使诸葛军师定你治国条例 刑法颇重 法正约 西高祖约法三章 黎民皆敢其得 愿军师宽行省法 以为民望 孔明约 君之其一 位之其二 秦用法暴虐 万民皆怨 故高祖以宽人得知 今刘章暗若 德正不举 威行不素 君臣之道 鉴以灵涕 宠之以位 位即则残 顺之以恩 恩节则慢 所以至弊 时由于此 无今威之以法 法行则治恩 献之以绝 绝佳则之荣 恩荣并济 上下有节 为智之道 于思卓矣 法正拜佛 自此君民安堵 四十一州地面 分兵镇府 并皆平定 法正为蜀郡太守 樊平日 一餐之德 牙皮之愿 无不报复 获告孔明曰 孝之太横 遗骚赤制 孔明曰 西主公困守荆州 北魏曹操 东旦孙权 赖孝 直魏之辅役 遂幡然翱翔 不可复制 今奈何禁止孝之 使不得少行其一夜 阴静不问 法正闻之 异自连击 一日 玄德正与孔明贤婿 呼报云长浅 观平来谢 所赐金箔 玄德赵入 平拜罢 承上书信曰 父亲之马超 五亿过人 要入川来 与之鄙视高低 交就丙伯父此事 玄德大经曰 若云长入蜀 与孟起鄙视 事不两立 孔明曰 无妨 量自作书回之 玄德指孔云长姓齐 便教孔明写了书 发赴观平星夜 回荆州 平回至荆州 云长问曰 我欲与马孟起 鄙视 汝曾说否 平达曰 君是有书在此 云长拆开试制 其书曰 亮文将军 与孟起分别高下 以亮度之 孟起虽雄烈过人 亦乃情部 彭越之徒尔 当与亦德 并驱争先 由魏己 美然公之 绝伦超群也 金公寿任守 荆州 不为不仲 躺一入川 若荆州有诗 醉莫大焰 唯祭明诏 云长看壁 自戳其然孝曰 孔明知我心也 江书便是宾客 遂无入川之意 却说东吴孙权 知玄德并吞西川 将刘张竹于公安 遂照张昭 雇雍商一约 当初刘备借我荆州时 说取了西川 便还荆州 今已得巴蜀四十一周 需用取所汉上诸郡 如其不还 急动干戈 张昭曰 吴忠方明 不可动兵 招有一计 使刘备将荆州双手奉还主公 正是 西蜀方开新日月 东吴又索就山川 未知其既如何 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六回 关云长单刀赴会 扶皇后为国捐生 却说孙权要索荆州 张昭献纪曰 刘备索以仗者 诸葛亮尔 其兄诸葛锦 今世余无 何不将锦老小直下 使锦入川告其地 另劝刘备交割荆州 如其不还 必累及我老小 亮念同胞之情 必然应远 全曰 诸葛锦乃诚实君子 安忍居其老小 招曰 明教之事计策 自然放心 全从之 照诸葛锦老小 须兼在府 一面修书 打发诸葛锦往西川去 不至日 早到成都 先使人抱之玄德 玄德问孔明曰 令兄此来为何 孔明曰 来所荆州尔 玄德曰 何以达之 孔明曰 只需如此如此 忌讳已定 孔明出锅接紧 不到私宅 敬入宾馆 参拜毕 锦放声大哭 亮月 兄长有事但说 何故发爱 锦曰 吴一家老小修矣 亮月 莫非为不还荆州乎 因帝之故 直下兄长老小 帝心何安 凶羞忧虑 帝自有祭还 荆州变了 锦大喜 集同孔明入见玄德 承赏孙权书 玄德看了 怒约 孙权既以妹嫁我 却承我不在荆州 竟将妹子前地取去 请礼难容 我正要大起川兵 杀下江南 报我之恨 却还想来锁荆州湖 孔明枯败于帝 约 吴侯执下量兄长老小 倘若不还 吴兄 将全家被露 凶死 量岂能独生 望主公看量之面 将荆州还了东吴 全量兄弟之情 玄德再三不肯 孔明只是哭求 玄德徐徐月 既如此 看君失眠 分荆州一半还之 将长沙 玲玲 贵阳三郡与他 亮月 既蒙剑允 便可写书 与云长令 交割三郡 宣德约 子于道笔 须用善言求吴帝 吴帝 兴如烈火 吴上俱志 窃以仔细 紧求了书 辞了玄德 别了孔明 登途径到荆州 云长请入中堂 宾主相续 紧出玄德书约 皇叔许先 以三郡 寒东吴 望将军 即日交割 令锦好 回见吴主 云长变色语 吴与吴兄 桃源结义 是共匡扶汉事 荆州本大汉 江土 岂得望以尺寸 与人 江在外 军命有所不受 虽吴兄有书来 我却只不还 锦约 今吴侯 直下紧老小 若不得荆州 必将被诛 望将军连之 云长曰 此事无侯绝技 如何瞒得我过 锦曰 将军何太无面目 云长直剑在首曰 修在眼 此剑上并无面目 官平告曰 军师面上不好看 望府亲息怒 云长曰 不看军师面上 教你回不得东吴 锦满面羞残 即次下船 再往西川见孔明 孔明已自出寻去了 锦指得再见玄德 哭告云长御杀之事 宣得于 无地性急 极难语言 此于可暂回 荣吴取了东川 汉中朱骏 调云长王守之 那时方的交付荆州 锦不得已 只得回东吴见孙权 巨言前世 孙权大怒曰 此于此去 反复奔走 莫非皆是诸葛亮之界 锦曰 非也 无地亦哭告玄德 方许将三郡先还 又无奈云长 是完不肯 孙权曰 既留备有先寒三郡之言 便可拆官前去长沙 玲玲 贵阳三郡赴任 且看如何 锦曰 主公所言极善 权乃令锦 取回老小 以免拆官往三郡赴任 不一日 三郡拆取官吏 尽被逐回 告孙权曰 官云长不肯相容 连夜赶逐回吾 持后者便要杀 孙权大怒 差人赵鲁素责之曰 子敬西魏刘备作宝 戒无荆州 今刘备已得西川 不肯归还 子敬起得作事 肃曰 肃已私得一计 正欲告主公 权问 何计 肃曰 今屯兵于路口 使人请官云长赴会 若云长肯来 以善言说之 如其不从 扶下刀扶手杀之 如比不肯来 随即进兵 与决胜父夺取荆州变了 孙权曰 正和无义 可及行之 产则禁曰 不可 官云长乃是之虎将 非等贤可及 恐是不邪 反遭其害 孙权怒曰 若如此 荆州何日可得 便命鲁素素行此计 素乃次孙权 智禄口 赵吕蒙 甘宁商议 设宴于路口寨外 临江亭上 修下请书 选账下能言快语 一人为始 登州渡江 江口观平问了 遂引使者入荆州 叩见云长 据到鲁素 相邀附会之意 呈上请书 云长看书必 未来人曰 既子敬相请 我明日便来赴宴 如可先回 使者辞去 观平曰 鲁素相邀 必无好意 父亲何故许之 云长孝曰 无起不知夜 此事诸葛锦回报孙权 说吾不肯含三郡 故令鲁素屯兵路口 邀我赴会 便所荆州 吾若不枉 道无窃矣 吾来日独驾小舟 只用亲随十余人 担刀赴会 看鲁素如何尽我 平鉴曰 父亲奈何以万金之躯 倾倒虎狼之穴 恐非所以 众伯父之计拖也 云长曰 无于千枪万刃之中 史实交功之计 匹马纵横 如入无人之境 岂由江东群属乎 马良易鉴曰 鲁素虽有长者之风 但今世纪 不容不生一心 将军不可轻枉 云长曰 西战国时 赵人令相如 吾赴姬之力 于免迟会上 去秦国军 陈如无物 旷吾 曾学万人敌者乎 既已许诺 不可失信 良曰 纵将军去 亦当有准备 云长曰 只叫吾尔选快船十支 藏膳水军五百 于江上等候 看吾任其其处 辩国将来 平领命自去准备 却说使者回报鲁素 说云长 凯然应允 来日准到 素于吕蒙商议 此来若何 蒙曰 比代军马来 某与甘宁个人领 义军服于暗策 放炮为号 准备厮杀 如吾军来 只于停后扶刀扶手五十人 就严间杀之 计会已定 次日 宿令人于暗口遥望 陈时后 见江面上一只船来 烧工水手之树人 一面红旗 风中招展 显出一个大官子来 船见金岸 见云长青金绿袍 坐于船上 傍边周舱捧着大刀 八九个关西大汉 各垮腰刀一口 鲁肃经已 接入庭内 叙礼毕 入席饮酒 举杯相劝 不敢仰视 云长谈笑自若 久之半憨 夙曰 有一言夙语君后 性垂听焉 昔日令兄皇叔 使夙于无主之前 宝戒荆州赞助 约于取川之后归还 今西川已得 而荆州未还 得无师信乎 云长曰 此国家之事 言间不必论志 夙曰 无主旨区区江东之地 而肯以荆州相界者 为念君后等兵败远来 无以为自顾也 今已得益州 则荆州自应见还 乃皇叔淡肯 先搁三郡 而君后又不从 恐于礼上说不去 云长曰 无邻之意 左将军亲茂使时 陆立破敌 起得徒劳而无耻土相资 金族下福来所地也 肃曰 不然 君后时与皇叔 同败于长坂 祭穷历劫 将遇远窜 无主经念皇叔 身无处所 不爱土地 使有所脱俗 以图后宫 而皇叔千德辉好 以德西川 又占荆州 贪而备义 恐为天下所耻孝 为君侯查制 云长曰 此皆无凶之事 非谋所依于也 诉曰 某文君后 与皇叔桃园结义 视同生死 皇叔及君侯也 何得推脱乎 云长未及回答 周仓在阶下 立声言曰 天下土地 唯有得者居之 岂都市汝东 无当有业 云长变色而起 夺周仓锁捧大刀 立于亭中 目视周仓而赤曰 此国家之事 辱何敢多言 可速去 仓会议 先到岸口 把红旗一招 官平传如剑发 奔过江东来 云长右手提刀 左手挽住 鲁肃手 扬推罪曰 功今请无赴宴 莫提起 荆州之事 无今已罪 恐伤故旧之情 他日令人请功到 荆州赴会 另做商议 鲁肃魂不附体 被云长扯至江边 吕蒙 甘宁 各隐本部军御出 见云长手提大刀 亲握鲁肃 恐肃被伤 遂不敢动 云长到船边 却才放手 早立于船手 与鲁肃作别 肃如痴四呆 看官公船 以乘风而去 后人有诗赞官公月 藐视无尘若小儿 单刀赴会赶平期 当年一段英雄气 游圣向儒在免迟 云长自回荆州 鲁肃与吕蒙共义 此既又不成 儒之奈何 盟约 可及申报主公 起兵与云长决战 肃及时 使人申报孙权 权文之大怒 商议起倾国之兵 来取荆州 呼报 曹操又起三十万大军来也 全大经 且叫鲁肃修惹荆州之兵 移兵向合肥 如须以据曹操 却说 曹将御起城南征 参军复干 自验财 尚书剑操 书六月 甘文用武则先威 用文则先德 威德相继 而后亡叶成 王者天下大乱 民工用武攘之 十平其九 今未成亡命者 无语熟二 无有长江之险 书有崇山之祖 难以威胜 欲以为 且宜增修文德 暗甲寝兵 西军养士 代食而动 今若举数十万之众 顿长江之兵 躺贼平显身藏 使我士马不得逞其能 其便无所用其权 则天威屈矣 唯民工降察焰 曹操懒之 岁霸难征 兴设学校 眼里闻事 于是 世中王灿 杜习 魏凯 何恰四人 亦遇尊曹操为魏王 忠书令 寻幽曰 不可 丞相官至魏公 荣家九夕 魏以吉矣 今又晋升王位 于礼不可 曹操文之 怒曰 此人欲孝寻御业 寻幽之之 忧愤成吉 卧病十数日而足 王年五十八岁 曹后葬之 遂霸魏王室 一日 曹操待剑入宫 现帝正与扶后工作 扶后见曹来 慌忙起身 帝见曹操 战力不已 曹曰 孙权 刘备各霸一方 不遵朝廷 当如之和 帝曰 近在魏公裁处 曹怒曰 陛下出此言 外人闻之 直到无期君也 帝曰 君若肯相辅 则姓慎 不耳 愿垂恩相舍 曹文言 怒目是地 恨恨而出 左右获奏帝曰 晋文魏公裕 自立为王 不久必将篡位 帝宇扶后大阔 后曰 切父扶完 常有杀操之心 切今当修书一封 密语复图之 帝月 西董城为事不密 反遭大祸 金孔又泄露 朕与辱皆修矣 后月 但兮如坐针毡 似此为人 不如早亡 切看宦官中之中 亦可托者 莫如目顺 当令记此书 乃急召目顺入平后 退去左右进士 帝后大哭告顺曰 操贼欲为魏王 早晚必行篡夺之事 朕欲令后父扶完密 徒此贼 而左右之人 拒贼心腹 无可脱折 欲辱将皇后密疏 寄予扶完 量辱忠义 必不复赞 顺其曰 臣敢陛下大恩 敢不以死报 臣即请行 后乃修书复顺 顺藏书于发中 前出进宫 静至福完宅 将书呈上 完见是福后亲笔 乃为穆顺曰 操贼心腹慎重 不可拒图 除非江东孙权 西川刘备 二处起兵于外 操彼自往 此时 却求在朝中一支臣 一同谋之 内外加功 树可有计 顺曰 皇帐可作书腹地后 求密诏 暗潜人往吾 属二处 领约会起兵 讨贼救主 福安吉取旨 写书复顺 顺乃藏于头记内 此完回宫 原来早有人抱之曹操 曹仙于宫门等候 穆顺回遇曹操 操问 那里去来 顺达曰 皇后有病 命求医去 曹曰 赵的医人何在 顺曰 寒味赵志 曹和左右 便搜身上 并无夹带 放行 忽然风吹落其茂 曹又换回 取茂世之 变观无物 环帽领带 穆顺双手 道带其茂 曹心仪 令左右搜其头发中 搜出福完书来 曹看时 书中言欲杰连孙 留为外应 曹大怒 直下穆顺于密室问之 顺不肯招 曹连夜点起 甲兵三千 围住福完思宅 老幼并接拿下 搜出福后 亲笔之书 随将服侍三族 进劫下语 平明 使御林将军 西律迟劫入宫 先收皇后喜寿 时日 帝在外殿 见西律引三百甲兵直入 帝问于 有何事 吕于 奉魏公命 收皇后喜 帝之事谢 心胆皆碎 律至后宫 扶后方起 律便宦馆洗寿人 索取 玉洗而出 扶后情之事发 便于殿后 交房内 家壁中藏躲 稍请 尚书令划心 引五百甲兵 入到后殿 问工人 扶后何在 工人 皆推不知 心叫甲兵 打开诸户 寻觅不见 料在壁中 便喝甲事 破壁搜寻 心亲自动手 揪后头计托出 后曰 妄勉我一命 心斥曰 汝自贱 未功速去 后批发险足 二甲事 推拥而出 原来 划心 素有才名 相与丙缘 管宁相友善 诗人称 三人为一龙 划心为龙头 丙缘为龙父 管宁为龙尾 一日 宁与心共众 缘书 除地见金 宁挥除不顾 心时而视之 然后至下 又一日 宁与心同坐观书 闻户外传乎之声 有贵人承轩而过 宁端坐不动 心弃书网观 宁自此比心之为人 遂歌席分坐 不负与之为有 后来 管宁必居辽东 常戴白帽 坐卧一楼 足不履地 终身不肯侍卫 而心乃 先是孙权 后归曹操 至此乃有 收补福皇后一事 后人有诗 叹化心悦 化心当日 惩凶谋 破壁声 将母后收 助涅一招 天虎役 骂名千载 孝龙头 又有诗 赞管宁悦 辽东传有 管宁楼 人去楼空 名独柳 孝杀子于 贪富贵 岂如白帽 自封流 且说化心将服后 雍至外殿 帝望见后 乃下殿报后而哭 心曰 卫功有命 可塑形 后哭为帝曰 不能复香活业 帝曰 我命亦不知在何时也 假释拥后而去 帝垂胸大痛 剑西律在侧 帝曰 西宫 天下宁有事是乎 哭倒在地 西律令左右 伏地入宫 化心拿服后 剑草 草骂曰 吾以诚心待乳等 乳等反欲 害我也 吾不杀乳 乳必杀我 赫左右乱棒打死 随即入宫 将服后所生二子 借朕杀之 当晚将服丸 穆顺等宗族二百余口 皆斩于世 朝野之人 无不惊骇 时间安时九年十一月也 后人有诗探月 曹满兄残事所无 服丸终意欲和儒 可怜帝后分离处 不及民间富与夫 现地自从坏了服后 连日不食 曹辱曰 陛下无忧 臣无一心 臣你已与陛下为贵人 大贤大孝 宜居正宫 现地安敢不从 于建安二十年正月朔 就庆贺正诞之节 策立曹操女曹贵人 为正宫皇后 群下莫敢有言 此时曹操威势日甚 会大臣商议收无灭属之事 贾许曰 须召夏侯敦 曹人二人回 商议此事 曹及时发始 兴也换回 夏侯敦位置 曹人先到 连夜便入府中建曹 曹方备久而握 徐楚仗见立于唐门之内 曹人欲入 被徐楚当住 曹人大怒曰 无乃曹氏宗族 辱何赶祖当夜 徐楚曰 将军虽亲 乃外藩镇守之官 徐楚虽书 献重内侍 主公罪卧堂上 不敢放入 人乃不敢入 曹操文之 探曰 徐楚真忠臣也 不数日 夏侯敦一智 共义征伐 敦曰 无 蜀吉未可攻 移先取汉中张鲁 以得胜之兵取蜀 可一鼓而下野 曹操曰 正和无义 遂起兵 西征 正是 方成兄谋 欺弱主 又屈禁足扫偏邦 为之后事如何 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七回 曹操平定汉中帝 张辽威 赈销摇金 却说曹操 兴师西征 奋兵三队 前部先锋 夏侯渊 张和 曹自领 朱将居中 后部曹仁 夏侯敦 押运粮草 早有细作 暴入汉中来 张鲁与帝张卫 商议退敌之策 魏约 汉中最显 无辱杨平关 可于官之左右 衣衫傍邻 下十余个寨诈 迎敌草兵 凶在汉宁 多拨粮草应付 张鲁一言 遣大将杨昂 杨仁 与其弟 即日启程 军马 道阳平关 下寨已定 夏侯渊 张和 前军随道 文阳平关 已有准备 离关 衣室无礼下寨 事业 军事疲困 各自歇醒 呼寨后一把火起 杨郎 杨人两路 兵杀来结寨 夏侯渊 张和 急上得马 四下里 大兵雍入 曹兵大败 退监曹操 曹怒曰 如二人行军 许多年 岂不知兵若远行疲困 可防结寨 如何不做准备 欲斩二人 以明军法 众官告免 操四日 自引兵为前队 见山势险恶 林木丛杂 不知路径 恐有伏兵 即引军回寨 为徐楚 徐晃二将运 无若知此处如此险恶 避不起兵来 徐楚曰 兵已至此 主公不可但劳 此日 操上马 只带徐楚 徐晃二人 来看张魏寨诈 三匹马转过山坡 早望见张魏寨诈 操阳边咬指 魏二将曰 如此坚固 急切难下 颜未已 背后一声寒起 剑如雨发 杨昂 杨人分两路杀来 操大惊 徐楚大呼曰 无当敌贼 徐功名 善保主公 说吧 提刀纵马向前 立敌二将 杨昂 杨人 不能当徐楚之勇 回马退去 其余不敢向前 徐晃保着曹操奔过山坡 前面又一军倒 看时 却是夏侯渊 张和二将 听得喊声 故隐军杀来接应 于是杀退杨昂 杨人 就得曹操回寨 曹中赏四将 自此 两边相聚五十余日 止步交战 曹操传令退军 贾许曰 贼是未见强弱 主公何故自退也 曹操约 无料贼兵每日提备 急难取胜 无以退军为名 使贼谢而无备 然后分清旗抄袭其后 必胜贼已 加许曰 丞相神机 不可测也 于是令夏侯渊 张和分兵两路 各引清旗三千 取小路 抄杨平关后 曹操一面 引大军拔债尽起 杨昂听得曹兵退 请杨人商议 欲成是机智 杨人曰 曹诡计极多 为之真实 不可追赶 杨昂曰 功不枉 无当自去 杨人苦见不从 杨昂进提武债军马前进 只留些少军式守债 时日 大物弥漫 对面不相见 杨昂军至半路 不能行 拳且扎住 却说夏侯渊一军超过山后 见重武垂空 又闻人与马司 孔有伏兵 急催人马行动 大物中误走到杨昂寨前 守债军士 听得马蹄响 直到是杨昂兵回 开门纳志 曹军一拥而入 见是空债 便就债中放弃火来 武债军士 进阶弃债而走 笔集雾散 杨任领兵来救 与夏侯渊 战不述和 背后张合兵倒 杨任 沙条大路 奔回南正 杨昂带要回时 已被夏侯渊 张合两个 战了债诈 背后曹操大队 军马赶来 两下加工 四边无路 杨昂欲突阵而出 正撞着张合 两个交手 被张合杀死 败兵回头杨平关 来见张卫 原来魏之二将败走 朱颖已失 半夜弃关 奔回去了 曹操遂得杨平关 并诸债 张卫 杨人回见张鲁 魏严二将失了爱口 因此守关不住 张鲁大怒 欲斩杨任 任曰 某层见杨昂 休追曹兵 他不肯听信 故有此败 人在起义军前去挑战 必斩曹操 如不胜 甘当军令 张鲁取了军令状 杨任上马 引二万军 离南正下寨 却说曹操提军将进 先令夏侯渊 领五千军 往南正路上哨探 阵营着杨任军马 两军百开 人浅不将 昌旗出马 与渊交锋 战步三合 被渊一刀斩于马下 杨任自挺枪出马 与渊战三十余合 不分胜负 渊阳败而走 任从后追来 被渊用脱刀计 斩于马下 军事大败而回 曹操之下侯渊斩了阳刃 及时进兵 直抵南正下寨 张鲁荒聚文武商议 严谱曰 某宝一人 可敌曹操手下诸将 鲁问是谁 谱曰 南安庞德 前随马超头主公 后马超往西川 庞德卧并不曾行 现今盟主公恩养 何不令此人去 张鲁大喜 急召庞德志 后家赏牢 点一万军马 令庞德出 离城十余里 与曹兵相对 庞德出马诺战 曹操在魏桥时 深知庞德之勇 乃主诸将约 庞德乃西梁勇将 元属马超 今虽依张鲁 未成其心 无欲得此人 如等须接于缓斗 使其立法 然后秦之 张鲁先出 战了术和便退 夏侯渊也战术和退了 徐晃又战三五和也退了 临后 徐楚战五十余和一退 庞德力战四将 并无拒切 各将皆于操前 夸庞德好武艺 曹操心中大喜 与众将商议 如何得此人投降 假许曰 某只张鲁手下 有意谋侍杨松 其人急贪贿赂 今可按以金箔送之 使赠庞德于张鲁 便可涂矣 操曰 和游的人入南正 许曰 来日交锋 诈败杨书 弃债而走 使庞德拒我债 我却于银业引兵结债 庞德必退入城 却选异能言军事 半做笔军 砸在阵中 便得入城 操听奇迹 选异精细军校 重加赏赐 赋予金眼新甲一副 金批在贴肉 外穿汉中军事浩衣 陷于半路上等候 此日 先拨下侯渊 张和两支军 远去埋伏 却交徐黄挑战 不恕何败走 庞德招军掩杀 曹兵进退 庞德却夺了曹操寨诈 建寨中粮草极多 大喜 及时申报张鲁 一面在寨中设宴庆贺 当夜二更之后 忽然三路火起 正中是徐晃 徐楚 左张和 右下侯渊 三路军马 骑来结寨 庞德不及提背 只得上马冲杀出来 望城而走 背后三路兵追来 庞德急换开城门 领兵一拥而入 此时细作已砸到城中 镜头杨松府下夜见 据说 卫公曹成相久闻胜德 特使某宋金甲为信 更有秘书承上 松大喜 看了秘书中言语 为戏作曰 上赴卫公 但请放心 某次有良策奉报 打发来人先回 便连夜入见张鲁 说庞德受了曹操贿赂 迈此一阵 张鲁大怒 唤庞德责骂 欲斩之 言仆苦见 张鲁曰 你来日出战 不胜必斩 庞德抱恨而退 次日曹兵攻城 庞德引兵冲出 曹令徐楚交战 楚诈败 庞德赶来 曹自乘马于山坡上换约 庞令明和不早将 庞德寻死 拿住曹操 抵一千元上将 遂飞马上坡 一声寒起 天崩地塌 连人河马 跌入陷坑内去 四壁勾索 一骑上前 活捉了庞德 压上坡来 曹操下马 赤退军事 亲世其父 问庞德肯相否 庞德寻思 张鲁不仁 情愿拜祥 曹操亲扶上马 供回大寨 故意叫城上望见 人报张鲁 得与曹 并马而行 鲁一信 杨松之言为使 此日 曹操三面 树立云梯 飞炮攻打 张鲁建其事 已急 与帝张卫商议 魏约 放火 尽烧苍林府库 出奔南山 去守巴中 可也 杨松曰 不如开门投降 张鲁犹豫不定 魏约 只是烧了便行 张鲁曰 我向本欲归命国家 而意味得达 今不得已而出奔 苍林府库 国家之有 不可费也 遂禁封锁 事业二更 张鲁引全家老小 开南门杀处 曹操叫羞追赶 提兵入南正 见鲁封闭裤藏 心甚廉志 遂差人往巴中 劝使投降 张鲁御降 张魏不肯 杨松以秘书报操 便交进兵 松为内应 曹德书 亲自引兵往巴中 张鲁使地位领兵出敌 与徐楚交锋 背处斩于马下 拜军回报张鲁 鲁御坚守 杨松曰 今若不出 坐而待毙已 谋守成 主公当亲 与决议死战 鲁从之 严谱见鲁修出 鲁不听 遂引军出营 魏急交锋 后军移走 张鲁急退 背后曹兵赶来 鲁到城下 杨松闭门不开 张鲁无路可走 曹从后追至 大叫 何不早降 鲁乃下马头拜 曹大喜 念其封仓库之心 幽里相待 封鲁为镇南将军 严谱等接风列侯 于是汉中皆平 曹操传令 各郡分社太守 智都尉 大赏士族 唯有杨松卖主求荣 急命斩之于是曹氏重 后人有诗探语 防贤卖主逞其功 积德金银总是空 家为荣华身受禄 令人千载笑杨松 曹操以德东川 主部司马懿禁约 刘备以诈力取刘张 蜀人尚未归心 今主公以德汉中 一周震动 可诉进兵功之 势必瓦解 智者跪于城石 石不可失业 曹操探约 人苦不知足 既得拢 富望蜀焰 刘业曰 司马仲达之言 是也 若少迟缓 诸葛亮明于治国而为相 官 张等永贯三军而为将 蜀民既定 聚守关爱 不可犯以 曹曰 士族远赦劳苦 且宜存续 虽暗兵不动 却说西川百姓 听之曹操以取东川 料必来取西川 一日之间 鼠遍惊恐 玄德请军师商议 孔明曰 亮有一计 曹操自退 玄德问何计 孔明曰 曹操分军屯合肥 聚孙权也 今我若分江夏 长沙 贵阳三郡还无 遣蛇变之事 陈说厉害 令武起兵袭合肥 牵动其事 操臂乐兵难相义 玄德问谁可为使 一级曰 某愿望 玄德大喜 遂作书句礼 令一级先到荆州 知会云长 然后入武 道莫陵 来见孙权 先通了姓名 权赵即入 即见权礼弼 全问曰 汝到此何为 即曰 左承诸葛子瑜 取长沙等三郡 魏军师不在 有事交割 金传书送还 所有荆州南郡 玲玲 本玉送还 被曹操 袭取东川 使官将军 吴容身之地 今合肥空虚 望军侯起兵攻之 使曹操 撤兵回南 吴主若取了东川 即还荆州全土 全曰 如且归管设 荣武商议 一级退出 全问 寄予众谋士 张昭曰 此时刘备恐曹操 取西川 故为此谋 虽然如此 可因操在汉中 成是取合肥 亦是上计 全从之 发复一级回属去气 便亦起兵攻操 令鲁肃收取长沙 江夏 贵阳三郡 屯兵于路口 取吕蒙 甘宁回又去渔航取灵筒回 不一日 吕蒙 甘宁先到 蒙宪策曰 现今曹操令 卢江太守珠光 屯兵于晚城 大开稻田 纳谷于合肥 以冲军使 今可先取晚城 然后攻合肥 全曰 此祭甚何无异 遂叫吕蒙 甘宁为先锋 蒋钦 攀张为和后 全自引周太 陈武 董席 徐胜为中军 石成浦 黄盖 韩当在各处镇守 都为随征 却说军马渡江 去河州 敬到晚城 晚城太守珠光 使人往合肥求救 一面固守城池 兼逼不出 全自到城下看使 城上贱如雨发 射中孙权 徽盖 权回寨 问众将 如何取得晚城 董席曰 可差军事筑其土山攻之 徐胜曰 可树云梯 造红桥 下官城中而攻之 吕蒙曰 此法皆废日月而成 合肥救军一致 不可吐以 今我军出道 士气方锐 正可承此锐气 奋力攻击 来日平民进兵 五位时便当破城 全从之 次日武庚范壁 三军大戒 城上史诗其下 甘宁手之铁链 冒史诗而上 朱光令功弩守其射 甘宁拨开剑林 一炼打倒朱光 吕蒙亲自擂鼓 士族皆一拥而上 乱刀砍死朱光 于众多详 得了晚城 方才沉实 张辽引军至半路 绍马回报晚城一事 辽集回兵归合肥 孙权入晚城 灵统一引军道 权位劳毕 大靠三军 重赏吕蒙 甘宁诸将 设宴庆功 吕蒙逊甘宁上座 圣称其功劳 久至半憨 灵统响起甘宁杀父之仇 又见吕蒙夸美之 心中大怒 瞪目直视良久 忽把左右所配之剑 立于炎上约 炎前无乐 看武武剑 甘宁之奇异 推开果桌起身 两手取两知己协定 纵不出约 看我炎前十己 吕蒙见二人各无好意 便一手挽牌 一手提刀 立于其中院 二功虽能 皆不如我瞧也 说吧 无起刀牌 将二人分于两下 早有人抱之孙权 权荒跨马 直至炎前 众见权志 方各放下君弃 权曰 吴长言二人修念旧仇 今日又何如此 灵统哭败于地 孙权再三劝止 至次日 起兵进取合肥 三军进发 张辽未施了满城 回到合肥 心中愁闷 胡曹操插薛涕 送木霞一个 尚有操风 棒书云 贼来乃发 时日报说 孙权自引十万大军 来攻合肥 张辽便开下官制 内书云 若孙权志 张 李二将军出战 岳将军守城 张辽将教帖与李典 乐尽观之 岳尽曰 将军之意若何 张辽曰 主公远征在外 无兵以为破我必已 今可发兵出营 奋力与战 折其风锐 以安重心 然后可守也 李典肃与张辽不睦 闻了此言 漠然不达 乐尽见李典不语 便道 贼众我寡 难以迎敌 不如坚守 张辽曰 功等皆是思议 不顾公事 无今自出迎敌 决意死战 便叫左右背马 李典凯然而起曰 将军如此 点其敢 以思汗而忘功示祸 愿听指挥 张辽大喜悦 既曼城肯相助 来日引一军于逍遥 金北埋伏 带无兵杀过来 可先断小师桥 无与乐文迁击至 李典领命 自去点军埋伏 却说 孙权令 吕蒙 甘宁为前队 自与灵统居中 其余诸将陆续进发 望合肥杀来 吕蒙 甘宁前队兵进 正与乐静相迎 甘宁出马与乐静交锋 战不属和 乐静诈败而走 甘宁招呼吕蒙 一起引军赶去 孙权在第二队 听得前军得胜 催兵行至逍遥金北 忽闻连珠炮响 左边张辽一军杀来 右边李典一军杀来 孙权大惊 急令人换吕蒙 甘宁回旧时 张辽兵已到 灵统手下 只有三百余旗 当不得曹军 势如山倒 灵统大呼曰 主公和不速度小师桥 颜未必 张辽引二千余旗 当先杀志 灵统翻身死战 孙权纵马上桥 桥南已折杖于 并无一片板 孙权惊得手足无措 牙将鼓励大呼约 主公可约马退后 再放马向前 跳过桥去 孙权收回马来 有三丈余远 然后纵陪加鞭 那马一跳飞过桥南 后人有施约 得炉当日跳潭溪 又见吴侯败合肥 退后这边吃俊起 逍遥金上语龙飞 孙权跳过桥南 徐胜 董席 驾州相迎 灵统鼓励 抵住张辽 甘宁 吕蒙引军回旧 却被月晋从后追来 离点又截住厮杀 无兵折了大半 灵统所领三百余人 尽被杀死 捅身中竖枪 杀到桥边 桥以折断 绕河而逃 孙权在周中望见 急令董席 赵州皆知 乃得渡回 吕蒙 甘宁 皆死命逃过河南 这一阵 杀得江南人人害怕 文章聊大名 小儿也不敢夜提 众将保护孙权回营 全乃众上灵统 鼓励收军回如须 整顿船只 商议水路并进 一面拆人回江南 再起人马来驻战 却说张辽文孙权 在如须将遇兴兵进取 恐和肥兵少 难以抵敌 即令薛涕兴夜往汉中 抱之曹操 求请救兵 曹同重关一约 此时可收西川否 刘烨约 金鼠中烧定 已有提备 不可积业 不如撤兵去救合肥之急 救下江南 操乃留下侯渊守 汉中定军山爱口 留张和守 蒙头炎等爱口 其余军兵拔债都起 杀本如须误来 正是 铁骑府能平拢右 金毛又复指江南 为之胜负如何 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八回 甘宁百旗结尾营 左辞致悲戏曹操 却说 孙权在如虚口收拾军马 呼报曹操自汉中领兵 四十万前来救合肥 孙权与谋士记忆 先拨董席 徐胜二人领武师之大船 在如虚口埋伏 令陈武带领人马 往来江岸巡哨 张昭曰 今曹操远来 必须先错其锐气 权乃问账下约 曹操远来 谁敢当先破敌 以错其锐气 灵统出约 某愿往 权约 带多少军去 统约 三千人足矣 甘宁约 只需摆旗 便可破敌 何比三千 灵统大怒 两个就在孙权面前 争敬起来 全曰 曹军势大 不可轻敌 乃命灵统带三千军 出炉虚口去哨探 与曹兵便与交战 灵统领命 引着三千人马 离如虚物 尘头起处 曹兵早到 先锋张辽 与灵统交锋 斗武师和 不分胜败 孙权孔灵统有师 令吕蒙接应回营 甘宁见灵统回 急告全约 宁今夜 只带一百人马 去接曹营 若舍了一人一起 也不算功 孙权壮之 乃调拨帐下一百精锐 马兵赴宁 又已酒五十平 羊肉五十斤 赏赐军事 甘宁回到营中 教一百人接列作 先将饮碗真酒 自吃两碗 乃与百人约 今夜奉命结债 请诸公各满饮一伤 努力向前 众人闻言 面面相去 甘宁见众人有难色 乃拔剑在手 怒斥曰 我为上将 且不惜命 如等何的迟疑 众人见甘宁作色 皆起拜约 愿笑死利 甘宁将酒肉 与百人共饮食尽 约至二更事后 取白鹅鳞一百根 差于窥上为号 都披甲上马 飞奔曹操寨边 拔开鹿角 大喊一声 杀入寨中 竟奔中军来杀曹操 原来中军人马 以车障俘禄穿连 围得铁桶相似 不能得尽 甘宁只将摆旗 左冲右突 曹兵惊慌 正不知敌兵多少 自相扰乱 那甘宁摆旗 在营内纵横持咒 逢着便杀 各营鼓噪 举火如星 喊声大震 甘宁从寨支南门杀出 无人敢当 孙权令周太 引一支兵来接应 甘宁将摆旗回到卢须 草兵恐有埋伏 不敢追袭 后人有失赞悦 屁股声轩阵地来 无事到处鬼神哀 百灵直贯曹家寨 尽说甘宁虎将才 甘宁引百旗到寨 不折一人一旗 至营门 令百人皆击鼓吹笛 口称万岁 欢声大震 孙权自来迎接 甘宁下马拜扶 全府起 邪宁守约 将军此去 足使老贼惊骇 非孤相舍 正与观青胆耳 即赐卷千匹 利刀百口 宁拜受气 遂分赏百人 全宇朱将曰 孟德有张辽 孤有甘心霸 足以相敌也 次日 张辽引兵落战 灵统建甘宁有功 愤然于 统愿敌张辽 全许之 统遂领兵五千 黎如须 全自引甘宁临阵观战 对阵原处 张辽出马 左有离点 又有乐境 灵统纵马提刀 出至阵前 张辽使乐境出营 两个斗道五十和 未分胜败 曹操文之 亲自策马到门骑下来看 见二将憨斗 乃令曹修暗放冷剑 曹修便闪在张辽背后 开弓一剑 正中灵统坐下马 那马直立起来 把灵统掀翻在地 乐境连忙 持枪来刺 枪还未到 只听得弓弦响触 一剑射中 越近面门 翻身落马 两军齐出 各就一将回营 明金霸战 灵统回寨中 败谢孙权 权曰 放剑救你者 甘宁也 灵统乃顿手 拜宁曰 不想功能如此垂恩 自此与甘宁结为生死之交 再不为恶 且说曹操剑乐尽重剑 令自到杖中调制 次日 分兵五路来袭如须 操自领中路 左一路张辽 二路李典 右一路徐晃 二路庞德 每路各带一万人马 沙本将边来 石董席 徐胜二将 在楼船上 建五路军马来到 朱军各有巨色 徐胜曰 十军之路 中军之势 何惧在 随隐猛士数百人 用小船渡过江边 杀入李典军中去了 董席在船上 令众军勒鼓 吶喊助威 忽然江上猛风大作 白浪先天 波涛汹涌 军事建大船江傅 争下矫剑逃命 董席仗剑大贺曰 江受军命 在此防贼 怎敢弃船而去 立斩下船军 是失余人 须于 封击船父 董席靖 死于江口水中 徐胜在李典军中 往来冲突 却说陈武听得江边厮杀 隐一军来 正与庞德相遇 两军混战 孙权在如须物中 听得曹兵杀到江边 亲自与周太隐军前来驻战 正见徐胜在李典军中 角作一团厮杀 便徽军杀入接应 却被张辽 徐黄两支军 把孙权困在该心 曹操上高附处 看见孙权被围 急令许诸纵马持刀杀入军中 把孙权军冲作两段 彼此不能相救 却说周太从军中杀出 到江边 不见了孙权 乐回马 从外又杀入阵中 问本部军 主公何在 军人移手指兵马后处 曰 主公备为甚及 周太挺身杀入 寻见孙权 太曰 主公可随太杀出 于是太在前 权在后 奋力冲突 太到江边 回头又不见孙权 乃父翻身杀入围中 又寻见孙权 全曰 功弩齐发 不能得出 如何 太曰 主公在前 某在后 可以出围 孙权乃纵马前行 周太左右遮户 身背树枪 箭透 仲凯 就得孙权 到江边 吕蒙引一支水军 前来接应下船 全曰 无亏周太三番冲杀 得托 重围 但徐胜在该心 如何的托 周太宇 无再就去 碎伦枪腹翻身 杀入重围之中 救出徐胜 二将葛代重伤 吕蒙交军士乱建设 驻岸上兵 就二将下船 却说陈武与庞德大战 后面又无应兵 被庞德赶到玉口 树林从密 陈武在与回身交战 被树珠抓往袍袖 不能迎敌 为庞德所杀 曹操见孙权走脱了 自测马驱兵 赶到江边对射 吕蒙渐进 正荒间 胡队将一宗传道 为首一员大将 乃是孙策女婿陆迅 自引十万兵道 一阵射退曹兵 城市登岸 追杀曹兵 附夺战马数千匹 曹兵伤者 不计其数 大败而回 于乱军中 寻见陈武尸首 孙权之陈武已亡 董席又沉江而死 哀痛致怯 令人入水中 寻见董席尸首 与陈武尸一起后葬之 又敢周太救护之功 设宴款之 全亲自拔斩 扶其背 泪流满面 曰 清两番相救 不惜性命 背枪数十 夫如刻画 孤义何心不待 清以骨肉之恩 为清以兵马之重护 清乃孤之功臣 孤当与清 共荣辱 同修七也 严霸 令周太解 一语重将官之 皮肉肌肤 如同刀弯 盘根遍体 孙权手指其痕 依依问之 周太拒言 战斗被伤之状 一处伤令 吃一公酒 时日 周太大罪 全以轻裸散刺之 令出入张盖 以为险要 全在如须 与曹相聚粤鱼 不能取胜 张昭 雇佣上言 曹操势大 不可力取 若与酒战 大损世俗 不若求和安民为上 孙权从其言 令不致网 曹营求和 许年纳遂共 操见江南 即位可下 乃从之 令孙权先撤人马 吾然后颁施 不知回复 全职留蒋钦 周太守如虚口 尽发大兵上传回莫陵 操劉曹人 张辽屯合肥 班师回许昌 文武众官 皆以立曹操为魏王 尚书催眼 立言不可 众官曰 汝毒不见询文若乎 眼大怒曰 实乎实乎 会当有变 任自为之 有于眼不合者 告知曹 曹大怒 收眼下狱问之 严虎目求然 只是大骂曹操 欺君奸贼 庭尉白曹 曹令杖杀 崔眼在狱中 后人有赞悦 清河崔眼 天性奸刚 求然虎目 铁施心肠 奸邪辟役 生结显昂 忠于汉主 千古名扬 建安二十一年下五月 群臣表奏现帝 送魏公曹操公德 集天祭地 一周末集 宜进爵为王 现帝即令中摇草照 策立曹操为魏王 曹操假意上书三词 赵三报不许 曹乃拜命受魏王之爵 免十二流 乘经跟车 驾六马 用天子车扶轮椅 出井入壁 于叶俊盖魏王宫 屹立世子 曹大七丁夫人无出 妾留是生子曹昂 因征张秀时 死于婉成 便是所生四子 长约批 次约张 三约直 次约雄 于是触丁夫人 而立便是为魏王后 第三子曹直 自子贱 即聪明 举笔成章 曹玉立之为后嗣 张子曹丕 恐不得力 乃问济于中大夫贾许 许教如此如此 自是但凡曹出征 诸子送行 曹之乃称述功德 发言成章 为曹丕辞父 只是流涕而败 左右皆赶伤 于是曹一直乖巧 诚心不及批也 批又使人买主尽事 戒严批之德 曹玉立后嗣 愁出不定 乃问贾许曰 孤玉立后嗣 当立谁 贾许不达 曹问其故 许曰 正有所思 故不能及达尔 曹曰 何所思 许对曰 思缘本出 刘景生父子也 曹大孝 遂立长子曹丕为王世子 东十月 魏王功成 差人往各处收取 齐花异果 栽旨后院 有使者到吴帝 见了孙权 传魏王令旨 再往温州取杆子 使孙权正尊让魏王 便令人于本城选了 大杆子四十余旦 星夜送往夜郡 至中途 挑旦一夫疲困 歇于山脚下 建议先生 秒一目 博一族 头戴白藤冠 身穿青懒衣 来与脚夫做礼 言曰 你等挑担劳苦 贫道都替你挑一间何如 众人大喜 于是先生每担各挑五礼 但是先生挑过的单儿都轻了 众皆经矣 先生临去 于领甘子官说 贫道乃魏王乡中故人 姓左 名词自圆放 道号乌角先生 如你到夜郡 可说左词深意 遂拂袖而去 取甘人至夜郡见曹 呈上甘子 曹钦铺之 但指空壳 内病无肉 曹大经 问取甘人 取甘人以左词之事对 曹未肯信 门力呼报 有一先生自称左词 求见大王 曹赵若 取甘人曰 此正途中所见之人 曹赤之曰 如以和妖术 舍无家国 此孝曰 其有此事 取甘铺之 内皆有肉 其味甚甜 但曹自铺者 皆空壳 曹玉经 乃次左词作而问之 此所酒肉 操令与之 饮酒五斗不醉 肉食全阳不保 操问曰 如有何数 以至于此 此曰 贫道于西川 嘉陵峨眉山中 学到三十年 忽闻石壁中 有生忽我之名 即是不见 如此者数日 忽有天雷 震碎石壁 得天书三卷 名曰 顿甲天书 上卷名天盾 中卷名的盾 下卷名人盾 天盾能腾云跨风 飞升太虚 地盾能穿山透实 人盾能云游四海 藏行变身 飞剑制刀 取人首级 大王位及人臣 何不退步 跟贫道往峨眉山中修行 当以三卷天书相受 曹玉 我一九思 急流勇退 乃朝廷 未得其人耳 此孝曰 一周刘玄德 乃帝氏之咒 何不让此未与之 不然 贫道当飞剑 取辱之头也 曹大怒曰 此正是刘备细作 喝左右拿下 此大孝不止 曹令石树玉卒 桌下考之 玉卒着力痛打 看左瓷时 却厚厚熟睡 全无痛楚 曹怒 命取大家 铁钉钉了 铁锁锁了 送入牢中兼收 令人看守 只见家所近落 左瓷卧于地上 并无伤损 连监禁七日 不予饮食 急看时 瓷端坐于地上 面皮转红 玉卒抱之曹操 曹取出问之 此曰 我数十年不识 亦不防 日是牵阳 亦能尽 曹无可奈何 时日 诸官接至王宫大宴 正行九间 左瓷足穿木履 立于延前 众官精怪 左此曰 大王今日水陆俱备 大宴群臣 四方义务极多 内中欠少何物 贫道愿取之 曹曰 我要龙肝做羹 乳能取否 此曰 有何难在 取莫比于粉墙上 画一条龙 以刨绣一幅 龙腹自开 左此于龙腹中提出 龙肝一腹 鲜血上流 曹不羡 赤之曰 乳先藏于绣中耳 此曰 吉金天寒 草木枯死 大王要慎好花 随意所欲 曹曰 五指要牡丹花 此曰 翼耳 并取大花盆放延前 以水训之 请客发出牡丹一株 开访双花 众官大经 妖辞同坐而始 少客 袍人尽于快 此曰 快避松江炉语者方美 曹曰 千里之隔 安能取之 此曰 此意何难取 叫把吊干来 于堂下鱼池中吊之 请客吊出 数十尾大鲁鱼 放在殿上 曹曰 吴池中原有此鱼 此曰 大王何向七夜 天下鲁鱼之两塞 为松江鲁鱼有四塞 此可遍也 众官是之 果是四塞 此曰 蓬松江炉语 须子牙江方可 曹曰 如意能取之否 此曰 翼耳 另取金盆一个 此以亦付之 须于 得子牙江满盆 尽上曹前 曹一首取之 忽盆内有书一本 提曰 梦得心书 曹取是之 一字不差 曹大乙 此取桌上玉杯 满针家酿紧曹曰 大王可饮此酒 受有千年 曹曰 如可先饮 此岁拔关上玉簪 于杯中一化 将酒分为两半 自饮一半 将一半奉曹 曹赤智 此智碑于空中 化成一白鸠 绕点而飞 众官仰面是之 左慈不知所往 左右呼报 左慈出宫门去了 曹曰 如此妖人 必当除之 否则必将为害 遂命徐楚 引三白铁甲军 追擒之 楚上马引军赶至城门 望见左慈穿木履在前 漫步而行 楚飞马追之 却只追不上 只赶到一山中 有牧羊小童 赶着一群羊儿来 此走入羊群内 楚取剑舍之 此即不见 楚进杀群羊儿回 牧羊小童守羊儿哭 呼见羊头在地上做人言 唤小童曰 如可将羊头都凑在死羊枪子上 小童大惊 掩面而走 呼闻有人在后呼曰 不须惊走 寒汝活羊 小童回顾 见左慈已将地上死羊凑活 赶将来了 小童急欲问时 左慈已拂袖而去 其行如非 疏忽不见 小童归告主人 主人不敢隐晦 报之曹操 操画影图形 各处捉拿左慈 三日之内 城里城外 所朱淼一幕 博弈族 白藤冠 青懒衣 穿木履先生 都一般模样者 有三四百个 轰动皆是 操令中将 将朱阳雪颇支 押送城南教场 曹操亲自引甲兵五百人围住 进阶斩支 人人颈腔内各起一道清气 道上天聚成一处 画成一个佐词 向空招白鹤一支骑坐 拍手大校约 土鼠随金虎 尖雄一旦休 操令中将以弓箭射之 忽然狂风大作 走失扬沙 所斩之师 皆跳起来 手提起头 奔上演武厅来打曹操 文官武将 眼面京岛 各不相顾 正是 尖雄权势能倾果 倒是先机更一人 未知曹操性命如何 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九回 补州义管路之机 讨汉贼武臣死结 却说 当日曹操见黑风中 群师接起 京岛余地 续风定 群师皆不见 左右 扶操回宫 京而成吉 后人有诗 赞左辞月 飞步陵云遍九州 独平顿甲 自遨游 等闲 施射神仙术 典物曹满不转头 曹操染病 扶药无欲 是太史 承许之 自许昌来 见曹 曹令之 补义 之月 大王曾闻神 不管路佛 草月 颇闻其名 未知其数 如可详言之 之月 管路自功名 平原人也 容貌粗丑 好久疏狂 其父曾为狼牙及秋长 路自幼便喜仰是星辰 夜不肯昧 父母不能禁止 长云夹击野骨 上字之时 何况为人在世乎 与灵儿共戏 折化得为天文 分布日月星辰 即烧长 即生命 周易 仰观风角 数学通神 奸善相树 狼牙太守丹子春文其名 赵路相见 时有做客百余人 借能言之事 路卫子春曰 路年少胆气未奸 先请眉酒三生 隐儿后颜 子春其之 遂于酒三生 隐蔽 路问子春 今欲与路为对者 若辅君四座之事业 子春曰 无字与清 旗鼓相当 于是与路讲论一礼 路为为而谈 严严惊傲 子春反复变难 路对答如流 从小至目 九时不醒 此春急重宾客 无不叹服 于是天下好为神童 后有居民郭恩者 兄弟三人 皆得必及 请路补之 路月 挂中有军家 本目中女鬼 非军伯母 及淑母也 西饥荒之年 谋数生米之力 推之落井 以大势压迫其头 孤魂痛苦 自诉于天 故军兄弟 有此报 不可攘掩 郭恩等 替弃服罪 安平太守 王姬 知路神捕 严路之家 誓信都令其 常患投风 其子又患心痛 殷勤录不知 陆月 此堂之西角 有二死尸 一难持矛 一难持弓箭 投在壁内 脚在壁外 持矛者主刺头 故头痛 持弓箭者主刺胸腹 故心痛 乃觉知 陆地八尺 国有二观 一观中有矛 一观中有角弓极箭 木具已朽烂 陆令洗海谷去城外 十里埋之 妻与子遂无恙 管陶令诸葛园 前新兴太守 陆网送行 刻言陆能复射 诸葛园不信 暗取燕卵 封科 知诸三物 分至三合之中 另路补之 挂成 各写四句于和尚 其一曰 寒气虚变 依乎语堂 雌雄已行 语义书章 此燕卵也 其二曰 家世道玄 门户众多 藏经欲读 得秋乃化 此封科也 其三曰 胡塑长足 吐丝成罗 寻网求食 立在昏夜 此之诸也 满座惊骇 乡中有老妇施牛 求补之 陆盼于 北溪之兵 七人载烹 急往追寻 皮肉尚存 老妇国网寻之 七人于毛涉后主食 皮肉尤存 妇告本郡太守留 补七人罪之 因问老妇曰 辱何以知之 妇告以管路之神补 六 不信 请陆智府 取印囊及山鸡 茅藏于河中 令补之 陆补其一曰 内方外园 五色成文 含堡守信 出则有章 此印囊也 七二曰 炎炎有鸟 锦体诸一 羽翼玄黄 名不失臣 此山鸡毛也 六 大京 遂代为上宾 一日 出交闲行 见一少年 更于田中 陆立道棒 官之良久 问曰 少年高兴 贵庚 答曰 姓赵 明言 年十九岁已 敢问先生为谁 陆曰 吴管陆也 吴见乳梅 见有死气 三日内必死 如貌美 可惜无寿 赵炎回家 即告其父 傅文之 赶上管路 哭败于帝曰 请归咎吴子 陆曰 此乃天命也 安可然乎 傅告曰 老夫只有此子 望其垂就 赵炎亦哭悄 陆见其父子情妾 乃为赵炎曰 如可被敬酒一瓶 陆府一快 来日积往南山之中 大树之下 看磐石上有二人一起 一人向南坐 穿白袍 其貌甚物 一人向北坐 穿红袍 其貌甚美 如可乘其异性浓食 将酒及陆府跑尽之 待其饮食必 如乃枯败求寿 必得亦算矣 但切勿言 事无所教 老人流露在家 次日 赵炎 携酒斧 背盘入南山之中 约行五六里 国有二人于大松树下 盘石上着其 全然不顾 赵炎 跪进酒斧 二人贪着其 不觉 饮酒已尽 赵炎 哭败于 地儿求寿 二人大惊 穿红袍者 曰 此必 管子之言也 无二人 既受其思 必须连之 穿白袍者 乃于身边 取出不及查看 为赵炎曰 如今年十九岁 当死 无尽于十字上天 一九字 如受可治九十九 回见管路 叫再修泄露天机 不然 必知天前 穿红者提笔天气 一阵相风过去 二人化作二白鹤 冲天而去 赵炎归问管路 陆约 穿红者 南斗也 穿白者 北斗也 言约 无闻北斗九星 何止一人 陆约 散而为九 何二为一也 北斗诸死 南斗诸生 今以天助受算 子父何忧 父子败谢 自此管路 孔谢天机 更不轻为人补 此人陷在平原 大王欲知 修旧 何不照之 曹大喜 即差人 往平原照路 陆志 参拜契 操令补之 陆达曰 此换术尔 何必为忧 操心安 并乃见可 操令补天下之事 陆补曰 三八纵横 黄珠玉虎 定君之难 伤折一股 又令补传作修短之术 陆补曰 师子宫中 以安神位 王道顶心 子孙极贵 操问其详 陆曰 茫茫天术 不可欲知 待后自艳 操欲封禄为太史 陆曰 命薄相穷 不称此职 不敢授也 操问其故 答曰 陆额无竹骨 眼无守经 彼无梁柱 较无天根 辈无三甲 父无三人 只可泰山至鬼 不能至生人也 操曰 汝相无若何 陆曰 未及人臣 又何必相 再三问之 陆诞笑而不达 操令陆 便向文武官了 陆曰 解智世之臣也 操问修旧 皆不肯进言 后人有诗赞悦 平原神不管功名 能算南辰北斗星 八风幽威通鬼窍 六摇玄傲揪天庭 欲知相法应无寿 自决心缘 即有灵 可惜当年其一属 后人无负寿一惊 操令补东吴 西属二处 路设挂云 东吴主王一大将 西属有兵范剑 操不屑 呼和肥豹来 东吴路口守将 鲁肃身故 操大惊 便拆人往汉中探听消息 不数日 非豹刘玄德 遣张飞 马超兵屯下便去关 操大怒 便欲自领大兵 载入汉中 令管路补之 陆曰 大王未可妄动 来春许都必有火灾 操见路炎泪焰 故不敢轻动 留居夜眷 使曹洪领兵五万 网驻夏侯渊 张和同手东川 又差夏侯敦领兵三万 与许都来往巡警 已被布鱼 又叫掌使王毕总督御林军马 主部司马懿曰 王毕是九姓宽 恐不堪辞之 操约 王毕是孤披荆极力 艰难时相随之人 忠而且勤 心如铁石 罪足相当 遂为王毕领域林军马屯于许都东华门外 时有一人 姓耿 铭记 自济行 洛阳人也 就为丞相府院 后迁是中少府 与司之为恍甚后 见曹操进封王爵 出入用天子车服 心甚不平 时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 耿记与韦晃密曰 操贼奸恶日甚 将来必为篡逆之事 吴等为汉臣 岂可同恶相继 韦晃曰 吴有心妇人 姓金 明依 乃汉相今日低之后 素有讨操之心 更兼与王毕甚后 若得同谋 大事记 耿记曰 他既与王毕交后 岂肯与我等同谋户 唯谎 且往说之 看是如何 于是 二人同志 金一宅中 一接入后堂 坐定 谎 得为与王长使慎后 吴二人特来告求 一曰 所求何事 谎 吴文卫王早晚受膳 将登大宝 共与王长使笔高签 望不相弃 取次提携 感得非浅 依浮秀而起 侍从者奉茶制 便将茶泼于地上 荒阳经约 得伪故人 何伯情也 一约 吴于汝交后 为汝等是汉朝陈载之后 金不思报本 欲辅造反之人 吴有何面目于汝为有 耿记曰 乃天术如此 不得不为耳 一大诺 耿记 为谎建一国有忠义之心 乃以实情相告曰 吴等本欲讨贼 来求足下 前言特向事尔 一曰 吴磊氏汉臣 安能从贼 公等欲服汉氏 有何高见 谎曰 虽有报国之心 未有讨贼之计 一曰 吴于里应外合 杀了王毕 夺起兵权 扶住鸾鱼 更截刘皇叔为外援 操贼可灭矣 二人闻之 辅长称善 一曰 我有心腹二人 与操贼有杀父之仇 现居城外 可用为语意 耿记问是何人 一曰 太一吉平之子 长明吉秒 子文然 次明吉目 子思然 操息日为董成一代赵氏 曾杀其父 二子逃窜远乡 得勉于难 今已潜规许都 若是相助讨贼 无有不从 耿记 为谎大喜 今一即使人密换二级 续 二人治 一句言其事 二人赶奋流泪 怨气冲天 试杀国贼 今一月 正月十五日夜间 城中大张灯火 庆赏元宵 耿少府 维思指 你二人各领家壮 杀到王碧营前 只看营中火起 分两路杀入 杀了王碧 竟跟我入内 请天子登武凤楼 赵百官面与讨贼 吉文然兄弟于城外杀入 放火为号 各要扬声 叫百姓诛杀国贼 截助城内救军 待天子祥赵 昭安已定 便进兵杀头 叶俊秦曹操 即发使 姬赵赵 刘皇叔 今日约定 至七二更举世 物思董城 自取其货 五人对天说是 煞血为盟 各自归家 整顿军马器械 临气而行 且说耿记 为皇二人 各有家童三四百 预备器械 吉渺兄弟 一聚三百人口 只推为列 安排已定 金一先妻来见王碧 言 方金海宇烧安 魏王威震天下 今直元宵令节 不可不放灯火 已是太平气象 王碧然其言 告遇城内居民 尽张灯节彩 庆赏佳节 至正月十五夜 天色情记 星月交辉 六节三世 敬访花灯 真个金无不金 玉露无催 王碧与玉林诸将 在营中饮宴 二更以后 胡闻营中呐喊 人报营后火起 王碧慌忙出帐看时 只见火光乱滚 又闻喊杀连天 知识营中有变 急上马出南门 正欲耿记 一箭射中 尖驳 几乎坠马 遂往西门而走 背后有军赶来 王碧着忙 弃马不行 至金一门首 荒扣其门 原来金一一面 使人于营中放火 一面亲领家童 随后助战 只留妇女在家 十家中文王碧叩门之声 直到金一归来 一七从阁门便问曰 王碧那厮杀了吗 王碧大惊 方务金一同谋 镜头曹修家 报之金一 耿记等同谋反 修集披挂上马 引千余人在城中距离 城内四下火起 稍找五凤楼 地毙于深宫 曹氏心腹爪牙 死聚宫门 城中淡闻人教 杀尽曹贼 以拂汉士 原来夏侯敦奉曹操命 寻警许昌 领三万军 离城五里屯扎 事业 遥望见城中火起 便领大军前来 围住许都 十一支军入城 接应曹修 直混杀至天明 耿记 为皇等 无人相助 人暴金一 二级 皆被杀死 耿记 为皇 夺路杀出城门 正与夏侯敦大军围住 活捉去了 手下百余人皆被杀 夏侯敦入城 救灭一伙 尽收五人老小宗族 使人非暴曹操 操传令 较降耿 为二人 及五家宗族老小 皆斩于世 并将在朝大小百官 进行拿解夜郡 听后发落 夏侯敦鸭梗 为二人治世曹 耿记历生大教约 曹阿满 无声不能杀辱 死当作历鬼以鸡贼 贵子以刀朔其口 流血满队 大骂不绝而死 为皇以面颊顿地约 可恨 可恨 咬牙揭碎而死 后人有诗赞悦 耿记经中为谎贤 各持空手欲服天 谁知汉作相将尽 恨满心凶丧九泉 夏侯敦 尽杀五家老小宗族 将百官解父夜郡 曹操于教场 立红旗于左 白旗于右 下令约 耿记 为皇等造反 放火焚许都 如等亦有出救活者 亦有闭门不出者 如曾救活者 可立于红旗下 如不曾救活者 可立于白旗下 众官自私 救活者必无罪 于是多奔红旗之下 三庭内 只有一庭立于白旗下 曹教尽拿立于红旗下者 众官各言无罪 曹曰 如当时之心 非是救活 时遇驻贼尔 尽命迁出张河边斩之 死者三百余元 其立于白旗下者 尽皆赏赐 仍令还许多 师王必以背剑 创发而死 操命后葬至 令曹修总督御林军马 中咒为相国 化心为御史大夫 遂定侯爵六等师八级 官中侯爵十七级 皆金印紫兽 又至官内外侯十六级 银印归扭墨兽 武大夫十五级 同印还扭墨兽 定决封关 朝廷又换一般人物 曹操方误管陆火灾之说 遂众赏路 鲁不哨 却说曹红领兵到汉中 令张和 夏侯渊各具险要 曹红亲自进兵据敌 十张飞赐予雷同手把八息 马超兵至下便 令乌兰为先锋 领军少出 正与曹红军相遇 乌兰欲退 衙江人魁约 贼兵出智 若不先错其锐气 和颜见梦启呼 于是骤马挺枪诺曹红战 红字提刀跃马而出 交锋三合 斩魁于马下 成势掩杀 乌兰大败 回见马超 超则之曰 辱不得无令 何故轻敌致败 乌兰曰 任魁不听无言 故有此败 马超曰 可谨守爱口 物与交锋 一面申报成都 听后行止 曹红见马超连日不出 恐有诈谋 引军退回南政 张和来见曹红 问曰 将军既已斩江 如何退兵 红曰 无剑马超不出 恐有别谋 且我在夜都 闻神不管路有言 当于此地辙一员大将 无疑此言 故不敢清静 张和大笑曰 将军行兵半生 今奈何信不者之言 而获其心灾 何罪不才 愿以本部兵取巴西 若得巴西 属郡一耳 红曰 巴西首将张飞 飞比等贤 不可轻敌 张和曰 人皆怕张飞 无视之如小儿 此去必擒之 红曰 唐有疏失 若和 何曰 甘当军令 红乐乐文状 张和进兵 正是 自古交兵多质败 从来轻敌少成功 未知胜负如何 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回 猛张飞至曲娃口爱 老荒中既夺天荡山 却说张和步兵三万 分为三寨 各磅山险 一鸣荡取债 一鸣猛投债 一鸣荡实债 当日张和于三寨中 各分军一半去取巴西 留一半守债 早有探马报道巴西 说张和引兵来了 张飞急换雷同商议 同约 浪中地厄山险 可以埋伏 将军引兵出战 我出骑兵相助 何可勤矣 张飞拨精兵五千 与雷同去气 飞自引兵一万 离浪中三十里 与张和兵相遇 两军摆开 张飞出马 但诺张和 和挺枪纵马而处 战到二十余和 和后军忽然寒起 原来望剑山背后 有鼠兵齐帆 故此扰乱 张和不敢恋战 拨马回走 张飞从后掩杀 前面雷同又引兵杀处 两下加攻 和兵大败 张飞 雷同连夜追袭 只赶到荡渠山 张和仍旧分兵守住三寨 多治类目炮石 坚守不战 张飞离荡渠十里下寨 次日引兵落战 和在山上大吹大雷饮酒 并不下山 张飞令军士大骂 何止不出 非止得海影 次日雷同又去山下诺战 何又不出 雷同驱军士上山 山上雷目炮石打将下来 雷同击退 当时猛头两寨兵出 杀败雷同 次日张飞又去诺战 张合又不出 非是军人百般会骂 何在山上一骂 张飞寻思 无计可逝 相聚五十余日 飞就在山前扎住大寨 每日饮酒 饮至大醉 坐于山前辱骂 玄德差人靠军 见张飞终日饮酒 使者回报玄德 玄德大惊 忙来问孔明 孔明孝悦 原来如此 军前孔吾好酒 成都家酿极多 可将五十瓮座三车桩 送到军前与张将军饮 玄德曰 吴帝自来饮酒失事 军师何故反送酒与他 孔明孝悦 主公与义德 做了许多年兄弟 还不置其为人业 义德自来刚强 燃前于收穿之时 义是炎炎 此非永夫所为也 今与张和相聚五十余日 酒醉之后 便作山前辱骂 庞若无人 此非贪卑 乃拜张和之祭儿 宣德悦 虽然如此 未可托大 可使魏延住之 孔明令魏延解酒赴军前 车上各插黄旗 大叔军前功用美酒 魏延领命 解酒到寨中 见张飞 传说主攻赐酒 非败受气 吩咐魏延 雷同各隐一支人马 魏左右翼 只看军中红旗起 变革进兵 交将酒百列帐下 令军事大开旗鼓而已 由戏作抱上山来 张和自来山顶观望 见张飞坐于帐下饮酒 令二小族于面前相扑为戏 和约 张飞欺我太甚 传令今夜下山劫飞寨 令蒙头 荡十二寨 接出为左右缘 当夜 张和乘着月色微明 引军从山侧而下 进到寨前 遥望张飞大名登竹 正在帐中饮酒 张和当先大喊一声 山头雷鼓围住 直杀入中军 但见张飞端坐不动 张和骤马到面前 一枪刺倒 却是一个草人 极乐马回时 帐后连珠炮起 一将当先 拦住去路 征援还眼 声如巨雷 乃张飞也 挺茅月马 直取张和 两将在火光中 战倒三五十和 张和只盼两寨来救 谁知两寨救兵 已被魏严 雷同两将杀退 就是夺了二寨 张和不见救兵制 正没奈何 又见山上火起 已被张飞后军夺了寨诈 张和三寨巨师 只得奔瓦口关去了 张飞大获胜节 暴露成都 宣德大喜 方知易得饮酒是祭 只要诱张和下山 却说张和退守瓦口关 三万军已折了二万 遣人问曹洪求救 洪大怒曰 辱不听无言 强要进兵 试了紧要爱口 却又来求救 遂不肯发兵 使人催度张和出战 何心慌 只得定计 分两军去关口前山屁埋伏 吩咐约 我诈败 张飞必然赶来 如等就劫其归路 当日张和引军前进 正欲雷同 战不述河 张和败走 雷同赶来 西军骑出 截断回路 张和赴回 刺雷同与马下 败军回报张飞 飞自来与张和挑战 何又诈败 张飞不敢 何又回战 不述河 又败走 张飞之事计 收军回战 与魏延商议约 张和用埋伏计 杀了雷同 又要转无 何不将计就计 言问约 如何 飞跃 我明日先引一军前往 乳雀引精兵余后 代服兵出 如可分兵机制 用车拾余城 各藏柴草 塞住小路 放火烧枝 吴城市秦张和 与雷同报仇 魏延领界 次日 张飞引兵前进 张和兵又至 与张飞交锋 战到石和 何又诈败 张飞引马不军赶来 和且战且走 引张飞过山玉口 何将后军围前 复扎助营 与飞又站 指望两标扶兵出 要围困张飞 不想扶兵却被魏延精兵道 赶入玉口 将车辆截住山路 放火烧车 山谷草木接着 烟迷其境 兵不得出 张飞只顾引军冲突 张和大败 死命杀开条路 走上瓦口关 收据败兵 坚守不出 张飞和魏延连日攻打 关爱不下 飞剑不计是 把军退二势力 却和魏延引述时起 自来两边哨探小路 呼见男女庶人 各背小包 于山辟路 攀腾覆格而走 飞于马上用编制 与魏延约 夺瓦口关 只在这几个百姓身上 便换军事吩咐 休要惊恐他 好生换那几个百姓来 军事连忙换到马前 非用好言以安其心 问其何来 百姓告曰 某等皆汉中居民 金玉还乡 听之大军厮杀 瑟壁浪中官道 经过沧溪 从此同山跪引穿入汉中 寒家去 非约 这条路取瓦口关 远近若和 百姓约 从此同山小路 却是瓦口关背后 非大喜 待百姓入寨中 余了九十 吩咐魏延 引兵叩关攻打 我亲自引青旗 出此同山攻关后 便令百姓引路 选青旗五百 从小路而进 却说张和卫 救军不道 心中正闷 人暴魏延在官下攻打 张和 披挂上马 却待下山 呼报 关后四五路火起 不知何处兵来 何自领兵来迎 其开处 早张飞 何大京 急往小路而走 马不堪行 后面张飞追赶甚急 何弃马上山 寻静而逃 方的走脱 随行只有十余人 步行入南正 见曹洪 洪见张和 只剩下十余人 大怒曰 无叫辱修去 辱取下文状要去 今日折进大兵 尚不自死 还来作甚 贺令左右 推出斩之 行军司马 郭怀健曰 三军义德 一将难求 张和虽然有罪 乃魏王 所深爱者也 不可辩诛 可在于五千兵 敬取加盟官 牵动其各处之兵 汉中自安矣 如不成功 二罪俱罚 曹洪从之 又与兵五千 叫张和取加盟官 和领命而去 却说加盟官 首将孟达 霍郡 支张和兵来 霍郡只要坚守 孟达定要迎敌 引军下官 与张和交锋 大败而回 霍郡 急身文书到成都 玄德文之 请军师商议 孔明俱众 将于堂上 问曰 金家盟官紧急 必须浪中取义德 方可退张和也 法正曰 金义德 兵屯瓦口 镇守浪中 亦是紧要之地 不可取回 帐中诸将 内选义人去破张和 孔明孝曰 张和乃位之名将 非等贤可及 除非义德 无人可当 胡义人历生而出曰 军师和轻视众人也 无虽不才 愿斩张和首级 陷于麾下 众是之 乃老将黄忠也 孔明曰 汉生虽勇 争奈年老 孔非张和对手 终听了 白发道数而言曰 某虽老 两臂尚开三担之功 浑身还有千斤之力 岂不足敌张和匹夫业 孔明曰 将军年近七十 如何不老 中驱不下堂 取架上大刀 轮动如飞 闭上硬弓 连拽舌两张 孔明曰 将军要去 谁为副将 终曰 老将严严 可同我去 但有疏于 先纳下这白头 玄德大喜 及时令严严 黄忠去张和交战 赵云建曰 今张和侵犯加盟官 君师修位而系 若加盟一师 一周威矣 何故以二老将 当此大敌户 孔明曰 如以二人老迈 不能成事 无料汉中 必与此二人手内可得 赵云等各个 沈笑而退 却说黄忠 炎炎道观赏 孟达 霍俊见了 心中意笑 孔明嵌调度 是这般紧要去处 如何只交两个老的来 黄忠魏延炎曰 你可见诸人动静吗 他笑我二人年老 今可见其功 以服众心 炎炎曰 愿听将军之令 两个商议定了 黄忠引军下官 与张和对阵 张和出马 见了黄忠 笑约 你许大年纪 由不实修 尚欲出战业 忠怒曰 数子七无年老 无手中宝刀却不老 随拍马向前 与和决战 二马相交 约战二十余和 忽然背后喊声起 原来是炎炎从小路 抄在张和军后 两军加攻 张和大败 连夜赶去 张和冰退八九十里 黄忠 炎炎收兵入寨 聚个暗兵不动 曹洪听之张和输了一阵 又与见罪 郭怀曰 张和被迫 毕头西蜀 今可浅将住之 就如尖邻 使不生外心 曹洪从之 急遣夏侯敦之职 夏侯上 并降降 韩玄之地韩昊 二人引五千兵 前来驻战 二将及时起行 到张和寨中 问及军情 何言 老将皇中 甚是英雄 更有严严相助 不可轻敌 韩昊曰 我在长沙之 此老贼厉害 他和魏延 献了城池 害武亲兄 今济相遇 必当报仇 遂与夏侯上 引新军离寨前进 原来皇中连日少探 已知路径 严严曰 此去有山 明天荡山 山中乃是草草 屯粮 积草之地 若取得那个去处 断其粮草 汉中可得也 终曰 将军之言 正和无异 可与吾如此如此 严严一计 自领一支军去了 却说黄中听之 夏侯上 韩昊来 遂引军马出营 韩昊在阵前 大骂黄中 无意老贼 拍马挺枪 来取黄中 夏侯上便出家宫 黄中立战二将 各斗十余和 黄中败走 二将赶二十余里 夺了黄中债 终又草创一营 此日 夏侯上 韩昊赶来 忠又出阵 战术和 又败走 二将又赶二十余里 夺了黄中迎债 换张和守候债 何来前债建约 黄中连退二日 于中必有诡计 夏侯上斥张和约 你如此胆怯 可知屡次战败 仅在修多严 看无二人建功 张和修难而退 此日 二将又战 黄中又败退二十里 二将一里赶上 此日 二将兵出 黄中望风而走 连败树阵 直退在关上 二将扣官下债 黄中坚守不出 孟达暗暗发书 申报玄德 说 黄中连书树阵 现今退在关上 玄德荒问孔明 孔明曰 此乃老将 骄兵之计也 赵云等不屑 玄德差刘峰来 观赏接应黄中 忠与峰相见 问刘峰曰 小将军来 助战何意 峰曰 父亲得知将军数败 故差谋来 忠孝曰 此老父 骄兵之计也 看今夜一阵 可禁赴朱营 夺其粮食马匹 此事借债 与比屯子重耳 今夜刘霍骏首官 孟将军可与我 搬粮草夺马匹 小将军看我破敌 事业二更 终引五千军 开关直下 原来夏侯上 韩昊二将连日 见官上不出 尽皆懈怠 被黄中 破债植入 人不吉甲 马不吉安 二将各自逃命而走 军马自相践踏 死者无数 笔及天明 连夺三寨 寨中丢下军 弃安马无数 尽叫孟达搬运入关 黄中催军马 随后而进 刘峰曰 军事利困 可以暂些 忠曰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策马先进 士族皆努力向前 张和军兵 反被自家败兵冲动 都囤扎不住 望后而走 尽弃了许多寨诈 直奔至汉水坝 张和寻见夏侯上 韩昊一曰 此天荡山 乃粮草之所 更皆拟沧山 一囤粮之地 是汉中军事养命之源 倘若疏失 是无汉中也 当思所以保之 夏侯上约 米苍山有无输 夏侯渊分兵守护 那里正接定军山 不必忧虑 天荡山有无凶 夏侯德镇守 我等以往投之 就保此山 于是张和宇二将 连夜投天荡山来 见夏侯德 巨言前世 夏侯德约 无此处囤十万兵 你可隐去 复取原债 何曰 只一坚守 不可妄动 忽听山前 金谷大镇 人报 黄中兵道 夏侯德大笑语 老贼不安兵法 只是永耳 何曰 黄中有谋 非止永也 得曰 穿兵远舍而来 连日疲困 更坚深入战境 此无谋也 何曰 亦不可轻敌 且宜坚守 韩昊曰 愿借精兵三千击之 当无不克 得遂分兵与昊下山 黄中整兵来营 刘风剑曰 日以西尘矣 军皆远来劳困 且宜暂息 忠孝曰 不然 此天赐奇功 不取是逆天也 言必 鼓噪大尽 韩昊引兵来战 黄中挥刀指取号 指一河 斩昊与马下 鼠兵大喊 杀上山来 张和 夏侯上级 引军来营 呼听山后大喊 火光冲天而起 上下通宏 夏侯德提兵来救火时 正欲老将炎炎 手起刀落 斩夏侯德与马下 原来黄中 欲先使 炎炎引军 埋伏于山辟去处 只等 黄中军到 却来放火 柴草堆上 一起点着 烈焰飞腾 照耀山芋 炎炎 祭斩夏侯德 从山后杀来 张和 夏侯上 前后不能相顾 只得 弃天荡山 望定军山 头奔夏侯冤去了 黄中 炎炎 守住天荡山 劫阴非暴成都 玄德文之 聚众将庆喜 法正曰 西曹操降张鲁 定汉中 不因此事以图巴 蜀 乃留下侯冤 张和二将囤守 而自引大军北桓 此施济也 今张和新败 天荡失守 主公若成此时 举大兵亲往征之 汉中可定也 既定汉中 然后练兵激宿 观信四系 尽可讨贼 退可自首 此天语之时 不可失也 玄德 孔明皆深然之 遂传令赵云 张飞为先锋 玄德与孔明 亲自引兵十万 择日图汉中 传习各处 严加提备 石建安二十三年秋 七月即日 玄德大军出家 盟官下营 赵皇忠 炎炎道寨 候赏之 玄德曰 人皆言将军老矣 为军师 独知将军之能 金果立其功 但今汉中定军山 乃南正宝杖 粮草积聚之所 若得定军山 扬平一路 无足优矣 将军还敢取定军山否 皇忠凯然应诺 便要领兵前去 孔明极旨之曰 老将军虽然英勇 然下侯冤非张和之笔也 冤身通韬略 善小兵机 曹操已之为西凉藩壁 先曾屯兵长安 巨马梦起 今又屯兵汉中 操不脱他人 而独脱冤者 以冤有将才也 金将军虽胜张和 未不能胜下侯冤 吴玉酌量着一人去荆州 替回关将军来 放可敌之 忠愤然达约 西连颇年八十 上十斗米 肉食金 诸侯为其勇 不敢侵犯赵界 何况皇忠未及七十户 军师言无老 吴金并不用副将 只将本部兵三千人去 力展下侯冤首级 纳于麾下 孔明再三不容 黄忠只是要去 孔明曰 既将军要去 无始亿人为 兼军同去 若和 正是 请将须行击将法 少年不若老年人 未知其人是谁 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一回 战队山黄忠一代劳 据汉水赵云寡胜众 却说孔明吩咐黄忠 你既要去 吴教法 正助你 凡事 既意而行 吴随后 拨人马来接应 黄忠英允 和法正陵 本部兵去了 孔明 告宣德约 此老将不着 言语 吉他 虽去不能成功 他今继去 须拨人马 前去接应 乃欢赵云 将一只人马 从小路出骑兵 接应黄忠 若终胜 不必出战 躺中有诗 急去就应 又前刘峰 孟达 领三千兵 于山中 险要去处 多力惊奇 以撞我兵之声势 领敌人惊矣 三人各自领兵去了 又拆人往下辩 受计于马超 令他如此而行 又差颜沿往 巴西浪中守爱 替张飞 魏延来 同取汉中 却说 张和宇 夏侯上来见夏侯渊 说 天荡山已失 折了夏侯德 韩昊 金文刘备 亲自领兵来取汉中 可诉奏魏王 早发精兵猛将 前来侧应 夏侯渊便拆人 抱之曹洪 红星夜 前到许昌 秉之曹操 曹大精 急剧文武 商议发兵就汉中 长使刘业禁约 汉中若失 中原震动 大王修辞劳苦 必须亲自征讨 曹自毁约 恨当时不用轻言 已知如此 盲传令旨 起兵四十万亲征 石建安二十三年秋七月夜 曹操兵分三路而进 前部先锋下侯敦 操刺领中军 使曹修押后 三军陆续起行 操起白马金安 玉带锦衣 武士首执大红罗 萧金散盖 左右金瓜银月 邓棒割锚 打日月龙凤惊起 护驾龙虎冠军二万五千 分为五队 每队五千 暗青 黄 赤 白 黑五色 齐帆甲马 并衣本色 光辉灿烂 极其雄壮 兵出铜关 操在马上望见一簇临木 极其茂盛 问尽事曰 此何处也 大约 此名蓝田 临木之间 乃菜庸庄也 金庸女蔡衍 与其夫董四居此 原来曹素与蔡庸相善 先时其女蔡衍 乃为重道之妻 后被北方鲁去 与北地生二子 做胡家事八拍 流入中原 曹身连之 使人持千金入北方熟之 左贤王俱曹之事 送蔡衍还汉 曹乃以衍配与董四为妻 当日到庄前 因想起蔡庸之事 令军马先行 曹隐尽是百余旗 到庄门下马 石董四处适于外 只有蔡衍在家 眼闻曹智 忙处迎接 曹智堂 眼起居臂 视力于策 曹武剑臂间 悬翼碑闻屠着 起身观之 问于蔡衍 衍答曰 此乃曹娥之悲也 西河地时 尚语有义武者 明曹干 能婆婆乐神 五月五日 醉武周中 堕江而死 其女年十四岁 绕江提枯七昼夜 跳入波中 后五日 夫妇之师服于江面 礼人葬至江边 尚语令渡上奏文朝廷 表为孝女 渡上令邯郸 纯作文捐碑 以记其事 石寒丹纯年方十三岁 文不佳典 以挥而就 历史目测 识人其之 切父蔡雍文而网关 十日以目 乃于暗中以手摸碑文而读之 所比大叔八字于其辈 后人捐十 并捐此八字 操读八字云 皇眷幼父 外孙姬旧 操问衍曰 如解此一否 掩曰 虽先人以彼 切实不解其意 操回故众谋士曰 汝等解否 众皆不能打 于内一人出曰 某一解其意 操是之 乃主不扬休也 操曰 轻且误言 容无私至 遂辞了菜眼 隐重出庄 上马行三里 忽醒悟 孝未修曰 轻事言之 修曰 此隐于耳 黄眷乃颜色之丝也 色棒加丝是绝字 幼父者 少女也 女棒少字是妙字 外孙乃女之子也 女棒子字是好字 急救乃兽五心之气也 兽棒心字是词字 总而言之 是绝妙好词四字 曹大经曰 郑和孤义 众皆探陷阳修财师之敏 不一日 君治难政 曹红接着 被言张和之事 曹约 非和之罪 胜负乃兵家常侍儿 红约 穆金刘备 始皇忠 攻打定军山 夏侯冤之大王兵制 故守未曾出战 曹约 若不出战 是誓诺也 便差人迟节到定军山 叫夏侯冤进兵 刘叶剑语 冤姓太刚 孔中奸记 曹乃作首书语之 使命迟节到冤营 冤接入 使者出书 冤差事事 略曰 凡为将者 当以刚柔相继 不可图示其勇 若但人勇 则是义夫之敌儿 无今屯大军于南政 与官清之妙才 误辱二字可也 夏侯冤揽毕大喜 打发使命回气 乃与张和商一约 金卫王帅大兵屯于南政 以讨刘备 无语如九首此地 岂能建立功业 来日无出战 勿要生擒黄中 张和约 黄中谋永兼备 旷有法证相助 不可清敌 此间山路险峻 只依坚守 约约 若他人见了功劳 无语如有何面目 见魏王爷 汝之守山 无去出战 岁下令约 谁敢出哨诱敌 夏侯尚约 吴怨王 冤约 如去出哨 与黄中交战 只遗输 不遗赢 吴有妙计 如此如此 上寿令 引三千军 离定军山 大寨前行 却说黄中与法证 引兵屯于定军山口 累次挑战 夏侯渊坚守不出 欲要进攻 又恐山路危险 难以料敌 只得聚首 时日 呼报山上 曹兵下来诺战 黄中恰带 引军出营 衙将陈氏约 将军修动 某愿当之 中大喜 遂令陈氏 引军一千 出山口列阵 夏侯上兵制 遂与交锋 不述河 上诈败而走 是赶去 行到半路 被两山上 泪目炮石 打江下来 不能前进 正欲回石 背后夏侯渊 引兵突出 陈氏不能抵挡 被夏侯渊 升秦回寨 不足多详 有败军逃的性命 回报黄中 说陈氏被秦 中皇于法证商议 正曰 冤为人清造 势勇少谋 可鸡劝士族 拔债前进 步步为营 又冤来战而秦之 此乃反客为主之法 忠用其谋 将应有之物 尽赏三军 欢声满谷 怨笑死战 黄中即日拔债而尽 步步为营 每营驻数日 又尽 原文之 欲出战 张和曰 此乃反客为主之计 不可出战 战则有失 冤不从 令夏侯尚引数千兵出战 直到黄中寨前 中上马提刀出营 与夏侯尚交马 执意和 升勤夏侯尚归债 于皆败走 回报夏侯渊 冤即使人到黄中寨 沿远将陈氏来换夏侯尚 忠约定来日 镇前向换 此日 两军接到山谷阔处 不成镇事 黄中 夏侯渊 各立马于本镇门旗之下 黄中带着夏侯尚 夏侯渊带着陈氏 各不与袍凯 只穿臂体薄衣 一声鼓响 陈氏 侯下上 各往本镇奔回 夏侯尚笔及到镇门时 被黄中一剑 射中后心 上代剑而回 冤大怒 骤马静取黄中 中正要积冤厮杀 两将骄马 战到二世余和 曹营内忽然明金收兵 冤荒拨马而回 被中城市杀了一阵 冤回阵问压阵官 为何明金 大约 某剑山洼中有蜀兵 齐帆树处 孔氏伏兵 顾及招将军回 冤信其说 遂坚守不出 黄中逼到定军山下 与法政上议 正一首指曰 定军山西 危然有一座高山 四下皆是险道 此山上足可下 试定军山之虚实 将军若取得此山 定军山只在掌中也 忠仰见山头烧平 山上有些少人马 事业二更 忠引军是明金击鼓 直杀上山顶 此山有夏侯渊部将杜习手把 只有数百余人 当时见黄中大队拥上 只得弃山而走 忠得了山顶 正与定军山相对 法政约 将军可守在半山 某居山顶 待夏侯渊兵制 无举白旗为号 将军却按兵误动 待他眷带无备 无却举起红旗 将军便下山击之 一意待劳 必当取胜 忠大喜 从其界 却说杜习引军逃回 见夏侯渊 说黄中夺了对山 冤大怒曰 黄中占了对山 不容我不出战 张和剑曰 此乃法政之谋也 将军不可出战 只宜坚守 冤曰 占了无对山 管无虚实 如何不出战 何苦见不听 冤分君围住对山 大骂挑战 法政在山上举起白旗 任从夏侯渊百般辱骂 黄中止不出战 五十以后 法政见曹冰倦怠 锐气已舵 多下马作息 乃将红旗招展 骨脚齐鸣 喊声大震 黄中一马当先 池下山来 犹如天崩地塌之事 夏侯渊措手不及 被黄中赶到挥盖之下 大喝一声 犹如雷吼 渊未及相迎 黄中宝刀已落 连头待尖 砍为两断 后人有诗赞黄中月 苍头临大敌 好手逞神威 历衬雕弓发 风迎雪任辉 雄声如虎吼 骏马似龙飞 献国功勋重 开疆斩地基 黄中斩了夏侯渊 曹兵大溃 各自逃生 黄中成事去夺定军山 张和领兵来营 终于陈氏两下加攻 混杀一阵 张和败走 忽然山棒 闪出一标人马 当住去路 为首一员大将 大叫 长山赵子龙在此 张和大惊 引败军夺路 望定军山而走 只见前面一支兵来营 乃渡席夜 席月 金定军山已被流风 孟达夺了 何大惊 遂与渡席引败兵到汗水扎营 一面令人非报曹操 操文冤死 放声大哭 放物管路所言 三八纵横 乃建安二十四年也 黄珠玉虎 乃遂在己亥征月也 定军之难 乃定军山之难也 伤者一股 乃冤与操有兄弟之亲情也 操令人寻管路时 不知何处去了 操身恨黄中 遂亲统大军 来定军山与夏侯渊报仇 令徐晃作先锋 行到汗水 张河 杜夕 接着曹操 二将月 金定军山已施 可将米苍山粮草 已与北山寨中囤积 然后进兵 曹操一月 却说 黄中斩了夏侯渊首级 来家盟官上 见玄德献功 玄德大喜 家中为征锡大将军 设宴庆贺 狐牙将张祝来报说 曹操自领大军二十万 来与夏侯渊报仇 穆金河在米苍山搬运粮草 已于汗水北山脚下 孔明曰 今操引大军至此 孔粮草不敷 故乐兵不尽 若得一人深入其境 烧其粮草 夺其资重 则操之锐气错矣 黄中曰 老夫愿当辞任 孔明曰 曹飞夏侯渊之笔 不可轻敌 宣德曰 夏侯渊 虽是总帅 乃义勇夫尔 安吉张和 若斩得张和 圣斩夏侯渊十倍也 忠奋然曰 无怨亡斩之 孔明曰 你可与赵子龙 同领一支兵去 凡事记忆而行 看谁立功 忠应允便行 孔明就令张祝为 副将同去 云卫忠曰 今操饮二十万众 分屯时影 将军在主公前要去夺梁 非小可之事 将军当用何策 忠曰 看我先去 如何 云曰 等我先去 忠曰 我是主将 你是副将 如何先征 云曰 我与你都一般为主公出力 何必计较 我二人念旧 念着的先去 忠一允 当时 黄忠念着先去 云曰 既将军先去 某当相助 可约定时刻 如将军一时而还 某暗兵不动 若将军过时而不还 某几引军来接应 忠曰 公言是也 于是 二人约定武师为期 云回本寨 魏部将张义曰 黄汉生约定 明日去夺粮草 若武师不回 我当网助 无影前邻汉水 地势危险 我若去使 如可谨守债诈 不可轻动 张义应诺 却说黄忠回到寨中 魏副将张助曰 我斩了夏侯渊 张和丧胆 无明日领命去劫粮草 只留五百军首营 你可助 今夜三更 进阶宝石 四更离营 杀到北山脚下 先捉张和 后劫粮草 张助一令 当夜黄忠领人马在前 张助在后 偷过汗水 直到北山之下 东方日出 建梁姬如山 有些少军士看守 剑鼠兵道 尽气而走 黄忠叫马军一起下马 取柴堆于米粮之上 正欲放火 张和兵道 与中混战一处 曹操文之 急令楚晃接应 黄领兵前进 将黄忠困于该心 张助引三百军走脱 正要回寨 呼一支兵撞出 拦住去路 围守大将 乃是文聘 后面曹兵幼稚 把张助围住 却说赵云在营中 看看等到五十 不见钟回 急忙披挂上马 引三千军向前接应 临行 为张一约 如可坚守迎战 两臂乡多设功弩 以为准备 一连声应诺 云挺枪 骤马支 煞往前去 迎头一将拦路 乃文聘步将慕容烈野 拍马五刀来迎赵云 被云守起一枪刺死 曹兵败走 云直杀入重围 又一支兵截住 为首乃魏将娇饼 云贺问曰 蜀兵何在 并曰 以杀进矣 云大怒 骤马一枪 又刺死娇饼 杀散于兵 直至北山之下 见张和 徐黄两人围住黄中 军事被困多时 云大鹤一声 挺枪骤马 杀入重围 左冲右突 如入无人之境 那枪浑身上下 若舞梨花 遍体纷纷 如飘锐血 张和 徐黄 心惊胆战 不敢迎敌 云救出黄中 且战且走 所到之处 无人敢阻 曹羽高处望茧 经问众将曰 此将何人也 有使者告曰 此乃常山赵子龙也 曹羽 昔日当阳 长板英雄尚在 急传令曰 所到之处 不许轻敌 赵云救了黄中 沙头重围 有军事指曰 东南上围的 必是副将张柱 云不回本寨 遂望东南沙来 所到之处 但见常山赵云 四字旗号 曾在当阳 长板之旗勇者 互相传说 进阶逃窜 云又救了张柱 曹操见云东 冲西突 所向无前 莫敢迎敌 救了黄中 又救了张柱 愤然大怒 自领左右将士 来赶赵云 云已杀回本寨 不将张义接着 望见后面陈起 知识曹兵追来 即位云曰 追兵渐进 可令军事 闭上寨门 上敌楼防护 云鹤曰 休闭寨门 如其不知 无锡在当阳长板时 单枪匹马 去曹兵八十三万如草剑 今有军有相 又何俱在 遂波公奴守于寨外 豪中埋伏 将营内骑枪 进阶到眼 筋骨不鸣 云匹马丹枪 立于营门之外 却说张和 徐晃 领兵追至蜀寨 天色一目 见寨中 掩其息骨 又见赵云匹马丹枪 立于营外 寨门大开 二将不敢前进 正义之间 曹操亲到 急催都众军向前 众军听令 大喊一声 杀奔迎前 见赵云全然不动 曹兵翻身就回 赵云把枪一招 豪中弓弩齐发 石天色昏黑 正不知蜀兵多少 曹仙拨回马走 只听到后面 喊声大震 骨脚齐鸣 蜀兵赶来 曹兵自相践踏 拥到汗水河边 落水死者 不知其数 赵云 黄忠 张柱各引兵一支 追杀甚计 曹征奔走间 呼流风 孟达帅二支兵 从米苍山路杀来 放火烧粮草 操弃了北山粮草 忙回南政 徐晃 张和扎脚不住 一起本寨而走 赵云占了曹寨 黄忠夺了粮草 汗水所得军器无数 大获圣洁 差人去报玄德 玄德遂同孔明 前置汗水 问赵云的不足曰 子龙如何厮杀 军事将子龙救黄忠 据汗水之事 细数一遍 玄德大喜 看了山前山后 险峻之路 欣然为孔明曰 子龙一身都是胆也 后人有诗赞曰 昔日战长板 威风游未减 突阵险英雄 北围师勇敢 鬼哭与神嚎 天惊病得惨 常山赵子龙 一身都是胆 于是 玄德浩子龙为虎威将军 大牢将士 欢艳至晚 呼报曹操 附浅大军 从邪谷小路而进 来取汗水 玄德孝曰 曹此来无能为也 我料必得汗水已 乃率兵于汗水之息已迎之 曹操命徐晃为先锋 前来决战 仗前一人出曰 某身之地里 愿助徐将军 同去破属 曹氏之 乃巴西荡渠人也 姓王 明平 自子军 献冲衙门将军 曹大喜 遂命王平为父先锋 相助徐晃 曹屯兵于定军山北 徐晃 王平 引军至汗水 谎令前军渡水列阵 平曰 君若渡水 躺要急退 如之奈何 谎曰 西韩信 背水为阵 所谓 置之死地而后生也 平曰 不然 西者韩信料 敌人无谋而用此计 金将军能料赵云 黄忠之意否 谎曰 如可引步军据敌 看我引马军破制 遂令搭起浮桥 随即过河来战蜀兵 正是 为人望一宗 韩信 属相哪知是子房 为之胜负如何 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二回 诸葛亮智取汉中 曹阿满兵退邪谷 却说徐晃引军渡汉水 王平苦见不听 渡过汉水扎饮 黄忠 赵云告玄德曰 某等各隐本部兵去迎曹兵 玄德应远 二人引兵而行 中卫云曰 今徐晃势勇而来 且休雨敌 待日暮兵疲 你我奋兵两路 积之可也 云然之 各隐异军拒住寨诈 徐晃引兵从陈时诺战 直至深时 蜀兵不动 黄进叫公弩手向前 望蜀迎社去 黄忠卫赵云曰 徐晃令公弩社者 其军必将退也 可诚实机智 颜未已 呼报曹兵后队 果然退动 于是 蜀迎鼓声大震 黄忠领兵左出 赵云领兵右出 两下加攻 徐晃大败 军事逼入汗水 死者无数 黄死战的托 回迎则王平曰 如见无军事将危 如何不救 平曰 我若来救 此债亦不能保 我曾见功休去 功不肯锁 已至此败 谎大怒 欲杀王平 平当夜隐 本部军就营中放弃火来 曹兵大乱 徐晃 弃迎而走 王平渡汗水来头赵云 云引荐玄德 王平禁言汗水地理 玄德大喜悦 孤德王子军 去汗中无疑 遂命王平为偏将军 领向导使 却说徐晃逃回建曹 说王平反去 想留背 曹大怒 亲统大军来夺汗水寨诈 赵云孔孤军南立 遂退于汗水之溪 两军隔水相聚 宣德与孔明来观行事 孔明见汗水上流头 有一带土山可服千余人 乃回到营中 换赵云吩咐 如可引五百人 接待骨脚 浮于土山之下 或半夜或黄昏 只听我营中泡响 泡响一番 泪鼓一番 只不要出战 子龙受计去了 孔明却在高山上暗窥 次日 曹兵到来诺战 鼠营中一人不出 弓弩意都不发 曹兵自毁 当夜更深 孔明见曹营灯火方兮 军事歇定 遂放浩炮 子龙听得令骨脚齐鸣 曹兵惊慌 只宜结寨 急之出营 不见义军 方才回营欲歇 浩炮又响 骨脚又鸣 呐喊阵地 山谷英声 曹兵彻夜不安 一连三夜 如此惊疑 操心窃 拔债退三十里 就空阔处扎营 孔明笑曰 曹操虽知兵法 不知诡计 遂请玄德 亲渡汗水 背水劫营 玄德问计 孔明曰 可如此如此 曹操见玄德 背水下债 心中疑惑 使人来下战书 孔明批来日决战 次日 两军会于中路五戒山前 列成阵势 操出玛丽渔门旗下 两行部列龙凤荆旗 肋骨三通 唤玄德打化 玄德引刘锋 孟达 并川中诸将而出 操阳边大骂约 刘备忘恩失忆 反叛朝廷之贼 玄德约 无奈大汉宗亲 奉赵讨贼 如上是母后 自立为王 建用天子鸾鱼 非法而合 操怒 命徐晃 出马来战 流风出营 交战之时 玄德先走入阵 风低晃不住 拨马便走 操下令 捉得刘备 便为西川之主 大军急呐喊杀过阵来 蜀兵望汗水而逃 尽弃迎战 马匹军器丢满道上 操军皆争取 操及明金收军 众将语 某等正代捉刘备 大王何故收军 操语 无见蜀兵被汗水安营 岂可一一也 多弃马匹军器 岂可一二也 可及退军 修取衣物 岁下令约 望取衣物者立斩 火速退兵 曹兵方回头时 孔明好奇举起 选得中军领兵变出 黄忠左边杀来 赵云右边杀来 曹兵大溃而逃 孔明连夜追赶 操船令军回南正 只见五路火起 原来魏严 张飞的严严带手浪中 奋兵杀来 先得了南正 操心经 望阳平官而走 玄德大兵 追至南正包州 安民已毙 玄德问孔明曰 曹操此来 何败之夙也 孔明曰 操平生为人多疑 虽能用兵 以则多败 无以宜兵胜至 宣得于 金操退守 杨平官 其事已孤 先生将何策已退至 孔明曰 量已算定了 便拆张飞 魏严分兵两路 去接曹操梁道 令皇忠 赵云分兵两路 去放火烧山 四路军将 各引向 岛官军去了 却说曹操 退守杨平官 令军少叹 回报曰 金属兵将远近小路 进阶色断 砍柴去处 尽放火烧绝 不知兵在何处 操政疑惑间 诱保张飞 魏严分兵结粮 曹问曰 谁敢敌张飞 徐楚曰 某愿望 操令徐楚隐 一千精兵 去杨平关路上 护接粮草 借粮官 借着 喜曰 若非将军到此 粮不得到杨平矣 遂将车上的酒绕 献与徐楚 楚通隐 不绝大罪 便成九姓 催粮车行 解粮官曰 日矣目矣 前包州之地 山势险恶 未可过去 楚曰 无有万夫之勇 岂聚他人在 今夜乘着月色 正好使梁车行走 徐楚当先 横刀纵马 引军前进 二更以后 往包州路上而来 行之半路 湖山凹里 鼓角震天 一支军当柱 为首大将 乃张飞也 挺毛纵马 直取徐楚 楚五刀来迎 却因九罪 敌不住张飞 战不属何 被飞一毛刺中肩膀 翻身落马 军士急忙救起 退后便走 张飞 尽夺梁草 车辆而回 却说众将 保着徐楚 回见曹操 操令一世 辽至金疮 一面亲自提兵 来与蜀兵决战 宣德引军出营 两阵队员 宣德令刘峰出马 操马曰 麦吕小儿 尝使甲子距离 无若换黄絮而来 如甲子为肉泥 刘峰大怒 挺枪骤马 竟取曹操 操令徐晃来迎 风诈败而走 操引兵追赶 蜀兵营中 四下炮响 鼓角齐鸣 操孔又扶兵 急叫退军 操兵自相践踏 死者极多 奔回扬平关 方才协定 蜀兵赶到城下 东门放火 西门呐喊 南门放火 北门雷鼓 操大惧 弃关而走 蜀兵从后追袭 操正走之间 前面张飞引一支兵截住 赵云引一支兵从背后杀来 黄中又引兵从包州杀来 操大败 诸将保护曹操 夺落而走 方陶至斜骨借口 前面尘头呼起 一支兵道 操运 此军若是伏兵 无休矣 急兵将近 乃操次子曹张也 张子子文 少善其舍 屡利过人 能守格猛兽 操长界之曰 辱不读书而好功马 此匹夫之勇 何足贵户 张曰 大丈夫当学未清 或去病 立功沙漠 长驱数十万众 纵横天下 何能做博士业 操长问 诸子之志 张曰 好为将 操问 未将何如 张曰 披肩直锐 临难不顾 身先士族 赏必行 法必信 操大孝 建安二十三年 戴郡乌还返 操令张引兵五万讨之 临行戒之曰 居家为父子 受侍为君臣 法不训情 尔宜身戒 张到戴北 身先战阵 直杀至桑干 北方皆平 阴文操在阳平败阵 故来驻战 操见张智 大喜曰 我黄须而来 破留被避以 遂乐兵赴回 于邪谷借口安营 有人报玄德 言曹璋道 玄德问曰 谁敢去战曹璋 刘峰曰 某愿望 孟达又说要去 玄德曰 如二人同去 看谁成功 各引兵五千来迎 刘峰在先 孟达在后 曹璋出马与峰交战 指三合 峰大败而回 孟达引兵前进 方与交锋 只见曹兵大乱 原来马超 吴兰两军杀来 曹兵惊动 孟达引兵加攻 马超士族 旭瑞日久 到此耀武扬威 势不可当 曹兵败走 曹璋正欲无拦 两个交锋 不述和 曹璋一几次 无拦于马下 三军混战 曹收兵于 邪谷借口扎住 曹屯兵日久 欲要进兵 又被马超聚守 欲收兵回 又恐被蜀兵耻笑 心中犹豫不决 阔袍关进鸡汤 曹剑碗中有鸡肋 因而有感于怀 正沉吟间 夏侯敦入仗 并请夜间口号 曹随口约 鸡肋 鸡肋 敦传令重关 都称鸡肋 行军主步扬修 剑传鸡肋二字 便交随行军事 各收拾行装 准备归程 有人报之夏侯敦 敦大经 遂请杨修至帐中问曰 宫和收拾行装 修曰 以今夜号令 便知魏王 不日将退兵归也 积累者 食之无肉 弃之有味 今进不能胜 退恐人孝 在此无意 不如早归 来日魏王 必颁师矣 故先收拾行装 免得临行慌乱 夏侯敦曰 宫贞至魏王 废府也 遂亦收拾行装 于是寨中诸将 无不准备归继 当夜曹操心乱 不能稳睡 遂首提刚辅 绕寨私行 只见夏侯敦 寨内军事 各准备行装 曹大经 急回账 赵敦曹 敦曰 主不扬得祖 先知大王 欲归之意 操唤杨修问之 修以鸡肋之意对 操大怒曰 如怎敢造言乱我军心 喝刀俯首推出斩之 将首级号令于原门外 原来杨修为人 是才放矿 朔犯曹操之计 操长造花园一锁 造成操往官之 不致褒贬 只取比于门上书 依活字而去 人皆不小其意 修曰 门内天活字 乃阔字也 丞相贤 原门阔尔 于是再驻强违 改造停荡 又请操官之 操大喜 问曰 谁知无异 左右曰 阳修也 操虽称美 心甚济至 又一日 塞北宋苏义和志 操字写一和苏 三字于和尚 至日之暗头 修入见之 竟取持 与众分拾气 操问其故 修答曰 和尚明书一人一口苏 其敢为丞相之命乎 操虽喜笑 而心勿之 操恐人暗中谋害己身 常吩咐左右 无梦中好杀人 凡无睡着 如等切勿进前 一日 昼寝帐中 落北余地 一尽是荒取覆盖 操跃起拔剑斩枝 附上床睡 半赏而起 阳经问 何人杀无尽事 众已失对 操痛哭 命后葬至 人皆以为 操国梦中杀人 为秀之奇异 临葬食指而探约 丞相非在梦中 君乃在梦中耳 操闻而欲恶之 操第三子操直 爱修之采 长腰修谈论 终也不惜 操与众商议 欲立直为世子 操丕之之 密请昭歌长 吴智入内府商议 殷恐有人知觉 乃用大陆藏 吴智于中 只说是眷匹在内 载入府中 修之其事 静来告操 操令人于 批府门四查制 批荒告无智 智曰 无忧也 明日用大陆装卷 载入以获制 批如其言 以大陆载卷入 使者搜看路中 果卷也 回报曹操 操因遗修 赠害曹丕 欲恶制 操玉是曹丕 曹直之才干 一日 令葛出叶城门 却密使人 吩咐门历 令物放出 曹批先至 门历组之 批指得退回 直闻之 问于修 修曰 君奉亡命而出 如有阻当者 竟斩之可也 直然其言 即至门 门历组住 直斥曰 无奉亡命 谁敢阻当 历斩之 于是 曹操以直为能 后有人告曹曹曰 此乃杨修之所交也 曹大怒 因此义不惜之 修又常为曹直 作答教 十余条 但曹有问 直即一条答志 曹没以军国之事问直 直对答如流 曹心中甚疑 后曹批案买之左右 偷答教来告曹 曹见了大怒曰 辟父安敢 欺我也 此时已有杀修之心 今乃借祸乱君心之罪杀之 修死年三十四岁 后人有诗曰 聪明杨德祖 世代济三英 笔下龙蛇走 胸中锦绣成 开坛经四座 结队贯群英 身死因财物 非官欲退兵 曹操既杀杨修 杨怒下侯敦 意欲斩之 众官告免 曹乃赤退下侯敦 下令来日进兵 次日 兵出邪谷借口 前面义军相迎 为首大将乃魏严也 曹招魏严归降 严大骂 曹令庞德出战 二将正斗间 曹寨内火起 人报马超结了忠后二战 曹拔剑在首约 诸将退后折斩 众将努力向前 魏严诈败而走 曹方徽军回战马超 自闭马于高腹处 看两军征战 胡义彪军撞至面前 大叫 魏严在此 拧弓搭剑 射中曹操 曹翻身落马 炎气功绰刀 骤马上山坡来杀曹操 此邪里闪出一将 大叫 羞伤无主 是之 乃庞德也 德奋力向前 站退魏严 宝曹前行 马超已退 曹代商归债 原来被魏严射中人中 折却门崖两个 吉令一事调制 方亦阳修之言 虽将修师收回后葬 就领班师 却叫庞德断后 曹沃于战车之中 左右虎臂军 护卫而行 虎宝斜谷山上两边火起 伏兵赶来 曹兵人人惊恐 正是 一夕西日同观恶 仿佛当年赤比威 为之曹操性命如何 且看下文分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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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